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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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要 你们这些畜生放开我 喂 这儿还有个活的 命还挺硬的嘛 小兄弟 今天就请你死在这儿 只因为师父拒绝了你们少主的提亲 就下此毒手 西流门 简直猪狗不如 想杀我 有本事就来啊 你一个小药童也想对付我们三人 我劝你还是自行了断吧 白日做梦 看见 什么 哈哈哈哈 不会以为只有你会飞溅术吧 我没工夫跟你耗下去了 动手 嘿嘿嘿嘿嘿 小子 这儿是 这儿是 你完蛋了 糟糕 脱不开了 真是自寻死路 找了你这么久 终于舍得现身了 磅的 尸等残害我门下弟子 罪无可恕 万剑绝 洛盈 你 你竟敢 我溪流门绝不会放过你 你的废话 太多了 莫尔 你的伤怎么样 师父 为什么 为什么要回来 你先别动 我身上还有些连生丹 你快扶下 溪流门就是冲你而来 你不敢 你不敢回来的 傻瓜 我怎么能抛下你一个人逃走呢 师父 真令人感动啊 那就师徒二人一起去死吧 什么 洛盈 你真以为自己能逃过我们的追杀吗 西流门 你们这群混蛋 拉子和你拼了 不行啊 莫尔 你的伤势太重了 小子 你是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说话 你们给我等着 灭门之仇 我一定会报的 你以为你还能活多久 要恨就恨你师父 不肯嫁给我们少主吧 可恨我 到此 到此为止了吗 什么 师父 你 莫尔 对不起 师父恐怕 不能再陪你了 这是 纯孙福 就算一个人 你也要好好地活下去 不 不要 不要 我要和你在一起 师父 再见了 父王 再见了 父王 师父 再见了 方才 我和师父被西流门的法术打中 然后 这些人 难道也是西流门的爪牙 先用神识探查一下周遭吧 怎么回事 清儿无法催动真气 我的修为 全部消失了 燕末 你要去哪儿 准备开会了 快看快看 那不是叶家的飞无气兽吗 对 就是他 为什么叶家会把他扫地出门啊 这你们就不懂了 叶家可是下国五大家族之一 极其看重家族声誉 听说叶末在父亲去世之后 被发现不是他爹的种 自然就被赶出了家门了 没错 叶末 好像就是我在这里的名字 脑子里的记忆 逐渐开始变得清楚起来了 看来 我是穿越到了一个新世界 并且取代了这具身体的原主人 在这个世界 我原本是下国五大家族之一 叶家的子孙 但却因为一纸亲子鉴定 分为豪门气少 下国 您还是 是那张队斧把我送到这儿来的吗 也不知道师父后来怎么样了 现在我修为尽尸 就算知道了师父下落 恐怕也无能为力 喂 那个就是叶末吧 有说之前向他们部门的美女 炎炎告白 被狠狠拒绝了 活该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子 就是 还以为自己是叶家少爷呢 明明是个死太监 还想找女朋友 什么 明明是个死太监 还想找女朋友 什么 天尾 这副身体居然是天尾 开什么玩笑 如果这样 干脆别让我重生啊 去 吓我一跳 这是经脉阻塞 造成的假象而已 在落月大陆 只要达到炼气三重 就能冲开静脉自动痊愈 不算什么大病 但在这个星球上 天地灵气稀薄 要达到炼气三层 有点难啊 只能想其他办法了 真的 下次介绍那个帅哥 给你认识 啊 那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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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鬼啊 那个鬼啊 看来 以后要找个没人的地方 练习营户 万一把路人吓坏就不好了 这两个月我日夜不停的修炼 外加服用各种药材 终于进入了炼气一层 还在世俗武艺不需要大掉灵气 只要全家练习 就能恢复得七七八八 但想要达到炼气三层 哎 有点难啊 自从被赶出业家 就断了经济来源 之前买药材 把仅剩存款也花得差不多了 如果不想办法赚钱 后面再想提升就很难了 有了大师的神福 今年我们全家一定旺 是啊是啊 神福 难道宁海也有同事 是一个修仙之人 打扰一下 啊 我听到你们刚才 在说什么神福 哦 这张啊 是我们专程者大师 请来的小宅转音符 小伙子 你也想去求福的话 可得对大师恭敬点 他老人家最看重缘分了 不知大师身在何处 嗯 这个给你 这是 大师看向 灵符转运 啊 福禄一张 五千 原来如此 这个我擅长啊 应该就是这里了 大师 大师拜托了 我母亲卧床昏迷三年 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没有醒过来 请您一定出手帮忙 嗯 这 就是那位大师 苏小姐啊 平道这里确实有可以医治令堂的福禄 只不过 有什么事 大师不妨直说 平道的福禄都是依靠自身法力消耗受缘凝联的 非有缘人不能相赠 不过呢 看待苏小姐一片孝心 平道就破了一次 只收取五万元善款就可以将此俘虏赠予苏小姐 五万 这是十万元支票 表表我的一点心意 不知大师是否满意 十万 苏小姐的孝心真是感天动地 着实令平道热泪盈眶啊 来人 这是平道珍藏的福禄 赠予苏小姐 多谢大师 小事 小事 且慢 小兄弟 你有预约吗 我只接待预约过的客人 大师 你这福禄保真吗 我这开算命摊的 能卖你假福禄啊 制作福禄需要天地灵气 你这地方从我进门 感觉到的 就只是浓浓的铜臭气 天地灵气 他在说什么 你故意找差是吧 哪来的混小子 老子干这行几十年了 你敢污蔑我 被人戳穿 恼羞成怒了 这位小姐 我并非干涉你为母亲寻找治疗之法 只是不忍心看你被坏人欺骗 这些所谓的俘虏 在我看来 和垃圾 没什么区别 臭小子 既然你非要挑事儿 那就别怪我了 阿刚 送客 喂 小鬼 别在这里撒眼 还得滚蛋 大师 你这未免有点小看人了吧 阿刚 一拳就把一个重汉打飞出去 这怎么可能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这么吵 镇上 您来得正好 这家伙来砸我们的场子 臭小子 敢来这里惹事 你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你就是这儿的幕后老板 下次 还是请个业务水平高点的骗子吧 哼 嘴倒是挺硬 你们几个 去把他给我废了 手小利落点 没问题 镇上 拆个我蟹腿 割几个坑专业的 小子 别怪我下手重 这么多人打一个 我要不要报警啊 镇上的父亲 可是宁海的地头蛇 这小混蛋今天是死掉了 哼 乌合之众 九哥 也想 赢我 什么 乌合之众 就这 也想 打赢我 什么 虽然只有练器一层 但教训这些凡人 已经绰绰有余了 郑少 你的走狗输了 是不是该您亲自上场了 大侠 我知道错了 你们用这种方法骗了不少人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求您高抬贵手 放我一马吧 赶紧滚 别让我再看见你 哼哼 蠢货 给我去死吧 啊 小心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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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来溜来 跑得这么快 您是要去哪儿啊 大师 哼 哼 饶命 我只是为他们雇来做事的 如果今后再敢骗人 不敢了 不敢了 绝对不敢了 滚吧 哼 原本还以为能有什么收获 等一下 哼 这位小姐 还有什么事吗 不知该如何称呼您 叶莫 叶先生 家母三年前遭遇意外车祸 至今昏迷不醒 能否麻烦您帮家母诊治 哦 你愿意相信我 说不定我和刚才这几个人一样 是个骗子 不 我相信你 静雯 你就放心吧 我已经联系了法国的专家 这次伯母一定能 不必了 我请了一位高人来帮母亲诊治 先让他试试吧 高人 不会又是江湖骗子吧 我知道你一心想让伯母早日康复 可是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不用你替我操心 你是什么人 快出去 这里是特护病房 是苏小姐让我来的 是她的声音 叶先生您来了 您好苏小姐 静雯 这就是你找的所谓高人 看起来就正不正经 看来 你们是不太信任我 不不 他不代表我的意思 您千万别见怪 我这儿有两张轻神符 明码标价 每张两万块 苏小姐若是信得过我 拿去便是 什么 一张破纸就要两万 你这神棍 我马上就保安把你轰出去 我全要了 静雯 你有冷静啊 不知这神符要如何使用 向人扔出去 大喊一声林子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吗 没其他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静雯 那人明摆着吃个片子 几万块钱虽然是小事 但你真的相信这破神符吗 不管用什么方法 只要能救母亲 我都愿意尝试 林 这是 居然发光了 我来个居然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母亲怎么样 母亲 母亲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动了 母亲有反应了 母亲 你能听到吗 你还认识我吗 我 你是 静 静雯 是你 妈妈 你终于醒了 妈 师父 等着我 有朝一日 定要回到洞悦大陆 让那些害你受苦的混蛋们 百非奉还 稍等一下就考好了 别着急哦 嗯 眼前的这个女孩名叫王颖 记忆里 她是我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之一 今天偶然遇见了她 喂 左路看着前面啊 哦 抱歉 啊 烟墓 怎么是你 于是被她缠上 一起吃了个饭 真香 自从我被叶家扫地出门 一切都变了 之前的狐鹏沟友全部离我而去 之前八姐的越厉害的人 现在越是恨不得踩我 没有和我划清界限的 包括王颖在内 却只有两三人而已 对了叶末 你听说宁清雪的事情了吗 谁是宁清雪 啊 就是你的未婚妻 经常第一美女宁清雪呀 未 未婚 妻 想起来了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我还是叶家少爷的时候 我的父亲叶问天 给我和同微大家族的宁家小姐 定了一门亲事 而那位宁家小姐 好像就叫宁清雪 她怎么了 其实上个星期 宁家人去叶家退亲了 毕竟你都被赶出叶家了 联姻没有了任何意义 宁家人想退婚也很正常 但三天之后 宁清雪居然主动站出来宣布 她除了你叶末 谁也不嫁 很奇怪吧 明明是宁家自己提的退婚 好 没想到我这么受欢迎 怎么可能啊 别自恋了白痴 那是为什么 其实 宁家刚提出退婚 宋家就上门要求 宁清雪嫁给他们少爷 宋少文 宋家 宋家也是下国五大家族之一 势力如日中天 在黑白两道 都有不小的能量 我听说宋少文 虽出身豪门 风评却相当差劲 到处沾花惹草 甚至还有暴力倾向 宁清雪自然不想往火坑里跳 但在京城反抗宋家 又等于找死 所以 所以她就表态说非我不嫁 拿我当挡箭牌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是京城娱乐的消息 上周 有京城第一美人之称的 宁清雪小姐 宇出惊人 今天本台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电视上在播了 宁小姐 您上星期放出了 坚持与野家气哨 夜末结婚的宣言 不少人认为是刻意炒作 请问您有何回应 我已经说过了 宁世家族向来讲究信用 我既然先前与夜末有了婚约 就一定会遵守 此次事件 本台将继续追踪报道 明明自己想拒绝 非要把我牵扯进来 真是麻烦 夜末 谢谢你今天的饭 天色晚了 早点回家 早点回家 哼哼 从感觉你今天和以往 不太一样啊 是 是吗 可能是错觉吧 我先走了 你路上注意安全 嗯 用上次赚的钱又可以买不少修炼用的药材了 这是什么情况 发现嫌疑人立刻采取行动 待在原地 举起手来 野末 你射前故意伤害 老师爷 跟我们走一趟 我已经说过了 是他们先动的手 我只是正当防卫而已 别狡辩了 目击者都指认你把别人打成重伤 哎呀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啊 野末 有人找你 苏静雯 他来干什么 叶末犯了什么罪 有人指证他打成多人 不过我们经过调查 对方好像也是一群流氓 他是我的朋友 如果我要保释他 您应该能批准吧 既然是苏总指明要保的人 那自然没问题 哦 连他们的老大都如此恭敬 看来他的来头不小啊 既然是苏总指明要保的人 那自然没问题 哦 连他们的老大都如此恭敬 看来他的来头不小啊 那 苏总 咱们去办一下手续吧 好 麻烦带路吧 苏小姐 今天多谢你了 不用客气 一点小事而已 叶先生救了我母亲 我都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 不知苏小姐如何能指凭一句话 就把我从橘子里捞出来 家父碰巧在您海市任职而已 黄局长也是卖我父亲一个人情 原来如此 这是我的名片 有什么事需要帮忙 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只是一个普通职员 怎么敢打扰苏小姐 职员 这是我的工作证 所以苏小姐不用客气 叫我叶末就好 好 那你也不能对我客气 要叫我静闻 这 好吧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多多关照啊 叶末 好的 你是搬出公司宿舍了吗 是啊 怪不得最近在宿舍都没看到你 不会是因为之前 你向妍妍告白被拒绝 怕别人嘲笑你 所以 在我穿越之前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放心吧 我怎么会跟小毒鸡肠的女人一般见识 说的也是 你说谁小毒鸡肠 叶末 你这样的废人也有脸来公司 也不嫌丢人 我看还是早早辞职 找个地方钻进去吧 叶末又没说错 严严 你就是小心眼 这么激动干什么 师兄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我的是让你多嘴 你说什么 好了师兄 丑人多作怪 我们别理他了 丑 你敢说我丑 你认识的女人 有比我漂亮的吗 请问 叶末在吗 他在 好美的人啊 居然是来找叶末的 苏静雯 他来找我做什么 叶末 能不能出来一下 我有话对你说 没有 有种很麻烦的预感 师兄 那我先走一步了 这小子艳福不浅啊 叶末加油 别给男人丢脸 赶紧走 以后别来了 你特地来找我 就是邀请我 参加你的生日宴会 这是邀请函 时间是明天晚上 你会来的 对吧 君豪大厦 辉煌路一百八十八号 应该 就是这里吧 欠了人情确实麻烦 还要来凑凡人的热闹 果然是官家千金兼女富豪啊 过生日都这么气派 人这么多就好办了 等下跟他打个招呼 丑个空档就开溜 wait wait 这里怎么有个pro guy啊 看什么看呢 爱说的就是有 这种瑞赤曼的场合 是有该来的place吗 这人说的什么鸟语 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 哼 你还是一副 假扬鬼子的派头啊 赵红 啊 这么多年了都没改掉 还好意思说别人 真不害臊 哟 旭哥小梅 你们也来了呀 我这不是看到一个叫花子出现在这里 怕打扰了大家的心情 想让他赶紧滚蛋吗 哼 别怪我没提醒你 他叫叶末 是静文姐亲自请来的 你可要想好了再说话 什么 他就是叶家的废物七少 叶末是吧 你好 久文大名 我叫王旭 虽然西装革履的 但这人应该是个练家子 哦 你好 我是叶末 很高兴认识你 之前听静文说这个叶末伸手了得 今天正好试试他 这家伙 果然是个有功夫的 想探我的底是吧 让你探个够 啊 烟雾你的手 好像有什么不得了的声音啊 不是吧 我没用多大力 这就骨折了 啊 烟雾你的手 好像有什么不得了的声音啊 不是吧 我没用多大力 这就骨折了 抱歉抱歉 我没想用那么大力 要不要帮你叫救护车 叫什么救护车 先找点冰块过来冷服 哦 不用慌 你们看 没事了 和大家开个玩笑而已 这就好了 我明明听到骨折的声音 你这功夫可真有意思 叶末 叶末 你真的来了 哇 金文姐 你今天好漂亮 像仙女一样 谢谢你小梅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叶末 是我的 哈 金文 不必麻烦了 刚才我们已经互相认识过了 是吗 对了 金文 我为了给你庆祝birthday 特地准备了surprise 这是从America 带来的顶级玛瑙 你肯定like it 金文姐 这是我送你的鲜亮碗香水 生日快乐 谢谢你们 啊 我也有东西要送给你 真的吗 穷小子 看你能拿出什么玩意儿来 我自己打磨了一串玉珠 一天时间太短 所以 有点粗糙 天 真当我们金文是小孩子 拿这种不值钱的东西来充数 哇 好精致的手链啊 谢谢你叶末 我很喜欢 让你分心了 金文姐 别看这破手链了 待会儿要和谁跳第一支舞 你决定好了吗 那还有C 当然是咪啦 赵宏 你还是别自作多情了 我和金文可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你凭什么和我争啊 王鹏 来得这么late 真是不要face 主角都是要最后出场的 叶末 你可以陪我跳这支舞吗 跳舞 我可不太擅长啊 不要紧 很简单的 什么情况 对 就是这样 慢慢来 抱歉 踩到你了 没关系 作为初学者 你已经跳得很好了 臭小子 竟然敢抢我的金文 这个死 这个死叶末 真是不知羞耻 喂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金文姐和往常有点不太一样 确实是 至于原因嘛 硬抽果然累人 还是早点回去修炼吧 叶末 嗯 你 这是要走了 能再陪我一会儿吗 抱歉 我还有点事情要办 没办法救救了 你玩得开心点 这样啊 今天你能来 我真的很高兴 谢谢你 一点小事 不足挂齿 先告辞了 我们还会再见的 对吧 哎 你听说了吗 那个宁清雪好像来宁海了 当然听说了呀 京城第一美人呢 哎 真想看看呢 嘿嘿 谁不是呢 宁清雪 她不是在京城吗 怎么突然来了宁海 嗯 那人是 总算等到你了 叶末 你就是宁清雪吧 是我 这么晚在我家门口等我 有什么事情吗 我想和你 结婚 好 先进来吧 随便坐 现在 可以详细说说了吗 为什么这么突然 找我说结婚的事情 因为 哼 这宋家 真是欺人太甚哪 清雪 世到如今 只有一个办法 你现在呢 马上去宁海 找叶末领结婚证 这样 宋家就不会对你 死缠烂打了 之后 再找适当的时机离婚 虽然 你的名誉 会受到损失 但总比被宋少文 糟蹋了强啊 可是 你现在呢 马上去宁海 找叶末领结婚证 之后 再找适当的时机离婚 虽然 你的名誉 会受到损失 但总比被宋少文 糟蹋了强啊 可是 放心吧 清雪 我查清楚了 叶末呢 是个天尾 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没想到 我竟然落到 要主动求男人结婚的天地 具体的原因 希望你不要问 也请你不要误会 我并不是喜欢你 这张卡里有五百万 就当做 你这次帮我的报酬吧 我希望可以尽快领征 需要你配合我 看来是宋家 把你逼得相当紧啊 好啊 我答应你 你 你同意了 当然 有钱赚还白送一个漂亮老婆 我为什么不答应啊 哼 看来他和别的豪门公子 也没什么区别 是个轻浮的男人 有了这些钱 对我后面修理 有很大帮助 好了 没别的事了吧 没 没了 那你就早点休息吧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儿 我还有事要出去一趟 你如果困了 就睡在床上吧 我会去其他地方睡觉 明天见 应该还要再煮一会儿吧 这枕头多久没洗了 好难玩 女人真麻烦 哦 差不多了 这棵银心草 可是我费了好几个月的功夫 才栽培出来的灵草 要尽快迈入炼七二层 只能指望它了 完成 疼 这感觉 手心开始发热了 打坐运功 药销吸收的 应该会更快 能感觉到丹田 有一股浓郁的灵气 救药 看来凡人之躯 一下子承受不了 银心草猛灭的药力 只能想办法慢慢洗手了 宁小姐 吃早饭了 还在睡觉吗 算了 她昨晚好像收拾屋子到很晚 让她继续睡吧 请输入密码 对不起 您当前的可用余额为零 无法提现 什么 可用余额为零 难道这张 是资金被冻结的卡 可恶 居然耍我 宁清雪 你这张卡到底是怎么回事 喂 你听到了吗 你 喂喂 怎么还在睡觉啊 现在叫醒她 会不会有起床器啊 算了 有机会再问吧 先做午饭去 燕木 你 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还在睡懒觉的时候 什么 我 我才没有 别说了 快去洗把脸 准备吃饭了 懒虫 你才是懒虫 吃吧 别客气 哼 公子哥做的饭 想必也好吃不到哪儿去 啊 这菜口感软糯 味道也恰到好处 很好吃 啊 没 没想到你做的菜 还挺好吃的 嗯 好吃你就多吃点吧 哼 看来 他和别的浪荡公子哥 还是不完全一样的 宁清雪 在我达到恋气二层之前 稍微再陪你一会儿吧 不过 菜用不了多久 我也要离开这座城市了 插播一条最新消息 宁氏签进宁清雪 与叶家气少闪婚 据知情人士透露 宁清雪小姐亲自奔赴宁海 与叶家气少叶末 领取了结婚证 插播一条最新消息 宁氏签进宁清雪 与叶家气少闪婚 据知情人士透露 宁清雪小姐亲自奔赴宁海 与叶家气少叶末 领取了结婚证 来了来了 快快 叶小姐 能采访一下吗 由于两位这次的婚事突染 外界不少人都表示震惊 有传言说您是为了逃避宋家的提亲儿 和叶先生结婚的 您有何看法 我和叶末结婚 完全是遵循我们自己的意志 与其他任何人无关 你说是吗 老公 对对对 所以希望大家不信药 不传药 也不要把不相关的人牵扯进来 自从宁清雪和我同居 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 他似乎也逐渐习惯了我这边的生活 原本以为宋家那边会有什么动静 但没想到居然异常平静 让人琢磨不透 他们不来招有麻烦是最好 可眼前还有两个大麻烦 叶末 有你老婆快递 又有 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位老婆太能买了 我的存款啊 另一个问题 就是银心草的效力太强 导致体内的真气过度膨胀 必须靠每天放血来缓解 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放松点 马上就好了 不愧是我 这个小伙子是不是昨天也来过啊 你是不是傻 走这边 你别人多 好嘞 快点 别被人发现了 是那个姓郑的人渣 这次恐怕 又准备干什么缺德事了 快 给他弄进去 开车开车 他们扛着的东西有点奇怪 我倒要看看 到底在搞什么鬼 郑少啊 没想到 这次这么顺利啊 这牛尾盯了好久了 这次终于把他弄到手 等会儿啊 可有的玩儿了 看来银心草的效力发挥作用了 我对阴影不稳 不相强也不少 找到了 可累死我了 先把拉链打开吧 把人家闷坏就不好了 好嘞 这牛够劲爆啊 郑少王 您这眼光可真不错呀 那不是我的部门经理云冰吗 姓郑的绑架了他 是准备图谋不轨 郑少王 什么时候开始啊 我都等不及了 你急着吗 先把摄像机准备好 等一下把全程拍下来 用录像威胁他 不怕他事后报警 我说啊 你的手段还真是越来越下作了 你是 好久不见啊 郑少 是 是你 哪来的臭小子 竟敢打我们正上 对对 阿狗 快用你刚学的拳法教训教育他 放心 交给我 阿大 不想死就给我滚开 好嘞 小刀真就走 阿狗 你居然丢下我 网恩负义的东西 我的头 好疼 这个人 好像是 叶 叶末 太阳这些人了 紧要关头 一个个跑得比兔子都快 什么废话 我说 为什么绑架他 我 我就是站他身子 一天小事而已 您导人导了 放过我吧 你管这个 叫小事 别 别过来 不要 我不要 一天小事而已 今天下午有群众向本台反映 某小区出现了一名疑似精神病患者 该患者行为异常 急之古怪 为防止扰命 请家属速来认领 你 明海的怪事可真多 怎么让精神病在外面乱跑 我买了只鸡 晚上可以炖着吃 哦 随你一遍吧 对了 借我两千块钱 喂 哪有一进门老婆就问老公要钱的 整天家务都不做 就知道买买买 我这次出门太匆忙没带现金 你不是要五百万吗 借我两千怎么了 终不像个男人 看来他还不知道那张卡已经被冻结的事情 别乱话啊 这可都是我的血汗钱 我去做饭了 你有空就把地扫走 别一天到晚就知道看电视 什么血汗钱 明明是从我这里拿的 真是个财迷 宋家目前没有反应 移民的事情一办妥 下周就可以全家一起出国 这场假结婚的闹剧也差不多要收尾了 宋长 你要理解我的难处啊 我们这种小家族 怎么可能和宋家过不去呢 少给我来这一套 宁老头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那个小贱人的移民文件 是不是都搬好了呀 什么移民呢 我不知道宋长在说什么呢 少啰嗦 你是觉得我宋家好糊弄是吧 不不不不不 我没有这个日子 哼 听着 不管你宁家愿不愿意 宁清雪我是要定了 你要是耍花招 信不信我把宁家灭了 宋长您听我 开车 宋长 咱们去哪儿啊 宁老头肯定会在背地里捣鬼 我们就直接去宁海 抓那个小贱人 好嘞 一周时间 银心草的效力已经吸收得七七八八 感觉今晚就能突破了 就是现在 突破了 练七二层 能感觉到我的神石开始扩散了 不过 这个世界确实不适合修真 若是在落叶大陆 到达练七二层 只需几天而已 必须要去找灵气充沛的地方 不然练七二层 就是我在这里的极限了 是时候 离开这座城市了 你醒了 早饭在桌上 洗漱好趁热吃吧 叶末 我有话要和你说 啊 怎么了 其实 我明天就要走了 我们的协议也到此为止 离婚的事情 后面会有人来处理 哦 好 就这点反应吗 哼 这 我说错话了 又发什么大小姐脾气啊 哼 相处了那么久 就一句 哦 好 连句道别的话都不说吗 说到底只是为了钱罢了 亏我之前还觉得她是个不错的人 哼 真是越想越来气 我也要收拾一下 准备离开这里了 好像还差个装草药的罐子 嗯 宋少 我们到了 我都查清楚了 这里就是宁清雪和叶末桌的地方 走 我倒要看看那个废物叶末 到底有什么能呢 让宁清雪心甘情愿地嫁给她 宋少 你想怎么收拾他们 哼 先把叶末给我打残废再说 至于那个小贱人 我今晚就要拿下 宋少 你想怎么收拾他们 哼 先把叶末给我打残废再说 至于那个小贱人 我今晚就要拿下 哦 几位的口气不小啊 啊 你小子谁啊 这儿没你的事 赶紧滚蛋 当然有我的事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叶末 哟 你倒是很懂事啊 自己乖乖送上门来了 阿传 阿发 先给我打断他的腿 好的 好的少爷 下手轻点 给他留条狗命 可别打死了 一会儿 还要让他看着我怎么玩那小贱人 哈哈哈哈 您放心吧 这二人体格虽然粗狂 伸手却格外面积 和之前姓正的那些喽喽 大不一样 臭小子 乖乖站好 吃老子一拳 不过在我眼里 这种速度 完全不够看 怎么 消失了 人呢 去哪儿了 不知道啊 笨蛋 后面 在你们后面 什 什么时候 阿峰 混蛋 臭小子 我饶不了你 是吗 处理完他 就轮到你了 红唇 阿峰 我去 叶末这家伙不是人啊 好还不知眼前窥 我还是先溜吧 不愧是练起二层 力量和速度 都不是一层时能比的 而且我的神识 完美地捕捉到了他们的动作 渐渐找回一点修真者的感觉了 人呢 叶末怎么没追来 看不见人影了 今天失算了 早知道带几把枪来 肯定能收拾了那小子 宋大少爷 怎么跑得这么快啊 想走 经过我同意了吗 别 别过来 我 我是宋家的人 叶末 你不能伤我 你不敢伤我 宋家 在我眼中不过是垃圾罢了 而你 更是垃圾中的砸碎 既然自己找上门来 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 饶 饶命 不要啊 等等 呦 呦 吃了我一拳 还没晕倒 叶先生 有话好说 先不要动手 王辰 你没死 快救我 吵死了 你把嘴闭上 叶先生 只要你放过僧少 要多少钱我们都答应啊 哦 是吗 你们是开车来的对吧 是是是 叶少需要用车尽管吩咐 要不把车送你也行 废话少说 全给我上车 叶先生 这大半夜你想去哪里啊 就算取钱也好早关门了 去林城 什么 林城 那里靠近边境离这儿有一千多公里呢 叶少就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么多废话干嘛 是是是 是我的嘴了 叶少 这次冒犯你是我宋少文 永远不是泰山 不过呢 你也知道 我宋家在下国的能量 如果 我有个三长两短 您就是逃再远也无法脱身 其中利弊 相信 您也能明白吧 先认识稳住的 回去 再多召集几个弟兄 就不先弄不死你一个夜幕 要是再多话 我现在就把你从车窗扔出去 别别别 叶少息怒 我的意思是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嘛 对了 把你们身上现金都拿出来 叶少 那小贱人 不不不 宁小姐把钱管得这么紧 你的废话太多了 对了 把你们身上现金都拿出来 叶少 那小贱人 不不不 宁小姐把钱管得这么紧 你的废话太多了 叶少 咱们走了半天了 我都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这条盘山公路这么偏 通向哪里啊 当然是通往医院的路啊 医院 叶少 你别开玩笑了 不是给钱就放我们走吗 有吗 我可是大发善心 给你们选了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住院 叶 叶墨 你又是敢伤我 我宋家上下必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赶快 闭嘴吧你 松手 发生什么 什么情况 全身不能动的 还发不出声 不好 这就要失控了 没想到 我当当宋家大少爷 竟然 竟然 放心吧 你们的高级轿车安全性不错 毕竟 我答应留你一条命的嘛 叶墨 今天早饭吃什么 啊 居然什么都没有 哼 最后一天连早饭都舍了吗 要演至少也演到最后吧 这是兽财奴 喂 莫梅啊 怎么了 清雪 告诉你个天大的好消息 再也没人回来骚扰你了 啊 为什么 昨晚宋少文的车 在高速上坠崖了 宋少文和他的跟班全都中伤 现在还昏迷不醒呢 怎么可能这么巧 突然就出了车祸 你从哪里听来的消息 新闻都播了 还上了热搜 我翻你手机上了 自己看吧 脚车坠崖 三人重伤 宋家大少爷 竟然是真的 哼 宋家正忙着处理 无暇顾及我们 我下午去接你 离开明海 哼 那个人渣 也算是最有应得 这是老天有眼 唉 完美正难吃 还是叶末的手艺好 都已经中午了 这个叶末到底去哪里了 平常买菜 也没有这么久啊 对了 他每天晚上好像 都没在屋子里睡 不知在哪里干什么坏事 怎么没人 调取最近几天的揭露 看看这个叶末 每天晚上在搞什么 那是 天台 难道他每天都睡在这种地方 是因为我睡了他的床吗 我又没说不许他住家里 家不及也可以去酒店啊 干嘛非要睡天台 死老金 嗯 这个人不是宋少文吗 难道他昨晚来这里找过我 叶末上了宋少文的车 按照新闻报道的时间 车祸就在两个小时之后 难道是叶末他们 有人来了 谁啊 有事吗 清雪 行李都准备好了吗 叔叔阿姨已经到柳城了 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会合 嗯 快收拾好了 也不知道叶末现在怎么样啊 对了木梅 新闻上说 宋少文车上的三人皱伤 那车里还有其他人吗 啊 事故现场就他们三人 没有发现其他人啊 哦 那就好 对了木梅 新闻上说 说宋少文车上的三人皱伤 那车里还有其他人吗 啊 事故现场就他们三人 没有发现其他人啊 哦 那就好 说起来叶末人呢 虽然你们俩是假结婚 但毕竟利用了人家那么久 是不是得给点补偿 不必了 我仅给了他五百万 我们俩不相欠了 五百万 你哪来的那么多钱啊 什么哪来的 不是你帮我办的那张银行卡吗 忘了告诉你 那张卡早就被冻结了 是张没用的废卡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冻结 没用的废卡 这么说我一直用的都是他自己赚的钱 对了 我记得那个东西放在这里 果然 叶末你 叶末 你这些破纸都别放在餐桌上 找个地方收起来 哦 先放那儿吧 我一会儿自己收拾 算了 我帮你放好吧 真想不到你这种自私空门的人也会去献血 这女人 怎么一阵一阵的 她宁愿靠捐血换补贴 也没向我说明实情 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 结果 我才是那个不明实理的傻瓜 对不起 燕末 用阴影不赶路 始终不是办法 看指示牌 前面有个小镇 先到那儿再想想办法吧 坐车固然方便 不过买票需要身份证明 万一暴露了自己 恐怕会更麻烦 喂兄弟 坐车吗 去哪儿的 去封门 五十块一位 五十 不会是黑车吧 但想前行修炼 就必须隐藏行踪 或许 黑车是个不错的选择 怎么样 小兄弟 马上人满了 走不走啊 走 还是坐车舒服 云云不实在太耗费体力了 美女 往后走 后面有座 这女人 身上好重的杀气 小姑娘敢一个人出远门 这不是送上门的钱吗 也是猪嘛 低调懂不懂 刚放出来 又想回去吃烙饭呢 知道了大哥 真是又蠢又坏 竟然不长眼想着去惹这个女人 各位做好复稳了 我们出发了 师父 我在前面下 喂 美女 这里可是云香山岭中间呢 这前不招村后不招店的 你一个人多不安全啊 是啊小姑娘 你一个人不安全 还是等到战廊再下吧 没事 我心里有数 前不招村后不招店 修炼的好地方啊 师父 我也在这下 麻烦停车 附近风景不错 我要去爬山欣赏一下 随便你们吧 喂 如果下车出了事了 可别回来找我的麻烦呢 这小子 跟着我想干什么 别关门 我们也要下 对对对 这两个人流里流气的 一看就不是上茬 能下车 是再好不过的了 小姑娘 小伙子 活可管不了了 自己 就自求多福吧 小妞 这下 就是我们几个了 知道这是啥不 识相点就乖乖把钱拿出来 哥哥今天就不让你见血 呦 这就开始干活了呀 喂 看什么看 想活命就赶紧走 再不走 免你一块抢 连对方的实力都看不清楚 现在的抢劫行业 真是越来越不景气了 喂 小兄弟 干嘛 等一下能帮我一个忙吗 我可不会出手帮你对付这两个人 咳 咳 自恋什么 谁需要你出手 我自己也能解决 喂 打轻骂呛 要看个场合吧 现在是在抢劫 当我们是空气呀 那你要我干什么 当然是 他们叫救护车 咳 自恋什么 谁需要你出手 我自己也能解决 那你要我干什么 那你要我干什么 当然是 我给他们叫救护车 哦 动作确实挺快 啊 大哥 你的臭娘们 别急嘛 你也有份 女侠饶命 能在几秒内完成这么多动作 这女人的功夫 着实不简单 好了小兄弟 接下来就拜托你了 麻烦叫个救护车 把这两个人拉走 顺便也给警察打个电话 送他们回去吃牢饭吧 帮了你 对我有什么好处 当然不会让你白干活了 这是两万块 只要打两个电话而已 怎么样 是不是很专 好 这笔生意我做了 搞定了 警察和救护车一会儿就到 咱们就此别过吧 别着急嘛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文东 咱们交个朋友 如何 不用拐弯抹角 还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够爽快 我喜欢 我看人一向很准 虽然你一直在隐藏实力 但伸手想逼在我之上 我要去前面的香山镇和人谈一笔生意 你和我一起去 帮忙提着箱子就行 报仇五十万 听起来还挺轻松的 报仇也不错 带路吧 香山镇离着旅二十公里呢 我已经提前把车停在了前面的树林里 跟我来 到了 这就是我的坐驾 事先提醒一句 我可是老司机 车速比较快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哦 是吗 那我都要见识见识 敢把车停在这荒郊野里 保险起见 还是用神识观察下 哦 箱子里装的竟然是枪 这女人 还真是什么生意都敢做 喂 干嘛呢 快上车吧 系好安全带 我们出发 等会儿进入交易现场 对面有可能安排人 拿着武器盯着我们 你不用紧张 只管听我安排 和对方交换箱子就行 哦 知道了 叶末 你为什么还不回来 难道是她 清雪怎么样 可以出番了吗 是你啊木梅 我 我还没收拾好 啊 叔叔阿姨已经等了我们两天了 你还没准备好吗 是吗 叶末已经走了两天了 木梅 我想请你帮我把这套房子买下来 无论多少钱 啊 我们都要离开这里了 还买房子做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是感觉 把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弄丢了 买下这栋房子 也许将来我还有机会 把它找回来 我真的好想当面和她说声对不起 哎呀清雪 你怎么又哭了 不好意思 房门没关我就进来了 没打扰到你们吧 清文姐你怎么来了 清雪我给你介绍下 这是宁海苏氏集团总裁 苏敬文小姐 也是我大学时的学姐 我听说叶末住在这里 请问她这会儿在吗 叶末她失踪了 我也好几天联系不到她了 失踪 怎么回事 那家伙一声不吭就到处乱跑 把我们清雪急得直掉眼泪 难道之前在她公司听到的那些传闻是真的 哎 你看 那个美女又来找叶末了 叶末不就是那个对云经理欲行不轨的变态吗 对就是她 二位小姐 我认识叶末 她不是那样的人 请你们不要到听途说散播谣言 我亲眼看到云经理和她对峙 就是 无限你去问问云冰姐啊 自己搞不清楚状况 还说我们散播谣言 真可笑 哎呀陷入爱情的女人都是盲目的 这 这怎么可能 我不愿意相信她会是那种人 但她的上司没有理由冤枉自己的下属 所以我今天特地来找她问个清楚 敬文姐 我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我可以担保 叶末她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我不愿意相信她会是那种人 但她的上司没有理由冤枉自己的下属 所以我今天特地来找她问个清楚 敬文姐 我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我可以担保 叶末她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嗯 你说的对 是我不好 我不该怀疑她的 那 我就先告辞了 如果叶末回来 也不必告诉她我来过 敬文姐 等一下 其实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我听说叶末曾经在你生日时 送你一条熟练 如果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我 我想 手链 你说的是这个吗 这确实是叶末在宴会那天送给我的 我很喜欢 但你是她的妻子 既然开了口 我也没有理由拒绝 不过 这条手链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 所以 希望你能允许我留下一半 敬文姐 谢谢你 明明是我提出的无理要求 好了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如果有叶末的消息 麻烦也告诉我一下 这小子 从见面到现在都是一副淡定的样子 可真是让人看不顺眼 看我吓下的 好险 好险 差点翻下去 还好老娘车气了得 喂我说 哈哈 装不下去了吧 就说嘛 从来没有老娘知不了的人 怎么了小兄弟 是被我的车速下到了吗 没关系 如果你害怕我就开慢点 不是 能不能开快点啊 按你这个速度什么时候才能到 我赶时间啊 赶紧的吧 加速 知道了别看了 前面转个弯就到了 等一下你拎着小箱子 把大箱子给我 走啊 你在找什么呢 找墨镜啊 我可不想被人记住长相 牵扯进什么麻烦势里 还以为你真的天不怕地不怕 走吧 进去之后别说话 一切听我指挥 好久不见啊龚先生 我没来迟吧 没有没有 温小姐还是风采已久 应物不仅当年呢 来人啊 给温东小姐 看作倒茶 倒茶就不必了 龚先生 我们准备交易吧 这老头面相虽然和善 但微笑中透着狠毒 还是用神识探查一下 屏风后有两人 门口墙角处也有人外伏 手里都有枪械 看来是蓄谋已久了 哼 如若不是我有神识 今天恐怕凶多吉少了 那好 温小姐 先验一验你的货吧 可以 等一下 龚先生 我看后面的兄弟藏得也挺辛苦 不如叫出来 大家一起聊聊天如何 这家伙在说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好严厉啊 温小姐从哪里请来的保镖啊 水平很高嘛 你们两个出来吧 被人发现就别躲着了 这好东西 只让身后的两人出来 没有暴露前面屏风里的人 龚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莫非是讲不讲道义 拿了货就灭口 干咱们这一行的 多一份戒心 就多一层安全 温小姐 想必也懂得其中道理 您说的没错 其实我心中也十分忐忑 所以 我这箱子里除了你要的东西之外 还有一颗炸弹 如果我不小心按下去 恐怕 喂 我是来赢钱 可没答应要陪你一起死啊 哈哈哈哈 温小姐真会开玩笑 俗话说小信使的万年船 我也只是做一点防范而已 你们俩 还不快把枪都放下 是是 当我是三岁孩子吗 不好意思龚先生 我们之间现在还缺乏信任 所以别怪我出此下策 不好意思龚先生 我们之间现在还缺乏信任 所以别怪我出此下策 哈哈哈哈 温小姐 请便吧 我可是抱着十足的诚意 来人 把钱拿过来 是 温小姐 这是约定好的数额 请您过目 钱没问题 叶末 给他们看货 这是你们要的资料 都在这个箱子里的 验货吗 怎么样 看清楚了吗 吴先生 我仔细核对过了 资料没问题 和约定的一致 哦 是吗 那太好了 感谢温小姐的一路辛苦 我们有缘再见 什么 这老家伙不对劲 目标已瞄准 就是现在 什么 哪里来的攻击 肯定是这女人搞的鬼 滚动 快闪开 快闪开 废话 都不给我射 干掉他们两个 现在都跑 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这 怎么可能 他们早一瞬间全都倒下了 臭小子 难道是你狗的鬼 你到底是什么人 公先生 是你先不讲武德 不得 就别怪我不给你机会 他早就发现了屏幕后面有白负 二位息怒 误会 这完全是个误会 我可以解释 如果不是有他 我现在已经死了 你就误会就完了 等一下 不是我想要算你的 我也是迫不得的 是有人要我杀你的 他是 抱歉 我并不想知道 怎么不让他说出幕后黑手的名字 不需要 我的仇家排成队 估计能有十公里 知道是谁又如何 你哪来的炸药啊 那个装货的箱子本身就是炸弹 我不是说了吗 原来那时候的不是虚张声势 幸亏刚才控制住了局面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这个世界的女人真是太可怕了 这次真是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可能已经挂了 以后需要帮助 尽管来找我 说好的报酬别忘了就行 放心吧 对了叶末 你之前说要去凌晨 怎么不坐飞机啊 我的身份有点敏感 不方便坐 小意思 帮在我身上 我在社会上有点关系 可以帮你修改身份信息 稍等我一会儿 连身份信息都能轻松搞定 看来这女人 确实神通广大 好 这是身份ID卡 名字还是你的 但其他所有信息都是新的了 谢谢 帮我大忙了 这把枪留给你 说不定什么时候能用得上 哦 不必 我有自保的方法 那 好吧 拜拜啦 有缘再见 这里与您还也有千里之遥啊 我也有了新的身份 宋家就算查到我和宋少文的事有关系 也不可能找到这里来 不如在前面的城市稍作修整 想不到这样一座小城 还挺热闹的 老板 买盒玻璃珠 要最享受的那种 好嘞 您拿好 哼 有了这东西 再遇到什么紧急情况 就不用像上次那样摆桌角的 啊 再买点生活用品 就找个地方住下吧 嗯 小偷 喂 还不快把你的爪子拿开 我说臭小子 这不是你逞英雄的地方 别管不该管的闲事 不然小心自己挨揍 哦 小偷 喂 还不快把你的爪子拿开 我说臭小子 这不是你逞英雄的地方 别管不该管的闲事 不然小心自己挨揍 哦 原来还是团伙作案啊 正好我今天有时间 就陪你们玩玩 啊 真是 什么情况 都没看清这小子的动作 我就突然被打飞了 啊 老大 混蛋 我都不耐烦了吧 敢动我老大 老二 别冲动 这小子不是普通人 不错 很有勇气 只可惜 找错对象了 哎呀 我去 差一点命中要害了 这次饶你们一命 再敢让我看到你们为非作胎 就不会这么简单了 是是 谢谢大哥 这位朋友 请留步 怎么了 有事吗 多谢您仗义出手 在下卓箭社 没什么 举手之劳 相聚就是缘分 我想跟你认识一下 不知是否有这个荣幸啊 哦 你误会了 我并不是想要你感谢 只是看不惯 他们成凶作恶而已 哎 小兄弟 我看你身手不凡 若是能陪我去一趟临城 有丰厚报仇相送 临城 如果是顺路又有钱哪 倒也不是不行 你去临城做什么 我要去临城附近的流蛇镇办事 只是流蛇靠近几国边境 又常有流寇出没 实在是太乱了 小兄弟 你的身手了得 如果愿意做保镖陪我去一趟 报仇随你看 听起来倒是不错 哎 正强 我也要去临城 和你也三十顺路 这会儿我接了 报仇我可以不要 只是到了那里 需要请你帮我找个落脚之处 这可不行 恩人 你就不要客气了 临城我有熟人 提供住处不是问题 既然如此 就出发吧 再过半个小时 就到流蛇镇了 这里靠近边境 人烟稀少 哦原来如此 怪不得连个村庄都看不见 没想到会误打误撞来到流蛇 这里虽然荒凉 倒也是修炼的好地方 老板 前面有人拦车啊 不好 恐怕是遇上了当地的流寇劫匪 天已经给你们了 请你们高抬跪少 是啊大哥 放了我们吧 想走 想走 小的你自己滚吧 至于这个女人 得给我们留下 有我在 你们谁也别想碰她 哇 真可靠 我煮三下 立刻从我面前消吃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了 三 二 大哥 别别别 我走 我走 喂 原来是个怂货呀 妹子 你还是跟着本大爷吧 放开我 喂 靠边停车 都给老子下来 司机师傅 这些 是什么人 好像是个叫什么 十三太保的组织 在流蛇寨 无恶不作 既然不是什么善人 那就交给我了 喂 不想死的 都给老子下车 听见了吗 小兄弟 他们手里有枪 你一定要小心啊 放心 拿着枪的垃圾 也还是垃圾 小子 你是不是找死 找死的人 找死的人 是你 你是什么人 用不着知道 开枪 给老子打死他 消消失了 什么时候出现的 不可 我跟你拼了 不知死活 既然如此急不可耐 送你一程 哇 帅哥好厉害 居然硬刚持枪劫匪 这小兄弟比我想象中 还有厉害 果然不是一般人 这不是卓叔吗 居然硬刚持枪劫匪 这小兄弟比我想象中 还有厉害 果然不是一般人 这不是卓叔吗 卓叔 小蕾 怎么是你 野兄弟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侄女的好朋友 小蕾记者 你好 小哥哥 对了小蕾 流蛇是边境小镇 混乱得很 你跑这里来干什么 最近很多来凌晨旅游的游客 无故失踪 听说和流蛇的十三太保有关 我就想来流蛇暗访 没想到碰上了流氓 还好碰上了你们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你孤身一人实在危险 我刚好要去流蛇办事 不如你跟我们一起 也好有个照应 喂 什么事 老板 方会长被十三太保劫持了 我们的货也被抢走了 你说什么 老板 你快想想办法吧 时间不等人呢 叶兄弟 我在流蛇的货物被十三太保抢了 此物对我十分重要 可否欠您相助 我既然答应了这一路护送你 自然会帮你找回货物 但十三太保行踪鬼秘 怕是不好找啊 齿老板 你看 救命啊 这不就是县城的导游吗 刚才我已经废了他们几个人 就顺路把他们一锅端了 要不要再找点人帮忙啊 不用 我一个人足够了 叶兄弟 我们到了 这里就是流蛇镇 因为靠近边境 导致这里各方势力鱼龙混杂 时常爆发火拼 逐渐变成了一个成不像成 债不像债的地方 老板 看到十三太保的牌匾了 就在前面 卓老板 等一下我一个人进去就好 你们就在车里等着 这怎么行 你是为了我才卷入这趟浑水 我怎能袖手旁观 罢了 那你跟在我身后 注意安全 我们走 十三太保 给我滚出来 哪来的不长眼的狗东西啊 狗东西 没人教过你 要讲礼貌吗 你当老子是吓大的 你个小拳头 吓唬谁呢 哈哈哈哈 我的手 我的手断了 这 什么 兄弟们 请上 弄死这小子 正好省得我一个一个收拾了 朱老板 我们打了几个了 八个 已经八个了 唉 这帮家伙号称十三太保 实际却不堪一击 我都还没热身就结束了 这 神技啊 野兄弟真的是世外高人 我 我投降 大佬饶命啊 不打了 不打了 我投降 你想要什么 随便拿 只要大佬放我一条生路 哼 暂且留你一命 若是以后还在留守为非作态 就别怪我无情了 不敢 绝对不敢了 朱老板 我们进去救人拿货 嗯 这屋内好重的灵气 是从那个盒子里散发出来的 这是 紫心藤 没想到这个星球虽然灵气稀薄 但灵物确实不少 在引心草之后 又找到了紫心藤 野兄弟 这位就是被他们绑架的方会长 这次多谢野兄弟来营救 大恩大德 方某记下了 卓兄 你要的紫心藤就在那边 不知道你有何用 唉 我儿八岁突然痴呆 明依说 有种紫色的藤木泡水喝 方能救他 所以我才拜托你 在流舌这边的山林里寻找此物 嗯 那位医生只说对了一半 紫心藤确实灵物 但此物对你儿子的身体有害无力 什么 野兄 此话怎讲 此物属因 你儿子服用此物 只怕会加重病情 不过 在下略通医术 你儿子的病 我或许有办法 此物属因 你儿子服用此物 只怕会加重病情 不过 在下略通医术 你儿子的病 我或许有办法 真的吗 虽不敢说有十成把握 但至少有九成 碰到野兄实难我之大幸 如若我儿子能治好 必有重谢 唉 重谢不必 只需卓老板 将这种草割爱给我就行 小意思 本来我也是为了给犬子治病用的 如有需要 尽管拿去 卓兄 野兄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还请二位一步去我大刀会戏料 调查的结果如何 家主 已经查清楚了 请看VCR 大少爷为了见凝青雪 一周前带着阿发和王船秘密去了宁海 但是据我们调查 少爷没和宁青雪见上面 反而跟叶末遇上了 之后少爷出事 叶末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之后我们看了路上的监控 发现车子是在行驶途中突然坠崖的 会不会是司机喝了酒 不会 而且阿发是十几年的老手 车级检数 绝不会发生意外 那个叶末 现在有消息吗 目前还没有 我们找到了叶末宁青雪小区的监控 不过 里面的资料已经被删除 目前正在恢复中 家主 被删除的监控记录已经恢复好了 立即不放出来 果然跟这混蛋有关系 可恶 就算挖地三尺 也要把叶末给我找出来 叶末 你到底去哪里了 为什么还不回来 真是个财迷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正不像个男人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说的那些话 伤害了你 你才选择离开的吗 启风啊 这不是叶末之前很爱惜的草吗 好像发芽了 一定要把它好好保护起来 等叶末回来 自从那件事之后 叶末再也没来公司上过班 应该是她害怕见我 故意躲起来了 叶末你别走 把话给我说清楚 为什么要那样对我 你真的认错人了 我只是路过 绑架你的人不是我 可是她那副神情 不像是撒谎 难道 是我冤枉了她 可是我清楚记得 那天被下咬之后 睁开眼 第一个看到的 就是她 昏迷中你以为 听见有人说话 当时应该还有其他人 无论如何 这件事跟她一定有关系 对了 那天地上有个摄影机 这个存储卡 有人把它放进了我包里 你 混蛋 臣无耻 好久不见啊 正少 是 是你 我 我就是站她身子 一天小时而已 您打扰她俩放过我吧 原来 原来是叶末救了我 我要去找她 竟然冤枉了救命恩人 我真是愚蠢 一定要向她道歉才行 你们谁看见叶末了 没看到啊 她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 芸小姐 请留步 你是 我是叶末的朋友 之前听说芸小姐跟叶末之间有过节 今日去见你着急找她 我很是好奇 到底是什么原因 你是叶末的朋友 那你能联系上她吗 我想跟她道个歉 之前的事是我错怪她了 哦 芸小姐可否说来听听 哦 你是叶末的朋友 那你能联系上她吗 我想跟她道个歉 之前的事是我错怪她了 哦 芸小姐可否说来听听 事情是这样的 我居然不相信她 在她看来 我恐怕是忘恩负义 以冤报德 我又何尝不是呢 我若是坚信她的为人 也不会见过宁清雪之后 又专门来子求证了 对了 叶末现在在哪里 她消失很久了 没有留下任何讯息 是吗 我一定要找到她 亲口向她道歉 来来来 叶兄 我先敬你一杯 是啊 此次流蛇阵之行如此顺利 多亏了叶兄 方会长才能顺利脱险 二位太客气了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我听闻大刀会是流蛇三大帮会之一 现在十三太宝覆灭 方会长前途不可限量啊 来 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卓叔 你们喝酒居然不叫我 莫哥哥 你什么时候也来我家做客啊 我还没感谢你救命之恩呢 我此番还有要事要做 那点小事你不用放在心上 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哼 莫哥哥明明就是推托 小蕾啊 叶兄弟确实有事 来日方长 等回了京城 我一定拉他去你家 让你好好感谢他 方会长 叶兄弟 我和小蕾还要回京城 就先走一步了 卓兄 路上注意安全 放心吧 我们改日再见 我还要在流舌待一阵子 处理事情 恐怕要麻烦方兄安排个住处了 取手之劳 叶兄弟千万不要客气 对了 不知这子心疼 方兄是从何处得来 此物乃是我一年前 在邻国靠近边境的森林中 一具僧人尸体上找到的 我见他隐隐发光 绝非凡品 就带了回来 至于僧人尸体 也就地掩埋了 啊 方兄可还记得埋葬僧人的地方吗 当然 我还画了地图 标注了墓地 原打算有机会 前去祭拜 这份地图 可否借我一用 哈哈哈哈 野兄弟拿去便是 诺大的院子 竟然只有此处有土壤 还有仅剩的几颗阴心草种子 希望这里的土壤 适合种植 原本以为是个平凡的世界 但现在看来 这里比我想象的要复杂 啊 不如去看看那个埋葬僧人之地 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 快搜 眼睛都给我擦亮点 那家伙脚受了伤 跑不了多远 走 去那边找找 啊 好险 差点就被发现了 嗯 婴儿 从那边飘过来的 啊 竟然有人 啊 真是火酒店 怎么会有人在这深山老林里烧口 啊 啊 我闻起来真有点饿了 队长 那边有人 过去看看 喂 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唉 真是走到哪里都能遇上麻烦事 老子问你话呢 你敢假装听不见 快说 再不吭声 就一枪帮了你 不好 那小子有危险 我不能连累他 喂 别伤害无关的人 我在这里 哦 算你失效 自己冒出来了 别急 老子一枪一个 送你们上天 我最讨厌 被人拿枪指着头 居然一瞬间打倒两个人 这样的势力我从来没有见过 不好 实际过道啊 我的头好远 我 怎么了 是 是你救了我 哦 你失血过多晕倒了 我给你输了点灵气 现在应该无碍了 哦 吃个鸡腿 补充点体力吧 哦 你失血过多晕倒了 我给你输了点灵气 现在应该无碍了 哦 吃个鸡腿 补充点体力吧 多谢恩人出手相救 嗯 不必客气 我叫叶末 他有名字就好 叶大哥 那些人是邻国的恶狼组织 在边境地区为非做的 我们是流水本地的猎鹰小队 还有几个队友被他们包围了 求你救救他们 这里地形复杂 寻找僧人之墓 怕是要浪费不少时间 不如救下他们 说不定有什么线索 啊 你的队友在何处 在前面 我带你过去 这个洞叫寒蝉洞 一手难攻 我们的人就被困在洞里 寒蝉洞 之前好像听方会长提过这个地方 有枪手 看来我们没来晚 他们都还活着 不过埋伏我们的有十几个人 我们只有两人 要想个办法 我先上去探查一番 你站在这里不要走动 先用神师看看情况 森林里事业狭窄 万不可掉以轻心 十人 看来人数跟王启说的差不多 不过 好在不分散 可以一窝端 不好 是烟雾弹 看来天人准备进攻了 烟雾弹 来的正是时候 开始围剿 Go Go 机会来了 注意站位 小心埋伏 看招 小心 十二点钟方向有狙击手 还在快速移动中 还剩八个 得快点了 要在烟雾消散前解决他们 开火 快开火 压制住他在行动 天真 混蛋 总有人一起射箭 把他打下来 一个犯罪组织 竟然如此训练要素 比十三太保那帮人可难缠多了 队长小心 他绕到你后面了 不对 在上面 真是有点狼狈啊 看来提升修为刻不容缓 不然下次再遇见这样的状况 恐怕生死难料 可恶 炮弹后就是连续的枪手 不知道前方战狂如何了 王岐 敌人已经全部解决了 进去找你的队友吧 叶大哥 你真是神了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还好 对方 没有你说的那么多人 别谦虚了 对面可都是全副武装啊 那么多废话干嘛 快去找你的朋友 刚才一阵乱枪 现在又安静了 是不是那群狗崽子被王岐解决了 别想那么多 王岐能死立逃生 就已经是万幸了 希望他千万别回来送死 晚清 你坚持住 只要王岐带援军回来 我们就有救了 我没事 大不了我冲出去跟那帮混蛋同归于尽 你们趁乱逃出去 别说傻话 晚清 吴伟 卢临 你们在里面吗 我是王岐 大家快出来 我带援冰回来了 王岐 是王岐的声音 竟然真的是他 喂 我们在这里 太好了 他们都还活着 你们没事吧 我和吴伟都没事 但晚清伤得很严重 需要紧急处理 不过你是怎么进来的 厄劳组织的那帮人呢 嘿嘿 都被我请来的救兵击伴了 他叫叶末 一个人单枪匹马就搞定了十几个对手 我的刀山也是叶大哥运功至好了 那晚清的伤有救了 王岐 你走前 防止还有残余敌人埋伏 五尾殿后 我搀扶晚清走中间 是 走 叶大哥他就在洞外 哎 王哥 我能拜你说的那个叶大哥为师吗 人家可是世外高人 我可不敢保证 我刚才遇到叶大哥的时候 他正独自一人在这种深山老林里吃烧口呢 啊 这心也太大了吧 这家伙进去有一阵了 怎么半天还没出来 喂 叶大哥 哦 看来都还安然无恙嘛 让你就等了 这就是王岐说的高手啊 居然这么年轻帅气 这位大哥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听王哥说你的武艺高强 所以我想拜你为师 哈哈哈哈 让你久等了 这就是王岐说的高手啊 居然这么年轻帅气 这位大哥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听王哥说你的武艺高强 所以我想拜你为师 哈哈 我的水平还不够 做不得别人的师父 这次也只是险胜而已 叶大哥这次出手相救 我们定会报答 若是有什么用得上的地方 那附近有两颗高大的万年青 你们是否知道 万年青 我知道在哪里 我可以带你去 只是我的腿 把它放下 让我看看 太好了 有叶大哥帮忙治疗 万青你一定会没事的 慢一点 别碰到伤口 叶兄弟 万青就麻烦你了 我们去打扫一下刚才的战场 放心吧 这个女人都是雷厉风行 做事爽快 叶大哥 我受的是枪伤 不知道能不能治 啊 看上去倒是不严重 我催动真气 把子弹取出来即可 那还等什么呀 请帮我治疗吧 嗯 这个 伤倒不是难事 只是 服装粘在伤口上不好处理 可能要麻烦 你把裤子脱下来 我才能动手治疗 脱裤子 你要是不好意思 我可以帮你哦 你你你你别过来啊 看你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 开个玩笑逗逗你而已 放心吧 把裤子撕开个口子就行 我都受伤了 叶大哥还拿我寻开心 忍着点 可能会有些痛 这感觉 仿佛有一股温暖的热气 慢慢注入体内 好舒服啊 而且感觉子弹 正在被妈妈的向伤口牵引 好了搞定 这么快就结束了 嗯 我已经用真气把子弹取出 估计明天早上 就能自由行动了 谢谢你啊叶大哥 不过话说回来 像你这样的女孩子 为什么会选择加入这种 舞刀弄枪的组织 我喜欢充满刺激的生活 讨厌一传不变 才努力锻炼自己 加入了这支猎鹰小队 不说这个了 我带你去找万年青吧 好 你的伤还没彻底痊愈 我扶你走吧 嗯 对了 你是怎么知道 这山林中那两颗万年青的位置的 说来也巧 也是我们为了躲避追兵 进入山谷无意中发现的 那两颗植物外形比较特别 所以我特别留意了下 晚青 你要去哪里 队长 我带叶大哥去找万年青 一会儿就回来 啊 这 这是那个冷冰冰的晚青吗 怎么听上去语气中 充满了愉悦 陆队 晚青伤的这么重 真的不要紧吗 有叶兄弟在 想必不会出什么问题 哦 之前晚青一向圣人勿进 这次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哼 叶大哥这样的身手 能得晚青青睐于是正常 美人配英雄 哈哈 所以我们万年铁树吃晚青 要开花了吗 少废话 快点整理好这些枪 有你啥事 叶大哥 你会不会觉得我喜欢打打杀杀 是个不够温柔的女孩子啊 啊 没有啊 我见过很多女子 像你这样洒脱爽力的 倒是没有 真的吗 不知道为什么 我第一次见到叶大哥 就有种熟悉的感觉 刚才说真气的时候 我就有所察觉 这个女孩的灵根很是不错 日后 说不定能有所成就 那是因为 你也有灵根的缘故 有机会我们一起修行 叶大哥 你看那边 找到了 看来三人之墓就在这儿了 不过这里土地松软 若是用了掌剑 怕是会毁了土里的东西 还是用最原始的办法吧 找到了 僧人遗体 那个是 看起来 好像是一张地图 这上面的文字 我一个也看不懂啊 这荒山野岭的 上哪找人翻译呢 咦 竟然是范文 哦 你认识这些字吗 这上面的文字 我一个也看不懂啊 咦 竟然是范文 哦 你认识这些字吗 嗯 这些字我认识 是用范文书写的 以前我小的时候 爷爷教过我 上面的文字不是很全 主要记载了圣湖 圣门和 死亡之海 死亡之海 那是什么地方 死亡之海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塔拉沙漠 据说其中没有宝藏 曾经有无数探险队 但都无功而返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上面只记载了这些 谢谢你 晚清 多亏了你 给我省了好多的麻烦 不客气 叶大哥 能帮上你的忙 我很高兴 你先去休息吧 我把这里重新买好 虽然拿到了地图 但是还有许多不明不白的地方 子信藤生长条件严苛 怎么会在沙漠车上关系 他们之间 到底有什么联系 罢了 等这边的事情处理完 就去塔拉沙漠转转 看看有什么发现 不好 有杀气 糟糕 躲不定了 小心 叶大哥 你没事吧 文青 快闪开 难道这家伙是冲着我来的 这不是普通的蛇 必须速战速决 否则文青很危险 文青 不好 面色灰暗 伤口毒气外溢 刚才那果然不是普通毒蛇 而是 子狼 喂 发生什么事了 晚清被毒物咬伤了 此物名为子狼 虽然外观和蛇差不多 但是外皮坚硬 速得极快 最重要的是 子狼奇毒无比 绝非一般毒蛇可比 那怎么办 大哥 求您救救晚清 糟了 毒气已经开始相伤蔓延 一旦进入头部 就回天无力了 那怎么办 这里方圆几十里都没有医院 晚清不是死定了吗 子狼一般不会攻击普通人 他是冲着我来的 晚清是为了保护我 在受的伤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他 虽然以晚清的身体素质 尚能坚持一阵 不过若是无法解毒 最后还是难以保住性命 劫刺毒的特效要是移心草 可我手头一根都没有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对了 我的血液里 尚有银心草的药性存在 事不宜迟 叶大哥 你正确干什么 我常吃草药 血液里有些药性 先试一试 兴许能救晚清 睁眼了 他睁眼了 晚清 你感觉怎么样 叶大哥 我喝的是 你的 没事 你是为了救我才中毒的 我一定会用一切方法救你 谢谢 谢谢 好了 你先休息吧 我去附近查看一下 有没有资狼的痕迹 被他跑掉 总归是个后患 下次 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这次你差点就没命了 可是如果是你受伤 我会 会很难过 我一个大男人 受点伤也没什么 以后遇到危险 要先保护自己 知道吗 我不管 我就是见不得你受伤 你的命比我更重要 你这是何必 这姑娘不会对我 这才初次见面而已啊 晚清 你刚醒不久 情绪不能太过激动 叶大哥武功了得 定能自保 你就不用操心了 说起来 资狼这种灵兽 若是能被收服 也算是个不错的帮手 你们在这里等我 我去去就来 叶大哥等等 我和你一起去 你伤还没好 就别乱跑了 队长 晚清这回是摆明了 看上了大哥 别人小两口约会 你瞎操什么心啊 也是 碰上叶兄弟这样的青年银行 哪个姑娘看了不心动 我说 队长 你不会 也看上叶大哥了吧 队长 晚清这回是摆明了 看上了大哥 别人小两口约会 你瞎操什么心啊 也是 碰上叶兄弟这样的青年银行 哪个姑娘看了不心动 我说 队长 你不会也看上叶大哥了吧 好你个无尾 但肥了 连我也敢调戏 你跑出来参加联营小队 家里人同意吗 家里想让我回去继承家业来着 我才不愿意呢 对了 叶大哥 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 什么 像你这么优秀的人 一定有女朋友了吧 女朋友 没有啊 真的吗 不过 老婆倒是有一个 叶大哥 你竟然一年早婚了 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啊 她跟你一样 不想服从家里的安排 有一天 她提着行李箱 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要与我假结婚 什么 假结婚 那个女人居然利用你做这种事 太过分了 被她利用吗 其实 也是我自愿的 她的眼神 很像我曾经一味旧事 只是 我们不说这个了 都是我不好 提起了大哥的伤心事 不要紧 来了吗 神石 果然是刚才那只 原来这只子狼 一直躲在中观察我 此时不逃 定是还想找个机会攻击 想办法卖个破绽 吸引她过来 跟我来 啊 大哥 我们去哪儿啊 上钩了 哪里跑 我去 你快要握手指 这毒物身上 勾滑得很 我快抓不住了 啊 啊 好 知道了 小东西 看我怎么治你 看我怎么治你 碗青 快把你手上的血 滴到她头上的血槽里 好 天到毙 日月聚 河神不服 驾 大哥 这东西看着没变化呀 叶大哥 他朝我这里爬过来了 没事的 他已经不危险了 哇 他爬我腿上了 他真不咬人吗 别怕 四郎已经任你做主人了 以后我不在 就让他保护你 可是 我要喂他吃什么呀 你让他自己找东西吃就好 他最爱吃竹笋 啊 他整这副样子 居然吃竹笋 别看他外表凶猛 那里也是个护主的蟒虫 好了 天快亮了 我们快回去吧 叶大哥 你什么时候走啊 啊 明天 我已经在此处逗留太久 你的商业已经痊愈 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 那 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你 你有空了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嗯 我记住了 哇 他钻我胸口里去了 哈哈 他是在表达亲你呢 今天太阳好舒服呀 也不知道叶大哥现在怎么样了 文青 你在这里干什么 队长 你的叶大哥都走了 还在想他 队长 你又取笑我 不过 叶大哥他虽然外表看起来冷冰冰的 其实是个温柔体贴的人 为了保护我 不惜冒着危险抓资狼 临走前还叫了我们好多防射技巧 哈哈哈 叶兄弟确实很有魅力 也难怪你这么喜欢 等这次任务结束 给你放个长假 让你好好去看看他 哇 队长你真好 哎呀 你怎么现在也变得黏黏糊糊的 叶兄弟确实很有魅力 也难怪你这么喜欢 等这次任务结束 给你放个长假 让你好好去看看他 哇 队长你真好 哎呀 你怎么现在也变得黏黏糊糊的 会长 不好了 青龙帮打过来了 这次他们蓝石雄雄 恐怕不好对付呀 慌什么 我大刀会也不是吃醋的 如今十三太宝 残存旧党已经被禁术收编 我们的实力和青龙帮不相上下 石头 你带上弟兄去收拾他们 遵命 各位 到我们大战拳脚的时候了 跟我一起去灭了青龙帮 走 我也去 石头哥 青龙帮这次跟以往不一样 他们带了好多武器 还是小心为上 很多武器 来得正好 大家超家伙 今天就是我们大刀会的立威之战 哟 这不是大刀会的会长方南南哥吗 好久不见呢 少废话 我的地盘不欢迎你们 哼 听说你们大刀会一夜之间吞并了十三太宝 赫赫威名都传遍四方了 我们特来拜会一下南哥 带着火箭炮来做客 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 怕是图谋不轨吧 哼 这可是送给你的大礼啊 我看你们敢不敢收下了 这帮混蛋竟然一言不合就开火 小心 大家不要慌 青龙帮 你们是想全面开战吗 流蛇 可是任由你们没所欲为的地方 哼 坦克帮我好好招待发会长 下手可别太重了 留他一口气 哼哼 没问题 那就只打断他的两条腿吧 混蛋 别太嚣张了 看招 不愿是打断我的腿吗 来呀 南哥加油 好好教训他们 兄弟们 一鼓作气 把青龙帮赶出流蛇 都给我上 真是一群傻子 大刀会冲上来了 快撤 哈哈哈哈 他们怂了 兄弟们冲 追上去干他们 奇怪 他们来势熊熊 装备齐全 怎么撤得这么快 难道 石头 别追 小心有诈 该死 哪来的网 青龙帮 你们这群卑鄙小人 是竟然烦心的 哈哈 哈哈 大刀会果然都是群没脑子的废物 传言说 你们能吞并十三太保 靠的是背后那位高人 如今高人不在 你们就是乌合之众 可恶 南哥 别管我们 快走 混蛋 大刀会能有今天 靠的可不光是叶兄弟 我手下 没有一个是脑肿 哦 原来那人姓叶啊 十三太保年年 向我青龙帮进贡 都是他坏了老子生意 不过话说回来 吹什么你们大刀会没有孬中 这不就是一个吗 多亏了他 我们不知陷阱才这么顺利 二狗 竟然是你小子勾结外人 坑害自己兄弟 我放南 究竟哪里对不起你 这年头还讲什么江湖义气 谁给我钱我就干了 跟着谁 大刀会这么穷 半点油水都捞不到 你这叛徒 哎 连手下都背叛了 我看大刀会气数以尽呢 今天就是你们的覆灭之日 啊 是石头的人 看来还有希望 先稳住青龙帮再说 好吧 这次我们甘拜下风 究竟要怎么样才肯放了我手下兄弟 哎呦 方会长刚才的气势去哪里了 你是在求我吗 只要能放了他们 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不好了 老大 大刀会的惨党从那边杀过来了 不要急 跟他们多号一会儿 方会长 你难道没发现我们的主力都不在这里吗 你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尽管拖延时间 我的手下已经去往姓燕那小子的住处了 这会儿 恐怕他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了吧 这些家伙的目标竟然是叶兄弟 他最近不在这里 不过交代过我 好好照顾那些花草 若是出了什么岔子 青龙帮啊 你们这次可真的惹了不该惹的人 这些家伙的目标竟然是叶兄弟 他最近不在这里 不过交代过我好好照顾那些花草 若是出了什么岔子 青龙帮啊 你们这次可真的惹了不该惹的人 男哥 你快去救叶哥 别管我们 这里我还能招架 只不能让叶大哥出事 石头 你等我回来 叶兄的花草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大哥 方南跑了 随他去吧 他一个人去也是送死 在边境丛林里耽误了几天 不知道种下去的银心草开花没有 现在修炼到了平静 能不能突破就靠那些草了 我住的地方怎么起火了 难道是方会长出事了 你们这些畜生 我跟你们拼了 就凭你一个 没抓到姓叶那小子 方南倒是主动送上门了 我倒要看看 你护着的土里到底有什么宝贝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你们就休想胡来 不就是些烂花草吗 我还当是什么稀奇宝贝 看着就暗眼 你给我住手 你们这群人渣 敢来我院子里撒眼 是活的无奈烦了吗 叶兄我对不起你 没能护住这里 被这群砸碎 哼 你就是姓叶那小子吧 听说你一个人灭了十三太保 大哥别跟他废话 我们先教训教训他 好去吧 今天 一刻应跑不了 这这 锦衣瞬间就 混蛋 都愣着干什么 一人给老子上 剁了他 怎么 怎么可能 你你你 你到底是什么妖怪 少废话 刚才是你踩了我的草吗 大哥 不我爹 你是我爹 那些草多少钱 我都赔给你 不用了 没不起 真庆幸我是叶兄的朋友 而不是敌人 南哥 叶哥 你们没事吧 石头 你还活着 兄弟们呢 放心吧 放心吧 南哥 兄弟们批此奋战 已经把青龙帮赶跑了 好样的 你们都是好样的 对了 那些草 叶兄 对不起 我没护好 您托付给我的东西 我 方会长何出此言 叶大哥有所不知 你走之后 青龙帮就上门寻仇 本来我们倒也不惧 没想到 他们竟然使阴招偷袭 而且 他们打听到你的住处 南哥为了保护你留下的花草 一个人冲了过来 但 还是没拦住 原来如此 多谢方会长啊 多亏了你护着这片土 才能留下这些种子 有了这些种子 银心草 就还有希望种出来 太好了 这次若不是叶兄回来得及时 我怕是要折在这儿了 我离开树日 小鸭并无长大的痕迹 看来这里的土地 不适合种草药 叶兄的意思是 要离开刘蛇 方会长 现在青龙帮气数已尽 希望你能维护好刘蛇当地的秩序 别再让百姓受苦 叶兄弟放心 我定不负所托 让刘蛇的百姓过上好日子 嗯 那我先行一步 后会有期 一路顺风 叶大哥 保重 要找个适合银心草生长的地方实属不易 之前宁海的土能种火 看来 只能先回去了 只是此套回去 宋家 恐怕是避不开了 要找个适合银心草生长的地方实属不易 之前宁海的土能种火 看来只能先回去了 只是此套回去 宋家恐怕是避不开了 有叶末的终结了吗 根据刚送来的线报 我们发现一个可能是叶末的人 据一位长途车司机说 此人在云香山岭下了车 这之后消息就断掉了 云香山岭 那里是崇山峻岭 若是他一直躲在里面 找起来麻烦得很啊 海克 不必担心 山里环境恶劣 想必他也躲不久 我们只要等待时机 必能一举拿下他 好 既然他想得我就陪他耗着 我倒要看看他能在深山老林里待多久 你去安排 不要打草惊蛇 就等他自己从山里出来自投卢网 是 还有 既然叶末不肯露头 那就找他的家人收点利息 叶末 这周你最在乎的草都长大了 你怎么还不回来 清雪 你不能总是留在这里 你该振作起来 有自己的生活了 我还是担心叶末 宋家都一直没有找到他 说明他已经躲在了安全的地方 你就别操心了 可是对方仍然没有放弃追捕 叶末一旦出现就有危险 就算如此 你也没必要一直耗在宁海啊 万一宋家再次派人找上门来 岂不是很危险 我不怕 虽是假结婚 可他却对我多方照顾 又因为我的事被追杀 现在我怎么能弃他不顾 随你吧 真拿你没办法 那我去下超市 家里冰箱都快空了 好 小草啊小草 你是不是有灵性 能感应到你的主人 如今你发出嫩芽 是想告诉我 你的主人要回来了吗 宁清雪是不是住这里 敢骗老子的钱 滚出来 啊 少在这血口喷人 清雪怎么可能骗你的钱 你们这群疯子快走 不然我报警了 小废话 老子说骗了就是骗了 臭婆娘你少管闲事 怎么会突然来这些莫名其妙的人 难道说 是宋家派你们来的 对不对 什么宋家 骗了老子的钱 还有鲜鞋在这里栽花营草 全都给你砸了 住手 清 清雪 杀人了 你们杀人了 喂 谁让你真打的 海阁意思 是只吓唬吓唬他们 我只是脚砸花盆 也不知道他会扑上来啊 快 我还是先溜吧 清雪 你振作一点 快快 女儿的病房 在三楼 你们是宁清雪的家属吗 是 我是她父亲 我女儿怎么样啊 从X光片来看 病人脊椎受到严重的外力打击 造成横断性损伤 啊 脊椎的横断性损伤 什么意思啊 简单来说 就是脊椎内的神经被破坏 大概率会导致全身瘫痪 什么 癱瘫 医生 你在骗我对不对 是不是搞错了 我女儿还那么年轻 怎么会全身癱瘫 这 老婆 你冷静点 来 来来 你先坐下啊 清雪肯定会没事的 天哪 怎么会这样 我 是不是搞错了 我女儿还那么年轻 怎么会全身瘫痪 这 老婆 你冷静点 医生啊 请你尽力医治 只要能救我女儿 花多少钱都行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不过 还是希望你们有心理准备 这种程度的伤 尚没有成功恢复的先例 怎么会这样 可恶啊 宋家 一定是宋家 是烫寒了清雪 老公 你还记不记得素素 这次我要找他 帮我们承治凶手 啊 你是认真的吗 是 但是 清雪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能帮我们的 也只有他了 可是 素素是隐门中人 不便插手 世俗事物啊 那难道清雪 你却要白白遭受 这种痛苦吗 好 这件事 交给我吧 我 这是 清雪 你醒了 好 好疼 妈 我身上好疼啊 清雪 你坚持一下 妈妈 这就去喊医生 不 妈妈 拜托你一件事 把家里 我床边的那个箱子 带过来吧 清雪 清雪 清雪你怎么了 你不要吓妈妈 清雪 老公 这可怎么办呢 箱子 我已经让母妹去拿了 等清雪再醒过来 你先说服她 在医院好好治疗 宁清雪应该已经离开宁海了吧 先回公寓 把泥土带走好好研究一下再说 家里怎么会有这么一滩血迹 谁 叶末 你怎么回来了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 为什么半夜回来我家 这滩血是怎么回事 别废话了 不能待在这里 这里很危险 你先告诉我你是谁啊 我是清雪的朋友 是来帮她拿东西的 回来拿东西 她现在在哪里 还没回宁家当她的大小姐吗 清雪现在在医院 医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宋沙文出事后 宋家到处找你 清雪怕你回来后有危险 死活不肯离开 连你留下的那盆草都舍不得扔 长了魔一样 每天对着她说话 那不就是我之前种的银心草 今天有人上门闹事 她为了护住这草 被人打得几株受伤 今后 可能都站不起来了 闹事的人 是谁派来的 宋家 是宋家的人 他们找不到你就拿清雪出气 我知道了 我夜幕若是怕了区区一个宋家 辛苦修炼还有什么用 对了 清雪她昏迷前 一直念叨着想要箱子 既然你回来了 就给她送去吧 箱子 这是 我送给苏敬文手帘上的玉珠 怎么会在这里 而且只有三颗 要是待在手上 而不是收在箱子里 她就可以免去这场灾祸了 清雪 你好点了没 刚才吓死妈妈了 嗯 我感觉好一些了 妈妈你先去休息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好 那我就先出去了 你有事就按铃 千万别多想啊清雪 我已经找了最好的医生 一定会治好你的 妈妈 对不起 千万别多想啊清雪 我已经找了最好的医生 一定会治好你的 啊 妈妈 对不起 就是这家医院吗 燕莫 对不起 是我的自私和任性 让你卷进了麻烦 她怎么在自言自语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认认真真地与你结婚 无论你是否承认 我宁清雪 就是你的妻子 她为什么要说这些 难道是 遗言 爸爸妈妈 女儿不孝 为家里惹了这么多麻烦 希望我的死 能够让宋家罢守 爸爸妈妈 永远 不好 好险 差点没赶上 又晕过去了 看来这一次 用尽了她全身的力气 先用神石看看她脊椎的伤情吧 嗯 虽然严重 但是对我来说 并不是无法医治 不过还是要先封她的经脉吧 万一治疗期间醒过来 就麻烦了 好 开始治疗 先用银针刺入八个大雪 接下来输入灵气 依靠银针做媒介 再加上我输入的真气 破碎的经脉 内斧 就会开始慢慢修复 只是不知道 我现有的灵气 能不能坚持到治疗完毕 嗯 若是有一颗 师傅炼制的莲生丹就好了 只要再进行一半 我体内的真元 你心快用尽了 不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为什么 身体感觉好温暖 没以前那样疼了 这就是死后的世界吗 终于 终于坚持住了 看她脸上也有了血色 再被和医院后续治疗 应该就没什么大碍了 陈远 消耗太大了 嗯 得吃点东西 补充一下体力 老板 再来一碗饭 我说小兄弟 虽然我们这里米饭免费 但是也不能只吃米饭吧 我点菜了呀 就点了一盘花生米 你把我家饭都吃完了 我还怎么多生意 吃饱肚子 感觉真气也在慢慢恢复了 嗯 这人不是汪鹏吗 他不是苏静文的朋友吗 大半夜在这里鬼鬼祟祟干什么 跟过去看看 虎哥 是我 汪鹏 路上有人跟踪你吗 没发现啊 怎么了 嗯 没什么 也许是我的错觉吧 看来车里的人也是那家高手 我刻意隐藏了气息 竟还是差点没他发觉 您交代的事我都办好了 清治平满意的很 想必不会再推散祖寺了 很好 二少爷那边 我会多帮你美颜几句的 等抓到了叶末 你就等着领赏吧 哈哈 是是 多谢虎哥 没别的事 我先走了 胡哥 你慢走 今天那个王鹏做的不错 送的礼物千世平很满意 离松可不远了 只要千世平能说懂他父亲帮忙 这叶末就跑不了了 我宋家虽然如日中天 但有些事情毕竟不好明目张大地动手 千家可就没那么多顾忌 饶了我们了 我们再也不敢了 哎呀 二少爷 房间里是谁啊 两个废物 让他们去教训宁清雪 下手没轻重 把他给打残废了 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给我往私里打 给他们掌掌记性 原来这些 都是宋家的人 我看那宁清雪 似乎跟叶末改进颇身 不如把他绑了 引叶末出来 这种事咱们不要出面 让作为黑道龙头的千家 去做就好 这些无耻之徒 为了对付我 竟不惜把他人卷进来 监视平一会儿就过来 咱们再一起商量抓叶末的事 不用商量了 我已经来了 是谁 怎么 不是要抓我吗 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你是叶末 我竟然没有察觉到他 看来谭少所言非虚 这个叶末确实有些本事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满你偏来头 今天就是你的死气 速度倒是不慢 看看你的力量如何 什么 你竟然是黄极后期 黄极后期 是这个世界的修炼等级吗 虎哥你没事吧 喂 没事 叶末你别嚣张 老子这就喊人来收拾你 哼 你恐怕没机会了 二少爷 你个混蛋 我不过是把他对清雪做的事还回去而已 如果你下跪求饶 我可以放你要生路 下跪求饶 也太小瞧我了 忘记后期又如何 今天我一定要你的命 这是什么招数 隐隐部施展不开 刚才跟宁清雪疗伤 消耗太大 竟无法施展隐隐部 你不是很嚣张吗 哈哈 别躲了 在我的边佑之下 连苍蝇也休想逃掉 不行 再这样耗下去 迟早会被打出要害 很生一点真缘 既然躲不过 那就放手一搏 找死 既然冲进我的边营里 想和我同归于尽 可能收 什么 好 好险 若不是这人过于自负 今日恐怕凶都几少 本少爷来了 宋少谭 你还不出来迎接啊 你嫂子是谁 这 宋少谭 难道 是你东的手 没错 下一个就到你了 哈哈哈哈 你敢动我 知道我是谁吗 废话真独 快 收眼 发生什么事了 不好 来人了 此地不宜久留 快 收眼 发生什么事了 不好 来人了 此地不宜久留 走 住手 亲手 那小子给我冲跑了 给我站住 全追上来了 身体越来越重 是实际过头导致的吗 美美的做船头 哥哥在岸上走 走 走了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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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走 但奧 走了 都会有人来救你的 走开 别过来 别怕 哥哥会很温柔的 不要啊 不要 原来是一场噩梦 也不知道那些家伙 有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幸亏我叶末及时出现 不然现在 我恐怕已经没脸活在这个世上 又回去好几天了 也不知道苏建文那边 有没有叶末的消息 还真是令人担心 路边怎么有个人躺着 看起来有些眼熟 不对 那个人是 叶末 血迹 天哪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血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云 云边 是你 你先别说话 我正就打电话叫救护车 别 别打 我的身份 不便去医院 来 带我找个安全的地方 等些蜘蛛 就没事了 好 我的车就在前面 啊 慢点走 别摔倒 叶末 叶末消失了这么久 如今却遍体鳞伤 却不去医院 恐怕 是得罪了什么不得了的人 叶末 叶末 你坚持住 千万别睡过去 我们马上就快到了 叶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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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哪里 记得昨晚 我好像准备用这把刀把自己 看来我果然已经死了 桃花里都是真的 人死后所有的病痛都会消失 但是 我为什么还在医院里 不是应该到极乐世界 或者天堂之类吗 清雪你醒了 这这 这怎么可能 妈 还有木梅 你们怎么来了 啊 清雪 你能坐起来了 太好了 你能动了 真是担心死妈妈了 啊 难道我没死 可是我昨天明明自杀了 刀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奇怪 清雪 你能坐起来了 太好了 你能动了 真是担心死妈妈了 啊 难道我没死 可是我昨天明明自杀了 刀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奇怪 啊 家属您别激动 患者突然恢复 先让我给他做个全面检查 呼吸心率都正常 背上的伤口也消失了 连断裂的脊柱都被接上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从一多年 从没有见过脊柱断裂还能复原的例子 这是全球第一例啊 清雪啊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就一个晚上的功夫 你怎么救 我也不清楚 今天早晨醒来 所有的伤就都好了 昨天叶末回来 我告诉了他你受伤的事情 莫非 莫非是他 什么 叶末他回来了 嗯 昨天我回公寓帮你拿箱子 一推开门就看到叶末在家里 他还说要来医院看你呢 这位叶先生 难道是什么影视高人 宁小姐身上发生的事 已经不能用医学来解释了 莫非他得到过什么神医真传 还是像小说里一样 能用真气疗伤 昨晚那个流遍全身温暖的感觉 一定是他来过 可他现在又去了哪里 为什么不出现呢 喂老公 告诉你个好消息 出大事了 你快看今天的新闻 插播一条最新消息 昨夜 宁海某别墅区 发生一起重大伤害案件 宋家二少宋少谭 千家独子千世平 均重伤昏迷 其中 宋少谭脊柱断裂 恐将终身瘫痪 两个家族的人居然在一夜之间都 您害怕是要大乱了 阿姨 宋少谭我认识 但这个千世平又是谁 你还年轻 没听说过他很正常 在下国 宋家固然不好惹 但千世平 却来自一个比宋家更危险的组织 南清 南清的老大 千龙头 不光在下国势力庞大 甚至在国外建立了一支属于自己的军团 而这个千世平 就是他唯一的独生子 那究竟是谁会有这么大胆子 敢同时得罪宋家和南清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两位出门总是保镖不离身 能绕开他们的保镖 想必这个人身手不凡 妈 会不会是 好了清雪 凡是有我和你爸爸 不用想那么多 先把身体养好再说 宋家千家 怎么会这样 听说这两人不是好东西 天天其难罢 不知道是哪位正义之事提天行道 就是就是 这些坏人太可恶了 昨天就是在别墅区外 遇见了浑身是伤的叶末 看来网友说的正义之事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不让我送他去医院 云冰 叶末 你醒了 我怎么会在你这里 我开车路过 看见你倒在路边 就把你捡了回来 对了 之前的事 是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 没事 都过去了 好疼 你身上的伤还没好 别勉强自己 哦 你身上的伤还没好 你身上的伤还没好 别勉强自己 哦 先别动 我拿个枕头给你垫起来 这下舒服多了 真是幸亏遇见了你 如果没有你帮我包扎伤口 恐怕 这次胸都棘手了 不过 你给我穿的 是什么啊 我的衣服呢 你的衣服全是血污 我放车里了 我得去拿回来 里面有一些珍贵的药材 啊 不行不行 你打伤了千世平和宋少潘 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找你 你 你知道是我干的 毕竟你晕倒的地方 就离出世的别墅区不远 加上受这么重的伤 却不让我送你去医院 而且我只是给你简单包扎了一下 但伤口却能快速愈合 想必你不是个普通人 所以八九不离十 就是你干的 但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危险的事 宋少潘指使人打伤了宁清雪 我只是以牙还牙罢了 想保护朋友 还有很多办法 但以暴制暴 我总觉得有些不妥 我就是这样一个以暴制暴的恶人 你知道了这么多不该知道的事 就不怕我 我才不怕 你少在这儿吓唬我 而且 你才不是恶人 之前救了我 宁可被我记恨 都不愿意多说 所以 我相信你 好了 不说这个了 你好好休息 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哦 再说了 我好歹是你上司 哪有上司害怕下属的道理 依我现在的状态 莫人出去确实是下下策 眼下 还是要养好身体 秦文姐 秦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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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梅 你们来了 这么着急找我是有什么要紧事吗 嗯 叶末前几天回来了 真的吗 什么时候 宋家前几天派人来家里打伤了清雪 就在当晚 叶末突然回来 得知清雪受伤后 立马去了医院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医生原本判定 清雪要终身瘫痪 结果第二天她竟然痊愈了 难道是叶末治好了清雪 我才肯定是这样 但是那之后她又不见了 新闻还爆出宋少谈和千世平被人重伤的消息 我怕如果真是叶末干的 她岂不是又要被人追杀 清雪你别担心 叶末那么厉害一定不会有事的 是啊 不好意思啊靳雯姐 我迟到了 萧磊你来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宁清雪和李木梅 你们好呀 清雪木梅 这位是萧磊 我的一位朋友 她说之前在临场的时候遇到过叶末 哇你就是宁清雪啊 京城第一美女果然名不虚传 过誉了 你就是那个很有名的记者吧 我说名字怎么这么耳熟 别说这些了 快告诉我们 你在哪里见过燕磨 嗯我是在灵城附近的流蛇镇见到她的 流蛇 听说那里靠近边境 只按十分混乱 经常闹出人命 是真的吗 对我之前去流蛇做采访 遇上了些麻烦 能顺利归来 也是多亏了叶哥在流蛇出手相救 后来我先离开 叶大哥选择了留在那里 其实我也想不通 叶大哥为什么要去那样一个混乱的地方 我也是偶然在萧磊的报道里看到一个背影跟叶末很像 就问了一下 没想到真的是她 都怪我 叶末是因为我的事情惹了宋家 才不得不躲出去 都怪我 叶末是因为我的事情惹了宋家 才不得不躲出去 清雪你不要太自责 叶末不是普通人 我相信她去也好回来也好 一定有她的理由 对了小蕾 几天前听你说起 此次来宁海是为了宋家的案子 是的 不过这个案子 现在已经不止是宋家的事了 因为牵扯到了千世平 千世平是南青龙头千圣的毒子 此次被重伤 千圣大发雷霆 召集手下是要查出凶手 最重要的是 现在宋家放出风来 说这件事是叶末干的 和千家的人一起 在整个凝海范围内搜捕叶末 啊 叶末你的衣服我帮你拿上来了 给 谢谢了 还好 紫心疼和银心草种子都在 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看来是时候走了 对了 我听说现在宋家派人到处找你 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放心 兵来降党就是了 他们还奈何不了我 没想到 你烧的菜味道真不错 喜欢就多吃点 你的伤也差不多好了 是准备这几天就离开吗 嗯 再待下去 万一宋家发现了我的行踪 就会把你牵扯进来 那事就危险了 我知道留不住你 不过你要答应我 千万别再做什么危险的事情了 没事 大不了下次再被你捡回来就行 好啊 谁想把你捡回来啊 你以为照顾别人很轻松吗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开个玩笑嘛 这次真是多谢你了啊 云冰姐 谢莫 应该已经睡着了吧 那天若是没有你出手相助 恐怕真的凶落棘手 他日若有机会 我夜幕定会报答 再见了 云冰姐 你可一定要平安无事啊 我等你回来 请出示证件并配合检查 对 动静还真不小啊 各个出城的路都被封锁 看来宋千两家 是非要抓到我不可了 自己的公寓肯定是回不去了 只能先找个偏僻的地方落脚 走 糟糕 狡猾了 好险 幸亏有个充气小黄鸭在这里 啊 伤势虽然好了 真气运转但还是不成 看来 还要再过段时间才能恢复 发生了什么事 站住 逃不掉的 有人从楼上掉下来了 黑衣人 城市里居然有一群杀手 反正现在无处可去 不如去凑凑热闹 车就在前面 你先走 我拦住他们 不行 我不能丢下你 看起来 貌似是一男一女被人追杀 而且杀手的实力不弱 这家伙的腿上中了暗器 给我抓活的 妙同 你快走 别管我了 不 我不走 要随意起死 别闹 你还有任务在身 要把宋少台和千世平勾起的罪证 安全送到铁匠 可 可是 妙同 你快走 别管我了 不 我不走 要随意起死 别闹 你还有任务在身 要把宋少台和千世平勾起的罪证 安全送到铁匠 可 可是 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跑 哦 跟宋家和千家有关 哼 那就别怪我多管闲事了 发生了什么事了 有人把后面的兄弟干掉了 怎么回事 你们没看到其他人 速摘速决 然后去问问 那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 好快 饶不饶命啊 不对 这家伙的拳头怎么有气无力呢 糟糕 神奇又阻塞了 这还以为是王者原来只是个青铜 受死吧 谁开的枪 小兄弟别沉斗 赶快离开这里 他们的援兵要到了 快 抓住他们 您还可不是流神那种混乱的边境地区 这个人 怎么还敢再接手随便开枪 算了 还是先走为妙 别跑 救我追 小兄弟来不及了 快上车 好 你 你是谁 为什么要出手救我们 有话等一下再说 先离开这里 小兄弟 刚才多谢出手相救 我叫武玄明 开车的姑娘叫妙童 不知道兄弟如何称呼 所属哪里 我姓叶没有什么所属 只是个普通热心市民而已 倒是你俩怎么被一群杀手盯上的 这个 叶兄弟 请叔我不能告诉你 既然你只是路过 那还是不要选如此事的好 待我们安全出城就放你下车 那正好 我因为得罪了大人物 正发愁如何出城呢 大人物 不知叶兄弟得罪了谁 宋家和千家 什么 吴哥 小山来电话了 什么 小山不是被他们抓住了吗 对 不对 他们是想通过手机 定位我们的位置 千万不能接 快按掉 可是 万一他们对小山下手 我担心 童童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把小山救出来 现在你什么都别多想 先甩掉后面的人 离开宁孩再说 好 我知道了 再会你 别让他们出城 吴哥 前面是搜费站 还有人设卡拦截 管不了那么多了 冲过去 那你们可做好了 老大他们闯过了关卡 真是一群废物 连一辆车都拦不住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先别追了 刚才一路超速 已经引来了警察 撤 是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出卖公司 还敢嘴硬 我拷贝资料是为了跟客户谈判 不是背叛老板 你的好朋友小山 可是在我们手里 如果再不说实话 他的安全就不能保证了 我 我真的没有 你们放过小山吧 我一定会想办法 逆补公司的损失的 要不是看你还有点商业才能 你能活到现在 五哥 五哥 你在吗 童童 我在这儿 五哥 这些资料 你先带走 千家其余的犯罪证据 我在想办法收紧 他们刚才是不是又审问你了 没事 我对千家暂时还有利用价值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只是小山被他们控制了 我怕 我会想办法救他 你自己也要小心 一定要注意安全 玉妙童 你真是好样的 我会想办法救他 你自己也要小心 一定要注意安全 玉妙童 你真是好样的 看来我们千家混进来了不少老鼠啊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好了五哥 你快点走 万一被千家发现 计划就全完了 快快 这边 不好 有人来了 快关灯躲起来 他们应该就在这间屋里 给我仔细搜 这些人带着枪 看来绝对不是巡逻的 难道 是为了灭口 看来只能想办法干掉他们了 童童你不要动 我来解决 别冲动啊五哥 放心吧 这几个家伙还奈何不了我 啊 在那边 开开枪 不对 是紧衣服 蠢货 我在这里 好了 全部搞定 看来我们已经暴露了 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可是如果离开 以后再想收集千家的罪证 就难了 你们还是先想想自己 能不能活着出去吗 那是什么 小心 是炸弹 快过来 抓紧我 别松手 你们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他们跑了 快离起龙头 龙头 我们想到失误 他们跳招跑掉了 哼哼 就知道你们这群废舞会搞砸 龙头就发现 我已经通知封锁了各个路口 就算翻面这个凝海也要把他们揪出来 不急 玉妙同的朋友还在我手上 就算不去抓他 他也会乖乖回来 真没想到 刚才还在发愁如何脱身 现在居然已经到了城外 总算把这群根屁虫甩掉了 多亏了叶兄弟你仗义相救 不然这次 我们怕是回不了铁江了 铁江是什么 铁江是下国专门负责收集 其有组织犯罪情报的秘密机构 知道的人很少 哦 照这么说 是你们手里掌握了 铁江和宋家 勾集在下国为非作歹的证据了 没错 对了叶兄弟 之前你说得罪了他们 是因为什么 铁市平和宋少谭 是被我打伤的 什么 叶兄弟 你这胆子也太大了 宋家逼婚我的朋友不成 联合千家把他打成重伤 如果不是我恰巧回到宁海设法救了他 一个无辜的人 下半辈子就毁了 难道 你就是叶家气少 叶末 嗯 是我 我们铁江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 千家除了有自己的私人军团 还有鼓舞高手在背后撑腰 叶兄弟这种伸手 一定能对解决千家有很大帮助 喂童童 你要去哪啊 发生什么事了 虎哥 对不起 我 你跟我道歉干嘛 我 我不能放着小山不管 千家会杀了他的 我刚才千家用小山的手机打电话 就是为了提醒我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 五哥 你拿着证据走吧 我去想办法 把他救出来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 五哥 你拿着证据走吧 我去想办法 把他救出来 把他救出来 什么声音 千家 竟然这么快就追过来了 五哥 五哥 你们快走吧 我跟他们回去 你们谁都别想走 不好 小心 你们两个快上车 童童 你别犯傻了 就算你回去 现在也不可能请你饶了小山 相信我 我一定能抓住你的朋友 爹兄弟 快走 我有个问题 这车防弹吗 应该 应该不防吧 这就是辆普通车而已 不防弹的话 在神圣机面前 我们就是个移动头靶子 必须要想点办法 不然早晚会被打包 叶兄弟你在哪儿悬的车 这么生猛 感觉我整个人都要飞出去了 不好意思 没学过 今天第一次开 不是吧 你在开什么玩笑 叶兄弟 你看那边 好像有个山洞 我们能不能开进去 没错 我们躲在里面 直升机就只能干瞪眼了 那你们可抓紧了 什么 这里居然有墙 叶兄弟快掉头 不行 如果这时候停车 会被射成筛子 拼了 老大怎么办 他们躲进山洞了 正好 我们难过瓮中捉鳖 找地方降落 对不起 说我太幼稚 差点害了大家 没事 先想办法应对吧 叶兄弟 你打算怎么办 你会开直升机吗 会一点 难道你想想对方的飞机 敌人必然会降落过来抓我们 他们在天上我们无可奈何 在地上 那个就说不准了 我们不如先发制人 夺了飞机后杀个回马枪 把千龙头的基地给端了 这能行吗 我们只有三个人 放心 有我在 一会你掩护我打前锋 好 先用神师看看外面情况 必须速战速决 不能让他们堵住洞口 还好 敌人不算多 只要真气运行顺程 就没问题 我们上 武兄 背后就交给你了 好快 这个移动速度 叶兄弟果然不是普通武者 有人冲出来了 反应太慢了 在上面 快开枪 兄弟 再多练了跟枪吧 什么 再多练了 剩最后一代 轻松搞定 糟糕 神奇外戏 被闪开了 臭小子 去死吧 坏蛋 距离太近 躲不掉了 叶兄弟 你没事吧 没事 多亏了武兄 想法真不错 叶兄弟客气了 还是你的身法更厉害 饶 饶命啊 我投降 叔 千家的基地在哪儿 金山 在金山的秘密花园 叶兄弟 这些杀手怎么处理 都是些小喽啰而已 掀不起什么风浪 把他们手机收了 绑起来就行 听到了吧 把手机交出来 滚下去 是 是 扣好安全带 我们准备洗飞了 扣好安全带 我们准备洗飞了 大佬 你们千万别说是我泄密的 不然龙头不会放过我一家老小 我们到了 这个地方 我在资料里见过 是一个千家在宁海的秘密基地 不知道小山是不是也被关在这里 这里有没有所谓的鼓舞高手看守 应该没有 这是千龙头用来关押的地方 鼓舞高手故意洗手 不会被派来看管手无腹肌之力的人质 降落 降落 该下降了 童童 看你表演了 哎呀 是童总啊 欢迎欢迎 这大半夜呢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不知有何贵干呢 龙头让我来带个犯人 名字叫戴山 在这里吗 在是在 不过童总 您知道的 哎呀 这事我做不了主 按规许 要见到书面指示才能放人 龙头点名要的人 我站在这里还能骗你不成 难道你想要龙头亲自来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童总别生气 我现在就去给您提人 大哥 大哥 你说什么 童总 我看提人这事儿 你还是跟我一起亲自找龙头说吧 给我拿下 你们要干什么 想造反吗 我们是龙头派来的 你们还给我掩饰吧 差点着了你们的道 龙头刚刚传话过来 活捉你们 赏金一百万 胡妙啊 真气现在只能维持几十秒 看来只能靠暗器了 武兄 等会你和妙头先找个地方躲一下 你是要 我怕我的暗器 不长眼 怎么会啊 一下就全被干掉了 下面的人听着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所有人放下武器 援军终于来了 什么 现在这里有铁江机管 所有人放下武器 哦 铁江的飞机怎么会来这里 刚上直升机 我就给总部发了定位 没想到来得那么快 你快去里面找小山 我和叶兄弟在外面控场 好 我现在就去 犯徒 你们等着吧 前龙头不会放过你们的 真烦人 早知道点了他的雅虚 叶兄弟 这次你真是帮了大忙了 不但帮彤彤救回了朋友 更是帮我拿下一个千家基地 真不知如何感谢你 举手之劳而已 不必在意 对了 你真不考虑加入我们铁江 以你的实力 一定大有作为前途无量啊 武兄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我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位故人 在为找到他之前 我暂时无心管其他事情 好吧 那我也不强求了 以后有什么用得上的 铁江一定出手帮忙 对了武兄 对于下国的鼓舞势力 你了解多少 古武修寻者极其神秘 成员的行踪基本无人知晓 我在千家的男青帮卧底这么久 也只是听到些传闻罢了 听说宋少潭的贴身保镖胡秋就是鼓舞修者 想必夜兄弟和他交过手了吧 嗯 他是个不可小视的对手 据我所知 古武修者爱实力从高到低 划分为天 地 玄 黄 四级 甚至传言天际之上还有仙天 而那个胡秋正是黄级修者 难怪那天胡秋嘴里一直嘟囔着什么黄级玄级 不过 他这样的身手 竟然只是个最低级 看来这个世界也是卧虎藏龙啊 区区的炼气二层果然不够看 必须得加快修炼速度才行 看来这个世界也是卧虎藏龙啊 区区的炼气二层果然不够看 必须得加快修炼速度才行 学民和妙同 这次立了个大功啊 成功打入欠价产业卧底 不光带着物证脱离 还一并救出几十名人质 不错 不错 好 闲道前辈 您今天怎么有雅兴来我这里 是为了来夸武轩民 不 我来是为叶家的气少叶末 有什么事先坐下来再说 正好尝尝我托人带来的好茶 那我就不客气了 听说千龙头最近因为独子重伤大发雷霆 此次又被铁浆动了元气 怕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不用担心这个 我的功力马上就可以突破 不错 待我修成 十个千龙头也不在话下 来 您尝尝这茶怎么样 嗯 香气扑鼻 不错 关于叶末 不 武学名之前提到 他是个高手 我倒是想会会他 哦 叶眼兄 你这么快就要走了 我还想跟你多学几招呢 日后有缘 自会相见 这张联络卡你收下 以后遇到什么麻烦 可以按上面的方法联络铁箱 哦 毕竟这次你帮了我们大忙 我也想找机会报答你 不过叶兄 这次你惹上了千家南青帮 今后可要多加小心 难保他们不会用什么手段害你 多谢武兄 我会注意的 好了 快进站吧 一路顺风 哎 清雪 告诉你个好消息 听说宋家和千家案件的主犯潜逃 我猜叶末已经离开宁海了 能安全离开自然是好事 但是就此一别 以后想要见到他 恐怕就难了 叶末 不行 我不能再这样干等下去 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要找到你 对了 上次萧蕾说 叶末在流蛇涌落脚点 就去流蛇找找看 前方即将到站 请要下车的旅客做好准备 以我现在的实力 和千家印钢很不明智 想要提升 如果靠种植阴心草 成熟期实在太久 恐怕敌人不会给我这么长时间 还是去死亡之海 寻找紫心疼吧 若是找到源头 突破另起三层 指日可待 日前站到了 请乘客有序上下车 下一站是绿洲站 绿洲站 迟婉青提到过这个地方 死亡之海好像就是从这里进入 三车厢十八号上铺 是这里吧 没想到 卧铺车厢人也这么多呀 大家好 我叫王勇 各位怎么称呼 我叫李燕 我 我叫鱼二虎 我这兄弟 你的包里有什么宝贝啊 看你抱的那么紧啊 没什么 就是一些致病的工具 哦 小兄弟 我叫鱼二虎 我叫鱼二虎 我这兄弟 你的包里有什么宝贝啊 看你抱的那么紧啊 没什么 就是一些致病的工具 哦 小兄弟 你是学医的吗 哦 是 是的 不过我学医不经 只会治疗一些小病啊 那也不错了 这次是去哪里发财啊 我打算去绿州附近行医 哦 此人也去绿州 我可以在那里开个诊所 请他来帮忙 这样我去修炼时 也能有人帮我召看灵草 这位大哥 你好 是这样的 我在下部容易晕车 那个 我可不可以跟您换个位置啊 小事 没问题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嘿嘿 这几个家伙都已经帅熟了 哇 那个穿运动服的小子 看着挺普通 没想到包里的钱还挺多 这小子刚进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贼没熟眼 现在果然开始搞鬼了 看来是盯上我包里的钱了 如果出手教训他 动静太大了 难免引起骚动 先观察一下再说 这下发财喽 你在干什么 把嘴巴给我逼上 我劝你别都敢闲事 不然我就弄死你 本想低调行事 但现在看来 不动手怕是不行了 大半夜的肚子饿了 来一碗泡面吧 什么情况 看什么看 没你事 快滚 你说什么 滚 你怎么叫我这样一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美少女滚 大叔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这哪里来得起吧 警察叔叔救命啊 这里有人拿到抢劫了 臭娘妈火腻弯的是吧 不许喊 机会来了 谁在喊救命 发生什么事了 报告警察叔叔 这个人 使刀行凶 我 我可以作证 他刚才还拿到指着我 带走 什么情况啊 你们在吵什么呀 你们可醒了 刚才那个人要偷下扑这位小兄弟的东西 已经被警察带走了 你们赶紧看看 有没有少东西 谢谢大家 东西都在 原来他是小偷啊 怪不得一上来就问东卫西的 小姑娘 你胆子真大 那人有刀你不怕呀 我的专业就是临床医学 刀剪的多了 我刷起刀子比他还利用呢 小兄弟对不起啊 其实刚才我是第一个看见的 但是他拿着刀 我实在不敢生长 哎 放心 忍着长情 不必放在心上 大姐 你别害怕 接下来我不睡了 给大家站岗 没想到坐趟火车 还遇到不少热心痴 李姐 这次也多亏有你作证 才能抓住那个家伙 我找几株药草 就送给你吧 啊 我还是头一次碰到用小草感谢人的 不用客气小兄弟 这个东西我要来没用 你自己留着吧 这药草别人拿了或许没用 但是理解你肯定有用 啊 我还是头一次碰到用小草感谢人的 不用客气小兄弟 这个东西我要来没用 你自己留着吧 这药草别人拿了或许没用 但是理解你肯定有用 我看见脸色蜡黄 眼下乌青 这是体寒之兆 平日肯定经常手脚发了 这几株药草你拿回去肩服三次 肯定会好转 你怎么知道的 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看病 小兄弟你真是神了 居然只是看了两眼就能知道病情 大哥你是仙人吧 我也只是略懂 二虎 我刚好要去绿洲城中开诊所 不如你来帮忙如何 好啊 大哥 我也正好要去那里实习 方便的话也送我一个吧 好吧 你俩互相也有个照应 另外我叫叶末 喊我名字就行 好的叶末哥哥 我叫王小花 我现在去拿行李 等一会儿咱们一起下车 这女孩笑起来 情有点宁清雪的影子 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上次给她度了真气 应该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主店了 八十一位 空气长途 再来一个就开车 叶末 我马上就能找到你了 出租车 美女 去哪里啊 师傅 我去流蛇 流蛇 不去不去 真是的 什么人啊 一上来就聚在 这次我直接上车 看你怎么聚在 你好 请问去哪儿 去流蛇 不好意思 小姐 那里去不了 你下车吧 为什么你们都不去流蛇啊 你是外地来的吧 还不知道流蛇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那里太乱了 我可不想为了赚点钱 把小命搭进去 你开个价吧 要多少钱我绝不还口 而且你到了之后不用进入流蛇 帮我放在路口就行 这样吧一口价一万块 这不是我狮子大开口 那里实在是太危险了 成交 来来来喝酒 使兄弟此次来流蛇 大刀会当真是澎壁生辉 哎 方兄客气了 我只为了两七帮一直和大刀会交好 如今大刀会成为流蛇第一帮 我理应来庆贺 能把大刀会搞得如此成功 在下佩服佩服 哈哈哈哈 哪里哪里 今日一句你我惺惺相惜 使兄以后要常来呀 一定 使兄慢走 石头 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使为这次来流蛇 看似祝贺 实际上是给我们下马威 警告我们别得意忘形 是啊 可是两七帮是南清的分支人 在边境区域势力庞大 我们开罪不起 石头你去盯着他 在他离开流蛇之前 有什么事都向我报告 明白了老大 一晚全场使工资买单 大家造起来 无罪不贵 哇 这里似乎是流蛇镇最大的酒店了 不过好像很吵的样子 感觉好乱 还是换一下吧 不是吧 怎么都不营业了 看来今晚只能在这里将就了 直到一天 应该不会有事吧 嗯 呦 呦 呦 流蛇什么时候来了这种角色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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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蛇什么时候来了这种角色 呦 美女 看样子要住酒店 找我呀 哥帮你安排 啊 不用了谢谢 别客气嘛 老板 给我开间最高档的 这位美女的所有消费 我包了 好的史上 这家伙一看就不是好人 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 不好意思 我不在这里住了 喂 站住 张妙 我大哥允许你走了吗 天呐 流蛇真的这么乱吗 我是不是把这里的混乱程度想的太简单了 嘿嘿嘿嘿 没有老子的允许 你今天别想出这个门 完了完了 这下怎么办 趁我现在还没发火 你把这杯酒干了 再陪哥哥玩玩 我就既往不救 对了 听香蕾说 叶末在流蛇帮过不少人 也许这些人里有认识叶末的也说不定 你们别太放肆了 我是来找我丈夫叶末的 他 他在流蛇很有实力 什么 他是叶哥的老婆 不行 你赶紧通知南哥 赶紧通知南哥 叶末 既然你知道 就赶紧让开 我要走了 SD他 嘿嘿嘿 apare 逗你玩呢 叶末我压根看没听说过 你还是当我始位的女人吧 以后碰见什么王莫里莫的 我还能给她一条生路 你 别碰我 你这流氓 快放开我 别害羞吧 喂 门哥 我在金茶花酒店 有人自称是 叶大哥的老婆 被食味给缠上了 你说什么 叶兄弟的老婆 快去帮忙 务必带他回来 绝不可以有任何缠失 可是 食味我们不是惹不起吗 蠢货 叶兄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你有没有脑子 算了 你先拖住食味 我这就过去 好 您可得快点 美女 你就算叫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就从了哥哥吧 滚开 别碰我 你再过来 我就报警 臭娘们 别给脸不要脸 老子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哎呀 这不是卫哥吗 好巧啊 巧个屁 你以为老子不知道 在上面盯了我半天了吧 是方南派你来的 哈哈 卫哥说笑了 你可是我们大刀会的贵宾 我是怕您有什么需求 等着伺候呢 行了 别让蚊子了 有什么话就快说 有屁快放 哎 姑娘 你刚才说的叶末 长什么样 他一身黑色运动服 黑发黑眼睛 一个月前来的流石阵 你认识他吗 外貌和时间都对上了 看来他口中的叶末 一定是叶大哥了 得一些稳住实位 等南哥来了再说 哈哈 卫哥 是这样的 这姑娘呢 确实是我们南哥 好兄弟的老婆 您能不能高抬贵手 放过他 你今天是诚心来找查的是吧 我看上的人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带不走 卫哥 我真的是好心提醒你 叶大哥不是一般人 你干嘛惹不起啊 放屁 在流蛇 还没有使为惹不起的人 你少在这边瞎话忽悠我 这女人我今天是要定了 行了 别耽误老子办这事 赶紧滚蛋 你干什么 你们这些流氓 光天化日欺负一个姑娘 还要脸吗 你们这些流氓 光天化日欺负一个姑娘 还要脸吗 臭娘 你敢当老子 知道我是谁吗 在流蛇还没人敢对我动手 管你是谁啊 我就是看不惯你横行霸道的臭德行 你找死 兄弟们给我上 姑娘 只怪你惹了不该惹的人 忘了忘了 这下事情闹大了 小狼 今天咱们不吃猪笋了 让你开开婚 去吧 给它们留条命就行啊 什么玩意儿 什么有蛇 好大的蛇啊 哎 他咬我屁股了 别过来 别过来 这什么鬼东西 姑娘 您就高抬跪手 放他一马吧 真伤了他 麻烦可就大了 明明是他们先动手的 我只是正当防卫而已 小狼 给我上 出手 都给我出手 南哥 你终于来了 姑娘 这是我们帮会的事情 请交给我来处理 刚才如有得罪 还请多多包涵 好吧 既然是你们内部的事儿 我就不掺和了 小狼别气啊 这些傻子 不吃也罢 感觉自己差点凉了 好你个方男 在你的地界上 纵容手下打伤我 此时 我们两七帮 绝不会善罢甘休 师兄 都是误会 误会 让你保护好卫哥 你却惹出这么大的乌龙 还不赔你道歉 卫哥 我错了 您息怒 哼 你少在这加星星 我回去向千龙头汇报 你们等着从游船滚出去吧 我们走 小姑娘 你没事吧 没事 多谢你们替我解围 对了 我方才听你说 叶末是你老公 嗯 敢问你是 我叫林清雪 是叶末法律上的妻子 林清雪 你 你就是那个拿叶大哥 我当冤大头 利用完就一脚踢开的宁清雪 啊 你这都是哪听来的 你也认识叶末 是啊 我来流蛇就是为了找他 哼 叶末竟然在外面认识了别的女孩子 人还蛮漂亮的 哎 哎 南哥 我怎么感觉气氛不太对劲啊 这俩是情敌吗 这二人看起来都认识叶兄弟 万一他们等会儿打起来刮花了脸 我还怎么向叶兄弟交代 呃 两位姑娘既然都是叶兄弟的朋友 那也就是我方南的朋友 就让我尽下地主之意吧 朋友 哎呦 我说南哥 你好像说错话了 这位姑娘可是叶大哥老婆 女人之间很在乎这些名分的 哦 是 哇 这下气氛好像更尴尬了 哈哈哈哈 二位小姐先吃点水果 饭菜马上就好 叶末和她说了我们假结婚的事 显然关系不一般 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叶大哥说他这个妻子是为了家族利益才结婚的 应该没什么感情才对啊 可是他为什么还孤身一人来这个混乱之地找叶大哥 呃 南哥 咱俩在这儿是不是有点多余啊 呃 两位姑娘既然都是叶兄弟的女人 还是不要搞得这么火花似箭 喂 南哥 你在说什么呀 你请你称啊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池婉清 不知道这位宁小姐 哦 不对 应该是叶大哥的假妻子才对 你倒留守来所为何事 假妻子 你 怎么了 难道我说错了 这可是叶大哥亲口告诉我的 我说两位祖宗 你们说归说可千万别动手 不然叶兄弟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 听你的口气 你和叶大哥也是熟人 啊 是是是 二位若是想听 我可以跟你们说说 叶兄弟多次救我于水火 并助我大刀会成为流蛇第一大帮 他是我 不 是我们整个大刀会的恩人 实不相瞒 我的命也是叶大哥救的 在边境之地 叶大哥一个人 从恶狼组织的枪林弹羽里 把我和队友救了出来 简直像个超人 啊 叶末不是个废材吗 怎么在他们口中却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战神 叶末啊叶末啊 你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呢 叶兄弟竟然击败了恶狼组织 真是替我们出了口恶气 等下次叶兄弟再来流蛇 一定得跟他好好聊聊 下次再来 你的意思是叶大哥现在不在流蛇 是啊 那他去了哪里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不过听他的意思 好像是要去某个地方寻找子熏藤 死心藤 难道他去了 死亡之海 死亡之海 那是什么地方 就是塔拉沙漠 叶大哥曾经在丛林中的一个墓地中 找到了一张残破的羊皮地图 上面记载了一些坐标 叶大哥当时表情很欣喜 想必那里有他想要的东西 死亡之海 听起来好像很危险 放心吧 以叶大哥的身手 没什么能难得到他 叶末被赶出叶家挪威器上 难道是想通过寻找草药 来修炼什么功法证明自己 晚清 你还记得之前那份地图的内容吗 能 这是我根据记忆重新描绘了一张 应该大差不差 对了 你要这个干什么 你是要到死亡之海寻找叶大哥 是 自从宁海一别后 我再没有见过他 我很替他担心 我前几日受了重伤 医生说原本是要终身瘫痪的 是叶末救了我 我想他一定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所以我必须亲眼看到他安然无恙才行 你和叶大哥不是没有感情的假结婚吗 一开始我是为了我的家族 选择和叶末假结婚 但是后来 我逐渐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他了 可惜我明白的太晚 还没来得及受出口我的心意 他就已经走了 当初你还嫌弃叶大哥来着 现在又上赶着去找人家 晚清 我能感觉到 你对叶末也很关心 我们就别吵了 好吗 唉 我关心他有什么用啊 明明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 分开这么久 叶大哥一个电话也没打过 看来还是故意和我保持距离 等等 叶大哥他是不是有自己喜欢的人啊 不然我们俩这也都算美女 他怎么一个都不感冒 星雪 你不能一个人去塔拉沙漠 他之所以被称为死亡之海 就是因为他环境非常恶劣 曾经有无数探险队想要去寻宝 但是没有一个成功 你自己去就是在送死 可是 我眼睁睁看着叶末离我越来越远 我不甘心 决定了 我要和你一起去 决定了 我要和你一起去 真的吗 一定给你报仇血痕 一定给你报仇血痕 将那人碎尸万断 士平 爹来看你了 爹发誓 等我查出是谁害你重伤不治 一定给你报仇血痕 将那人碎尸万断 尸万断 龙头 宋家老爷子宋元毅 在外面想见你 让他进来吧 前龙头 好久不见哪 我听闻宋老爷不问世事多年 今日登门拜访 不知有何会干 老夫有一条重要的消息想告诉前龙头 宋家调查了秦少受伤当晚现场刘家的血迹 你可知其中有谁 宋老有话就直说吧 我现在没心情和你猜谜 正是叶家七少 叶末 叶末 你的意思是他害死了我儿 我听闻之前你宋家大少爷宋少文是被他所伤的 你该不会是想借我南青帮报仇吧 借 他也是你的仇人 据我的信任透露 你在惊山的基地也是被他带人捣毁的 你想说什么 前龙头 你同事矮子我又何尘不是 叶末害我两个孙辈都身受重伤 我们此时应该连手报仇才对 好 我暂且信你一回 但是我儿是因为你们宋家的事情才被卷入 等抓到叶末 咱们再算总账 宋家的责任老夫绝不会推辞 传我命令 让狼籍出动 夜莫我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今天开业 所有药品一律八折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姐姐 要不要进来看个病啊 不要不要 叔叔 治病吗 我没病快走开 唉 这个小话 哪有邀请别人来看病呢 前几日种下的银心草 不知道发芽没有 趁着现在有时间先去看看 太好了 看来这里的水土很适合种植 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去塔拉沙漠了 叶大哥 你又在看草药啊 二虎 接下来我打算出趟远门 这些药草就拜托你照顾了 啊 诊所刚开张你就要出眼门啊 没有你在 我 我技术又不行 我怕 放心吧二虎 你的医术没问题 就是缺乏一点自信而已 我给你留了一套书 上面有一些我总结的经验 足够应付常见的疾病了 好 那叶大哥 你一路小心 列车前方到达旅洲站 请到站的旅客提前准备下车 唉 终于到了 我的腰都要坐舌了 晚清 你以前来过这里吗 很早之前来过 当时这里还是个小城 现在已经变得认不出原来的样子了 喂 妈妈 清雪啊 我听梦梅说 你要去沙漠 是啊 我 我心情不好 想去那里旅游散散心 不准去 沙漠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你在园里等着 我马上飞回去找你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还有同伴跟我一起 妈妈你放心吧 好了妈妈 我还有事先不跟你说了 清雪 清雪 晚清 我妈要来抓我回去 我们动作得快点了 我昨天也跟家里人说了好久 我们抓紧时间吧 二虎小花 我走了 好 叶大哥一路顺风 我亲 慢一点 慢点 我穿着高跟心 奇怪 我好像听到了 宁清雪的声音 我亲 慢一点 慢点 我穿着高跟心 你啊 奇怪 我好像听到了 宁清雪的声音 是幻听吧 宁清雪伤才刚好 怎么可能跑到 这么远的地方来 唉 清雪这孩子现在 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竟然一个人 跑到沙漠去 素素 这次请你出山 本是为了救清雪 没想到峰回路转 她一夜痊愈 能不能麻烦你去塔拉沙漠找她 我真的放心不下 您不必客气 如果没有您 这世上早就没有我洛素素 我一定会把清雪平安带回来 太好了 有你在阿姨就放心了 那丫头脾气俊 你替我多管教管教 从天空看沙漠 还真是美丽又壮观 只是不知道 这美丽的背后 又暗藏多少杀鸡 终于到了 真是不习惯坐飞机啊 看地图上沙漠的位置 除了机场还要走一段 感觉找个旅游团更合适 以时别当目标 以时别当目标 各位游客 大家来这边集合啦 另外请注意 前面不远处是无人区 大家千万不要离开队伍走太远 怎么感觉背后有股寒意 竟然有人偷袭 不好了 有人打架啊 龙头有力 抓住这小子 无论是死是活都行 命巨人 是千家的南青帮 难道我的行踪已经暴露了 臭小子 看你这次往哪逃 这些人的实力 和之前那批明显不一样 而且为数不少 后面恐怕还会来云兵 守卫又都是游客 用暗器容易伤机无辜 不能在这里缠斗下去了 当我之急是找到此心疼 得想办法快速脱身 那边有辆摩托车 这位朋友 你的车借我一用 你谁啊 抱歉 情况紧急 来不及解释了 那小子请摩托跑了 快追 我的车 这是借车的钱 多谢了 什么人啊这是 那帮人徒步追不上我 应该已经水开了吧 可恶 杀子太多 车轮陷进去了 找到了 就在前面 钱龙头说了 抓住叶末的人 重咒有赏 都给我伤 什么 给我开火 该死 这些家伙不讲武德 给我炸 看他往哪跑 别逃了小子 快挂棘手偷侠 我可以留你一条生路 那想的美 当我是傻子吧 有本事就来抓我 可恶 紧战难缠 对面又有枪我炮 更麻烦的是沙漠一马平川 这次真变成活靶子了 不好 双枪了 只要迟早要凉 不能再跑了 预计被动更死 不如主动出击 哈哈哈哈 这小子疯了 自己冲过来找死 兄弟们 被我瞄准了打 拿下他 千龙头重重有赏 嘿嘿嘿嘿嘿 这小子疯了 四肢冲过来找死 嘿嘿嘿嘿嘿 兄弟们 被我瞄准了打 拿下他 千龙头重重有赏 那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诶 什么 人哪 怎么消失了 一群蠢祸了 我在这里 在天上 他在天上 可恶 太阳太刺眼 没办法瞄准了 能不能闲 就该这一击了 终于解决了这帮家伙 带的食物还够 不过 水没剩多少 得尽快找一处水源做补给 不然 就寸步难行了 看地图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叫西罗坡 已经算是塔拉沙漠的核心地带了 夜晚寒冷无比 白天更是有遮天逼日的沙城暴 席卷过的沙丘上 没什么活物能够幸遂 但据说这里的地下 埋葬有某个古城的遗址 其中 有各种各样的宝物 近百年来 有无数的探险队想来此发财 但几乎全都葬山沙海 遥无音讯 啊 师父 希望你能保佑我 找到紫心腾的线索 祝我尽快提升功力 找到返回落叶大陆的方法 对于那些伤害过你的人 我发誓 要让他们血债血城 师父 徒儿相信你还活着 一定要等着我 什么声音 神石 是错觉吗 说为什么也没发现 但那个声音 确实离我很近 又来了 别鬼鬼祟祟的 给我滚出来 灵大树 居然这么快 就绕到我背后去了 想在这儿装神弄鬼 给我站住 不对 这家后不是跑 是在沙土里穿梭前行 而且刚才攻击我时 能感觉到一股异样的气息 难道是鬼羞 在落月大陆修真界 那些修为极高的修饰 元气后 会用天才地宝 强行将灵魂 留在时间继续修炼 难不成这个世界也有 如果真的是鬼羞 事情就麻烦了 再装神弄鬼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可恶 又没打中 沙地上根本看不到 他跑过的踪迹 气息也全部消失不见了 这家伙的移动速度 如此之快 说明修为 并不在我之下 如果想杀我 何不直接动手 反而要搞这些幽额子 沙子在下沉 难道是流沙 可恶 无法是阵影步 跳不起来 而且 这种乡下的犀利 不像是普通的流沙 小沙 似乎还有东西 在把我往下拖 该死 越有力 下沉速度越快 难道我今日 就要命赠于此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只这样 浪费好不容易重新的性命 晚清 敬文 清雪 师父 对不起 我恐怕 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沐儿 沐儿 睁开眼睛 不要放弃 师父 这 这是什么东西 是 是有人帮我拉上来了吗 你没事吧 是 你 你是 是 是有人帮我拉上来了吗 你没事吧 是 是 是你救了我吗 多 多谢了 是 你是 相同的头发 相同的眼睛 难道 难道是师父 不 不对 虽然外形无比相似 但气质和给人的感觉 和师父差别很大 他应该是另一个人才对 这位姐姐 真是多谢你了 没什么 我也是恰好路过 看你有难 便顺手帮了一把 刚才真是千句一发 若不是你及时出手相救 此刻 我恐怕已经是个死人了 这个你拿着吧 水 给我的 在沙漠里 水就是生命 我刚才用神石扫了一眼他的背包 里面就只有两瓶水 他却愿意给素不相识的我一瓶 多谢你的好意 我的包就在不远处 就不用你的水了 在沙漠里 这可是稀缺货 还是拿回去吧 既然给了你 我自然不会收回 若是不需要 便丢了吧 还真是个奇怪的女人 虽然外表跟师父九分相似 性格却是截然不通 对了 她也是身负功夫之人 若是问问她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 或许有什么线索 姐姐 你可知刚才袭击我的是何物 她为何要追我 或许 和你身上的香气有关 啊 香气 我又没喷香水 哪来的香气 难道 它指的是我身上紫心糖的味道 之前从未听说过 有当地人 在沙漠被鬼怪攻击的传闻 我却刚见了不久 就遇到了 看来 真的是因为这紫心糖 另外 之前那个黑影的气息 或多或少能被我感应到 但在这里 就突然消失了 脚印也是在这里断掉 难道 它潜入了沙漠下面埋葬的古城 所以才会被隔绝的气息 既然知道那家伙为紫心糖而来 这次不得手 它一定还会再次出现 不能坐以待毙 我要主动出击 先留下个标记 回去把工具拿上 挖它一挖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这个地方 越往下挖 碎石越多 明显不是普通沙漠应该有的结构 恐怕这里面 真的暗藏玄机 我今天就非要挖个底朝天 看你还有什么花样 有了 石板 听声音 下面是空的 还真是别有冬天 这个洞穴里空气还算流通 看来 不是完全封闭的 路面虽然是用石板人工铺设 但两边却是岩壁 看来这下面 不像什么古城 倒像是一个岩洞 前方好像有光 这 这是 好大的树啊 不光有树 竟然还长满了紫心藤 这些紫心藤粗细堪比手腕 这绝对是百年 甚至上千年才可以长成的 原来如此 这些紫心藤早已死去 没有丝毫灵气 只生一股腐朽的味道 要不是因为这岩洞与世隔绝 恐怕早就被封化成尘土了 也许这颗参天的狐羊 就是靠紫心藤的供养 才能长成如此巨大 不过 如今灵气已断 这颗狐羊也如昨日黄花 逐渐凋零 也许这颗参天的狐羊 也许这颗参天的狐羊 就是靠紫心藤的供养 才能长成如此巨大 不过 如今灵气已断 这颗狐羊也如昨日黄花 逐渐凋零 那个石碑是 狐也好 海也罢 现在都不重要了 这次 活的紫心藤没有找到 行踪也暴露了 南青现在肯定在沙漠里 满世界找我 看来 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怎么感觉背后 有一股灵气波动 这石碑是个死物 难道下面有什么东西 灵气确实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没想到竟然是一口灵泉 难怪养育出 这么多粗壮的紫心藤 看上去还没完全干枯 倒点水下去 说不定会有效果 出来了 灵气涌出来了 这些灵气竟然能直接吸收 虽然不多 也算是意外收获 趁此机会 看看能否让功力 再提升一步 如今身边强敌环似 必须尽快突破练起三层 才有击败南青的把握 神手神功 真气自动 可不 可不 练起二层巅峰 你三层就差一步之一 虽然遗憾 不过靠这点残余灵气 竟然能胸内斩死 也算是意外之行 可以火焰离手 施展灵力攻击了 刚才把最后一瓶水也倒进了灵泉 还是先离开这里 再做打算吧 这炎洞空气流通 前方应该还有其他出口 没想到这个出口上面 是一片狐阳墓地 青城 是从那边传来的 快 快点 是他 好像还受伤了 不过那些男青的面具人 应该不是他的对手啊 为什么会落于下方 可恶 竟然连一个女人都不放过 快逃啊 那些东西追上来了 不对 不是男青在追他 是后面有什么东西 在向他们逼近 救命啊 快救救我 不要 不要 糟糕 他跑不掉了 总是流血太多 腿越来越重 看来 这次是走不掉了 只可惜 没能长回清雪 是你 感谢你仗义出手 不过我受伤了跑不快 你背着我速度更慢 这样下去 我们两个都是死 你还是 先少说两句 离开这里再说 快放下我吧 不然你也逃不掉 开什么玩笑 虽然人都会死 但我可不想被这些恶心的虫子吃掉 难道你想做他们的美餐 你和紫心糖的味道 或许能吸引注意 有用 请此机会快走 你 你叫什么名字 叶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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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洛素素 若是死犯能活着逃出去 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洛素素 他竟然和师父同样都姓洛 难怪我第一眼看见他 就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算了 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 先脱离这个险境再说 这些虫子也太疯狂了 追我一个小时都不怕凶 他已经昏过去了 看来 吃血太多的缘故 虽然暂时还不会被追上 但一直耗下去 也不是办法 而且他的伤口 一直在流血 对了 动物都怕火 或许这些虫子 也不例外 幸好我已经是联系二层巅峰 掌握了火球树 去 太好了 这些虫子体外的皮 似乎是被火油浸泡过一样 浴火 就能点燃一大片 不是吧 还来 这些东西 怕是没有任何理智 只靠着捕食本能朝猎物猛冲 火球树灵气消耗巨大 如果连续使用 能下推这些虫子也就罢了 如果不成功 那就是自断后路 无力再跑了 对了 还有火符 火符能让火球树威力倍增 对付这些无脑的虫子 怕是再好不过 请你们吃个大餐 全之初开 离火灼尖 这是前菜 现在给你们上主菜 离火之火龙素 火符的连锁爆炸 应该能阻挡一会儿 趁现在 先走 快步 好热啊 虽然给他止了血 但他还是太过虚弱 再加上没有水 他怕是更坚持不下去 得尽快找到水源才行 前面有个风试炎洞 正好去休息一下 他的心跳越发缓慢 脸色也很苍白 看来脱水严重 只能放血给他了 可是 就凭我现在这幅 萎靡不堪的身躯 一旦放血破功 我也撑不了多久了 落影 落素素 他真的是师父转生吗 为何第一眼见他 就感觉如此熟悉 不管了 无论他是谁 我都不能坐视不理 我的血能护住你的心脉 暂时保你平安 至于后面的 就看你糟糊了 糟糕 事件也开始模糊了 我原本 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能这样离开 也挺好 也挺好 师父 我在哪里 我不是昏过去了吗 怎么会在山洞里 怎么有血 嘴里有个血腥味 难道是他 这个夜幕 皮子将我带住虫子包围 现在又不屑折损心力救我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我不会顺手 帮过他一次而已 他的嘴角 似乎还带着微笑 是梦到了什么吗 他为何要如此带我 没记忆了 难道 他死了 他为何要如此带我 没记忆了 难道 他死了 这个世界上 只有阿姨对我好 就算找不到清雪 我把命丢在沙漠里 也算还了这份恩情 可是你死了 我又如何偿还你 我不想牵制别人 你明明可以把我丢在这里的 如果把我丢下 你也不会死 为何 为何 为何要为了我这样的陌生人 搭上性命 素素 我们这一脉修炼的无情道 既喜 既忧 既怒 既伤 记得千万不要为任何事 搏动自己的情绪 切记 我和他素媚平生 为何触碰他脸庞那一刻 心却止不住的禅令 我怎么会为一个陌生人爱上 到底是为什么 不好 这就是功法对我倒心不稳 不稳 情绪拨动了反尸吗 是 师父 他在说话 他没死 叶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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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罢了 这次换我救他了 就算还他这个人情 嘴唇打不开 咽不下去吗 叶末 如果我们都死在这里 也算是两不相前了 感觉好像是灵犬 味道似乎 这次的 不像上次弟弟的那样苦涩 好温暖 好柔软 这种感觉 从来没有过 奇怪 我的丹田 怎么感觉到一丝炙 是热 挡住我突破三层的平常 变得越来越脆弱 是这股感泉的缘故吧 是他 那股充满灵气的感泉 难道是他的灵血 不行 他的身子本就虚弱 再这样下去 会没命的 停下来 我不准你死在这里 这 这是 我突破三层了 你醒了 太好了 我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 或许 这就是上天 给我的礼物 喂 你没事吧 好奇怪的脉象 看来昏迷的原因 竟不是失血过多 而是经脉逆行 思练功走火入魔一般 得用真元修复他的经脉才行 就疗伤的难度来说 骨肉为异 经脉为中 在修真界 直到炼气三层 就用真气修复他人经脉 肯定会被人当成疯子 一来修复成功概率不高 二来 如果修复不成功 治疗者会被反噬 轻则修为禁散 这种子走火入魔 不过 眼下也唯有刺法 只希望老天保佑 他的脸已经开始有血色 只要再打通最后一段经脉 就无大碍了 不过这段经脉靠近天会许 受了偏差 就会有生命之威 不过了 一定要拼一下 我 不过这段经脉靠近天会许 受了偏差 就会有生命之威 不管了 一定要拼一下 不好 失败了吗 黑色 还好是黑色的鱼血 他就是堵住经脉的罪魁祸首 吐出来 就好多了 待我恢复点体力 就被他走出这个沙漠 只希望我们现在的位置 不会离一站太远 是生是死 就看明天了 你醒了 你没事了吗 我恢复的差不多了 你感觉怎么样 昨天我昏迷的时候 好像有一头火焰 在我的肩脉中横冲直撞 今天感觉身子轻松了许多 伤口也愈合了 那就好 对了 昨晚听你说 你是这两天过生日 你想要什么礼物 礼物 礼物吗 要说现在最大的愿望 如果有一个水池 能够让我洗去一身污秽 我就很满足了 水池 有了 你去哪儿 你等我 我马上回来 为什么遇见他后 我的心思就变得怪怪的 现在他小走片刻 我的心里竟有一丝留恋 不行素素 你在想什么呢 修炼无情道 最近会心有旁误 你怎么可以有如此心思 喂 他回来了 快跟我来 我带你去看个好东西 看什么呀 到了你就知道了 昨晚有队商旅经过 给我指点了 这里有一汪沙漠清泉 祝你生日快乐 他竟然默默做了这么多 为什么和他在一起 遇到困难总能解决 让人有一种莫名的安心感 谢谢你 叶末 这么快就走开了 这个人 真有趣 终于可以将身上的血雾 清洗一下了 真的好舒服呀 这次进沙漠 真是大起大落 本以为会空手而归 没想到 机缘巧合之下 竟然突破了练器三层 而且 还遇到了他 虽然目前不确定 他和师父有什么关系 不过 以后一定要找机会搞清楚 不想这些了 竟然突破了三层 是时候 找千家的男青帮算账了 宁小姐 我们的油快没有了 再这样漫无目的地找下去 恐怕不行了 你的身体吃得消吗 要不要休息一下再走 我没事 还是快些赶路吧 嗯 前面有条公路 只要沿着公路 就可以走出沙漠了 静雪 别太难过了 本来这沙漠找人就如大海捞针 我们回去买些补给再继续好了 叶末 你到底跑哪里去了 嗯 那个摄影看起来好熟悉啊 啊 叶末 那是叶末 碗青 我看到他了 碗青 我看到他了 碗青 谁啊 叶末 我看到叶末了 啊 叶大姑 在哪儿啊 那边 那个穿黑衣服的 是不是 是真的 真的是他 司机 快停车 叶末 既然已经走出沙漠 我也该告辞了 嗯 我知道 那 我以后可以去找你吗 不必了 我回去后 便要斩断与红尘的羁绊 专心修炼 这几天 很感谢你的照顾 也谢谢你 让我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生日 清雪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找他呀 你没看到他身边还有个别的女人吗 我不想现在上去惹他厌烦 他怕是早已经将我忘了吧 哎呀清雪 你别多想了 快走 叶大哥 清雪 晚清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你是宁清雪 是的 我叫洛素素 受你母亲委托来找你回去 你就是妈妈经常提起的素素姐 看吧 我就说叶大哥不是见一丝见的人 不过这个姐姐 真的好漂亮啊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 她之前都在山上修炼 既然大家都来了 那就一起离开这里吧 好好 清雪 既然你没事 就带我告诉你母亲 说我回山上了 你不跟我们一起 嗯 你们一路保重 我先走了 心里的气度都是因为跟她在一起的缘故 只要回去静修 时间一长 这些红尘之事也许就能慢慢淡忘了 嗯 一定能忘记 我好像 也找不到让她留下的理由 喂叶大哥 人家都已经走了 你还要看多久啊 哈哈 我刚刚只是走神了而已 对了 你们跑沙漠来做什么 清雪 你的伤怎么样了 我已经康复了 我来沙漠是因为 因为 哎呀 还是我来说吧 这事说来话长 原来我离开的这段日子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清雪 你下次不能再去留舍那种危险的地方 听到了吗 嗯 你离开宁海之后一去不回 是因为我之前 对你不好的原因吗 放心吧 我只是有别的事情要处理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以后 要照顾好自己 我 叶末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只想找到你跟你说声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的任性 你才得罪了宋家 对不起 你不用向我道歉 教训宋家那些人 也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 你能和我一起回去吗 我们再也不分开 不行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真的不能和你回宁海 今天就此分别吧 今天 叶大哥 你这儿就要走啊 嗯 晚清 你陪宁清雪回去 沙漠太危险 别在这里停留了 哦 好吧 好了 就此别过吧 你们路上多加小心 叶大哥 叶末 我等你回来 对了清雪 谢谢你 替我保护了银心草 叶末 对了清雪 谢谢你 替我保护了银心草 叶末 哎 狼哥 不好了 我们在沙漠抓叶末的任务失败了 什么 你们一群人 你们一群人连个废物气哨都搞不定 不是啊狼哥 那叶末太厉害 重武器都用上了 还是没办法 废物 叶末我来对付 你们去把他给我盯紧了 还有 把李狐他们找来 是 男青的眼线还真是无处不在 来得正好 不如就让他们来带路 哎 那家伙人哪 怎么突然羞尸了 喂 你们俩跟了一晚上 不累吗 你你你你你到底是人是鬼 你们也吃蜂蜜行吃 别杀我吧 带我去见你们管事人 叶朗 穿过这个巷子就到了 哼哼 这小子太狂了 竟然自己送上门 前面就有我们的埋伏 嘿嘿嘿 这次我可立了大功了 先给狙击手发个信号 好 看来那家伙就是目标 小子 别怪我手下无情 什么情况啊 再用枪对着我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夜少饶命 夜少饶命 我们再也不敢了 我这就带你去 还有多远 嘿嘿 到了到了 前面那个工厂 就是我们的临时据点 夜少 这边请 嘿嘿嘿 带我进去 我 我们就不进去了 狼鸡大人就在里面 万一让他知道 是我们带您来的 嘿嘿 好吧 我再问最后一次 文东那个臭娘们在哪儿 我们真的不知道啊 哼 他偷了男青的绝密资料 如果找不到他 你们两个就要替他下地狱 毛迪说是不说 我们是真的不知道啊 文东拿到资料之后 人间蒸发了 你的意思是我狼鸡抓错人了 嗯 是的 他的性格狼哥你也知道的 就算今天杀了我俩 他也不会出现的 废话真多 你们干什么 冯田你没事吧 你俩少给我满嘴跑火车 我可没有狼鸡大人的好脾气 哦 这两人似乎是文东的朋友 他们口中的资料 应该就是上次 文东卖给兴公老贼的东西 说起来也算跟我有关 不妨顺手救了他们 李虎 我献你两天之内把文东带到这儿 不然就等着给你身边的女人收尸吧 他们确实没本事找到文东 何方神圣 请现身说话 你们不是到处找我吗 你是 叶末 怎么 不欢迎我 哈哈哈哈哈哈 没想到 你已经自己送上门来 我就喜欢你这种自不量力 死到临头还不自知的家伙 呃 这小子 是我们的人 不知道 从来没见过 哈哈哈哈 今天确实有人死到临头 但恐怕不是我 哈哈哈哈 狂妄的家伙 满哥 这种傻子不劳你出手 敲给我就行了 哈哈 今天确实有人死到临头 我对死到临头的家伙的自我介绍 可没什么兴趣 我对死到临头的家伙的自我介绍 可没什么兴趣 黄虎 大佬 黄虎 黄虎 怎么会 只是一击就把他打晕了 叶末 你伤我弟弟 今天不把你碎尸万段 难消我心头之恨 哦 请开始你的表演 受死吧 跳得那么高 动作又太慢 全身上下都是破绽 啊 什么 怎么会 只一招就破了我的功法 我却连他的招式都没有看清楚 这小子 一瞬间就解决了黄虎和羽姬 而且竟然看不清他的动作 看来比传闻中更厉害 不过再厉害 也就是个公子哥而已 我狼疾年少就拜鼓舞修者为师 至今未尝败尽 怎么会在这儿翻船 叶末 今天你就要死在我的拳下 这个世界 还没有人能让我出第二拳 哦 气场不错 你是叫狼疾是吧 听说是南清三大高手之一 看来有点实力啊 现在求饶已经太晚了 吃我一拳 什么 单手就接住了我十成功力的一拳 我的拳头甚至没能碰到他的掌心 好想有只无形的手挡住了我 哼 只靠蛮力的拳头 终究只是血肉 哼哼 啊 我的手 啊 狼哥 我们来帮你 快 给我看一下打死他 射击 变弃三层后 似乎子弹的速度也变慢了 好快啊 啊 啊 李狐 你见过这种实力的人吗 从 从来没见过 枪队他都没用 龙头一定想不到他要抓的是如此恐怖之人 就算是铁匠的二把手贤道人 和这叶末比起来都差了点 传为贤道人修炼到玄机 这个叶末难道已经修炼到了更高的境界 啊 鼎鼎大名的男青 就这点实力吗 别别杀我 我上有七十岁的女儿下有四岁老娘 求求你别杀我 我不会杀你 不过你要帮我办件事 你回去给千龙头带个话 告诉他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叶末干的 和别人无关 还有 让他洗干净脖子等着 我很快就会去拜访他 是 是 站墙边的两位还不跟我走 大佬 等等我们 这个叶末 就算是龙头手下的精锐全部出发 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 快来人 趁我命令下去 立即停止对夜幕和消关人员的追杀 全部跟我回基地 快来人 趁我命令下去 立即停止对夜幕和消关人员的追杀 全部跟我回基地 录像 对了 把今天的接口录像给我拿过来 我要立刻去找龙头 刚才这一通操作应该能够震慑住他们 黄极的武士 力量果然不同凡响 刚才虽然看起来云淡风轻 实际 还是有点吃不消啊 希望后面宁清雪他们 能不再被人针对 大哥你饿不饿 我们找个地方 边吃边聊吧 对对 行啊 我正好肚子饿了 大哥 你刚才说手上有签加的秘密资料 是真的吗 只好再说 只好再说 说吧 你们和文东什么关系 为什么想要那些资料 我和丰田是铁江的特勤人员 文东是我们的朋友 香山镇爆炸事件之后 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那些资料对我们很重要 愿意出高价买下来 前世小事 你要如何证明 你说的是真话 大哥 这是我在铁江的证件 至于细节 鉴于保密条例 我实在不能多说 和之前武学民他们的一样啊 那些资料对我也没用 若你们派上用场 倒是不错 我把东西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们自己去去吧 太好了 谢谢大哥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 你们要是敢骗我 我绝不会放过你们 大佬放心 你武功够强 我们怎么敢耍花招啊 大哥 我身上没带现金 先给你打个欠条 好啊 以后有机会找铁江报销 如果没其他事 我就先走了 多谢你们的饭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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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身上没带现金是啥意思啊 呦 就是字面意思啊 我现在没钱 你没钱还吃什么饭 我手机都被狼鸡收走了 我有什么办法 呦 独眼龙 你肯算计我 白嫌我一顿饭是吧 下次一定下次一定啊 这对活宝 怎么又吵起来了 最近我们业家多处产业 都受到了打压 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这些企业的利润 都是我们家族的重要支撑 查出来是谁做的了吗 是南京的龙头 千家 我们的企业除了业务受损 很多高层管理人员 也莫名失踪 能死无忌惮做出这种事的 只有千家了 千家到底发什么神经 竟然对我们动手 据说是因为叶末把千龙头的独子千世平 打成重伤不治身亡 所以 叶末早已被赶出叶家 他千胜怎会不治 如此狂妄 是没将我们叶家放在眼里 我们叶家也不是橡皮捏的 大不了鱼死网破 亮副 这些消息 你从哪里得来的 我在宋家安插的卧底 这是他从宋家干部口中得知的 应该比较可靠 宋家流出来的消息 哼 原来如此 宋元毅这只老狐狸 这消息 恐怕是他故意放给你的 家主的意思 是宋家挑拨离间 巴不得我们和千龙头干上一架 两败俱伤 八九不离时 宋家把南清脱下水 让天家来对付我们 自己坐收渔翁之力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要将叶家从这场混战中 黯然无恙地摘出来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要将叶家从这场混战中 黯然无恙地摘出来 这么说来 宋元毅一开始就计划针对我们 叶末千世平 甚至他的两个孙子 都是他手中的棋子 可恶 这老鬼真陰险 赵家主的反显 我们和千龙头打也不识 退也不行 难道 就真的要让宋家看二五相争 阴谋得逞 我看未必 就算局面再棘手 千头万绪总有技可循 被我们赶出家门的叶末 说不定 被成为翻盘的关键 我有一种感觉 它并不是表面上 看上去那种废物 身上似乎 有着我们不知道的命运 不知道诊所那些银心草怎么样了 二虎那家伙 应该没问题吧 唉 现在这些银心草 是唯一的灵气来源 搞不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只能靠这些低级灵草慢慢修炼 怎么会有一股淡淡的灵气味道 好像是这边 有了 灵气是从那群人中散发出来的 难道有其他修正者 也传送到这个世界上了 老头子 后面有个年轻人跟着我们 老太婆 你想太多了 咱们俩又不是亿万富翁 跟着我们做什么 这个老人怎么看 都不像是一个修正者 但灵气 确确实实是从他身上散发开来的 等等 他手上的手镯 原来如此 二老请留步 小伙子 你有什么事吗 前辈您好 我叫叶末 这次冒昧打扰 是看您戴着的手镯很不一般 不知可否给我瞧瞧 哦 你想看这个手镯啊 可以可以 老头子 小心是骗子 没事 这镯子也不值钱 而且我看这小伙子 面相不像是坏人 那 小伙子 你看吧 奇怪 这个世界的人并不修正 他们是从哪里得到的灵气 又是如何将这些灵气 储存到手镯上 前辈 您这个手镯不是反品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一件 去镯抗病的法器 小伙子 你竟然懂法器啊 哎呀 现在知道这个的人 可不多咯 前辈 这东西的来历 可否够知晚辈 来历啊 啊 这是我一个朋友 早年送的 后来我和他失去了联系 他是从何处得来的 我就不知道了 对了 小伙子 你要是喜欢这些东西 可以去绿洲城西门老大街去逛逛 那边呀 有不少法器出城 西门老大街 估计有不少好东西 看来这位前辈 确实是见多识广之人 多谢指点 晚辈在绿洲开了一个小诊所 还望日后与前辈多多走动 哦 哎呀 我这个退休的老头子 还正愁没人赔呢 我回来了 叶大哥 小花 诊所怎么没营业 二虎呢 叶大哥 你终于回来了 二虎哥他被抓走了 啊 怎么回事 前几天来了一个黑衣打扮的患者 说是肚子疼 大夫 救命 你别急 药马上就剪好了 但吃了二虎开的药 马上就满地打滚 黑诊所呀 疼死我了 赔钱 赔钱 我看了二虎哥开的药 都是一些常用的 根本不会有问题 本想报警 但又怕把事情闹大 对诊所的影响不好 手发筹该怎么办呢 我看了二虎哥开的药 都是一些常用的 根本不会有问题 本想报警 但又怕把事情闹大 对诊所的影响不好 手发筹该怎么办呢 这时有点蹊跷 莫非是男轻干的 不对 如果是男轻 就不会只抓二虎 有了 我记得五学民之前说过 绿洲是他们铁江的地牌 不如让他们调查下 叶兄 以后有事尽管开口 我赴汤蹈火再所不辞 小花 你电话借我用下 喂 我找五学民 叶兄 真没想到你会打电话给我 最近怎么样 人很好 但是心情很不好 我有个徒弟叫鱼二虎 在绿洲 被不知什么人带走了 我想找你帮忙调查下 车友河南 叶兄不要急 我马上安排 好 那我就等你消息 不知道是哪个不长眼的 敢惹叶兄 这件事必须马上查清楚 来人 马上到绿洲分部的弟兄调查一下 最近是谁抓了叶兄的徒弟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等五兄那边的结构 叶大哥 我们该怎么办呢 放心吧 我让朋友去调查了 二虎一定会没事的 哦 我去后院查看银心草长势 你待在这里 千万不要乱跑 好 嫩牙都发黄了 虽然比流蛇的情况好点 没有腐烂 但按这个成长趋势 就算长成了 也是废草 根本不能拿来修炼 怎么办啊 如果没有其他的灵气来源 我的修炼 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什么 难道又来抓人了 还真是麻烦不断 小花 叶大哥 大虎回来了 师父 师父 可吓死我了 别着急 慢慢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嫉妒我们诊所声音好 就故意上门找查 想搞坏我们的名声 还顾了一个 什么组织的人 把我抓走了 结果刚才 他们领头的 突然开始把我送回来 不知道怎么回事 原来如此 看来 是五兄那边压力给到位了 罢了 以后我们不再治疗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这种小病 生意给别人去做吧 我们只治疑难杂症 挂号费 一律十万 什么 十万的挂号费 师父 十万的挂号费 怕是一个月都未必有一单生意 我们怎么维持生活呀 放心吧 钱不是问题 你们按我说的做就好 李狐可是还欠我五十万呢 到时候去找铁匠报销去 对了 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把店开得很好 尤其是二虎 还遭了不少罪 所以 给你们俩放三天假 好好休息吧 好意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们好大的胆子 肯抓夜生的人 想钱想疯了吗 到底怎么回事 饶命啊 五哥 宇宙当地的医药联合会会长说 夜莫的诊所生意兴隆 又不给协会上购 就请我给他一点教训而已 我真不知道他是您兄弟啊 宇宙 你先消消气 喝点茶吧 消气 傻子差点把铁匠害惨了 幸亏夜兄大人不计小人过 否则我们可就惹上大麻烦了 傻子差点把铁匠害惨了 幸亏夜兄大人不计小人过 否则我们可就惹上大麻烦了 玄冥 夜莫他确实身手不凡 但也没必要为了一个外人 对自己人下这种众的手吧 你懂什么 你吼我 你居然吼我 童童 等一下 对不起 童童 我必须要为铁匠注响 夜兄弟绝非一般无者 必须万般小心啊 燕老板 我是绿洲医药联合会的会长 今天特地来看望您和二虎兄弟 之前都是一场误会 是我至下不言 给您添麻烦了 二虎兄弟也受了委屈 我已经叫财务给您账上打了十万 算是给二虎兄弟压压惊 既然人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我也无意追究 此事到此为止 但若是还有下次 就别怪我手下无情 不会了 再也不会了 那么夜老板您先忙啊 小弟先告辞了 小兄弟 你这个位置有点偏哪 让我好找啊 是你啊前辈 快里面请 小兄弟啊 我这次来呢 是有件事想通知你 哦 您请讲 三天后 西门老大街 有一个古物展览交流会 据说到时候 国内外很多商家都会参展 而且传闻哪 这次还有极少 涉足尘世的古物门派 他们也会拿出一些 稀奇玩意儿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不知小兄弟可否有兴趣 跟我一起去逛逛啊 那是当然 晚辈求之不得 不过我有个不情之情 我会做一些 不值钱的单药和器具 不知道时 能不能给我安排个摊位 大家互偷有无 哦 你还有这本事啊 嘿嘿 雕虫小气而已 入不得前辈法眼 好 摊位的事儿 我让熟人帮你安排 你把东西准备好 三天后我来接你 多谢前辈 还好 炼化法器和单药的技能 还没生疏 希望能凭这些东西 在集会上 解释这个世界 古物门派的人 陆素素 好像也是某个门派出身 或许能预见也说不定 小兄弟 我来了 前辈 你怎么还带上保镖了 唉 你有所不知啊 虽说是交流展会 不过来的人是鱼龙混杂 带个保镖 要有个照应 哎 对了对了 哎 你上次 说要制作的东西怎么样了 都已经好了 我还特别为前辈调制了两颗丹药 感谢您为我奔波操劳 这颗冥阳丹 有急救功能 还能治疗内伤 很适合随身携带 哎呀 小兄弟 你可真是太客气了 林老 我看新闻上说 这些丹药 都是江湖骗子 故弄血血而已 哎 说什么胡话呢 小子 我们林老爷子 以前可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你可别用什么 乱七八糟的东西 来糊弄他老人家呀 啊 原来前辈姓林 哎 不得无礼 这是人家的一番心意 还不快帮我把丹药收好 呃 是 是 哈哈 叶小兄弟 不如 我们先上车 路上再详谈 好 林前辈 请 叶小兄弟 哈哈 不如 我们先上车 路上再详谈 好 林前辈 请 前辈 这个展会 是谁办的 可有什么来头 嗯 呃 主办方很神秘呀 多年来 一直无人知晓 不过 能参加展览的 也都是一些 有名望的人物 或者门派 哎 操好了 就是这里了 哎 我暂时离开一会儿 去见见老友 小兄弟 请自便 多谢林前辈 这展会上 虽然古董琳琅满目 不过好东西 并不多 偶尔有一两件 散发微弱灵气的法器 做工虽然精致 但实际功效 却不敢恭维 唉 这次时间仓促 我只做了一些 吊热和丹药 着实不期 那些招牌上 带着古字的 东西不如我 生意却好得离谱 和古字沾上那边的 最便宜都要几十万 还不带还价 果真是人靠衣装 马靠安 酒巷也怕巷子深啊 亲爱的 这个摊位东西好少啊 今年主办方审核 这么敷衍呢 估计是来凑数啊 不过这吊坠的样子都是挺别致的 喜欢就买 小子 这吊坠我要了 多少钱 一口价 什么 这么个东西两万 是二十万 啥玩意儿 就算上好的古月 也要不了这个价 你没搞错吧 没错 就是这个价 一个破摊位上 不贱的东西 就敢卖二十万 怎么不去抢 我又没逼你 买不起就算了 哇 宝贝 这个宝石好漂亮啊 宝贝 这个吊坠 你喜欢吗 喜欢 这个吊坠是具备防御的法器 没想到别人看中的理由 竟然都是漂亮 老板 这个吊坠多少钱 别问 问就是二十万 老板的东西档次高着呢 我的吊坠 可不是因为漂亮才卖二十万 这可是能帮人 消灾避祸的好东西 这人可真能吹 不过既然女儿喜欢 就到买个玩具吧 太好了 我一个 爸爸一个 且这也要一个 好 听宝贝的 老板 这物件 你有多少个呀 五个 这么多呀 不会是什么 不会是什么量产的廉价工艺品吧 你这家伙可真烦人 好 我要三个 真是人傻钱多 老板 咱们还是去别处逛逛吧 施主 等等 施主 老那老远就感觉到 你的摊位非比寻常 不知能否看看你出手的东西啊 哦 好 这和尚从哪儿冒出来的 哦 了不得 了不得呀 这个吊坠 绝非凡品哪 小施主 五十万一个 剩下的 我都要了 呵呵呵 一看你就是实货的 那我就再送你一颗疗伤丸 和美白丸吧 这家伙是个托儿吧 呃 这和尚好像是来自 绝元寺的大师 应该不是托儿 老板 必人一酒盒 这是六十万支票和我的名片 以后老板若有其他宝贝 尽可以联系我 嘿嘿 首战告捷 不错不错 我要美白丸 快去给我买 老板 来五颗美白丸 嘿嘿嘿 你不是觉得我卖的贵吗 我要美白丸 我也要 什么鬼呀 生意好了也头疼啊 施主 老衲有一事请教 刚才的大和尚 施主 老衲有一事请教 刚才的大和尚 老衲来自绝云寺 法号武汪 不知施主如何称呼啊 在下叶末 敢问大师可来自古武门派 老衲只是个普通和尚 与古武门派比无瓜葛 但我绝云寺 会帮一些不愿出面的门派 出售法器 原来如此 叶施主 您刚才的法器品级不凡 难道也是帮人带手吗 不 这些东西是我偶然所得 还请您不要宣扬 啊 老衲明白 对了大师 我想结交些古武中人 您可知道什么门路 嗯 古武只是当时隐门之中的仪系 除此之外 还有道陵 黄之 福济 等其他派别 但他们形式诡秘 老衲也不知 隐门入口究竟在何处啊 多谢大师指点 阿弥陀佛 原来古武派系 也只是隐门中的一个旁枝而已 没想到 这个世界 也有这么庞大的地下势力 嗯 那东西是 空鸣石 这是制造空间储物借着的重要原料 没想到 竟然能在这里见到 老板 这个石头多少钱 不好 有人感兴趣了 必须赶在它前面买到手 只要十万 这么贵啊 只是个好看的石头而已 便宜点吧 对不起 本店商品盖不还价 有人嫌贵 那这石头我要了 我说 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嘛 好 不出三十万 就当插队费 三十万 成交 给我包起来 好嘞 叶老弟 看来你收获不小啊 林前辈 您的事忙完了 是啊 正想让你陪我一起逛逛 帮老头子健健保 没问题 喂 怎么样 逃到感应是没有啊 呸 被人给截糊了 怎么好的宝贝 你怎么会让人截糊啊 那小子出家凶猛 我顶不住啊 可恶 既然这东西这么重要 那就靠铁匠的力量 把它夺回来 只是这样一来 武学民那边就瞒不住了 怕什么呀 等我师父出关 铁匠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二虎 我回来了 师父你回来了 我们正在研究网络诊所 你要不要来看看 什么东西 可以在网上挂号看诊 很方便的 就是说 有了它 就算不开这个诊所 也可以营业 是啊 今天我在交流会上 出了风头 又得到了空明石这段好 势必会被人盯上 诊所 恐怕是开不下去了 小花 你拿着这张支票 租一处僻静的闲置房子 搞网络问诊 现在这个门面 就关了吧 哈 二虎 我要出门一段时间办事 你和小花就待在家里 接诊和钻研医术 不要乱跑 好的师父 我明白了 安顿好了二虎和小花 是时候 去找青龙头算算总账 希望南青 别让我失望 东方 这件事你怎么看 从监控来看 这叶末确实身手了得 是个不容小觑的对手 青龙头 我爱托雨姬被叶末重伤 续会门中疗伤 不然恐怕日后 难以为您效力 今天特来向您辞行 好吧 雨姬的伤确实严重 还竟慧言师父多费心了 青龙头 我爱托雨姬被叶末重伤 续会门中疗伤 不然恐怕日后 难以为您效力 今天特来向您辞行 好吧 雨姬的伤确实严重 还竟慧言师父多费心了 师父 师父 我还能行 钱叔叔对我们这么好 为什么要急着回山 我要找叶末报仇 青龙头并非和蔼之人 对你我好 仅仅是李勇罢了 听为是的 没错 可是师父 那个叶末伤我如我 难道我们要忍下这口气吗 闭嘴 我看得真气 那个叶末 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现在回山 还能保住一条性命 大哥 就让他们这样走了 这两个松火 随他们去吧 此番叶末来势汹汹 大家有何应对良策 大家似乎忘了一件事 铁江的闲道人 不消失也要出关 这个老家伙 恐怕更难对付 那又如何 我儿被杀 若是就此罢手 我难清如何立足 大哥不必如此着急 我也有一计 哦 说来听听 宋家和叶家 一直互为对手 命令案里冲突不断 我们不妨利用 他们之间的矛盾 听说叶末与宁清雪 感情甚多 若是他得知宁清雪 被宋家带走 他会如何 很好很好 此计甚妙 传无命令 立刻派人抓到宁清雪 然后将消息送到叶末手上 沙漠里全是沙子 还是绿洲这边的空气好啊 哦 哎 清雪 你怎么闷闷不乐的 如今确认了叶大哥的安危 你的心事也能放下了吧 我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素素姐在叶末身边 我心里总是很难受 感觉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 而且每次遇见叶末 我都会变得不像自己 你不要多想了 你是叶大哥的合法妻子 他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 那个人应该就是宁清雪了 哪来的杀气 得手了 清雪小心 什么 你是谁 要干什么 哪来的臭娘们 少都管闲事 快给我滚开 小兰 上 咬他 放蛇 雕虫绞技 怎么可能 不但躲开了攻击 还瞬间反手抓住了小狼 臭声就给我乖乖滚到一边去 小狼 饶不了你 哼 这臭娘们好像灵过 千伐还挺刁钻呢 不过了嘛 你的动作太慢了 再吃我一招 可恶 这家伙好厉害 我竟然毫无还手之力 火轻 火轻 你怎么样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清雪 快跑 别过来 臭娘们 你还是先考虑自己的死活吧 糟了 你反弹了 给我住手啊 你反弹了 给我住手啊 这是什么东西 喂 你们在干什么 穿黑衣服戴面具的家伙 给我站住 不好 保安来了 再不走 恐怕会把事情闹大 还是先撤吧 清雪 你没受伤吧 我没事 可是 可是 我把叶末的桌子弄碎了 这是叶大哥的主宰 感觉蕴藏着某种力量 看来刚才就是他保护了你 自己才会碎了 是 这样吗 怎么回事 我的身体越来越要挺使唤了 手脚还发麻 看来是刚才内积的反振 害得我受了内伤 得找个地方疗伤才行啊 有了 嘿嘿 这里正好是家诊所 喂 大人 给我拿最好的药来 大哥不好意思啊 我们诊所已经不上门诊了 如果有需要 你可以去网上预约 什么 老子受了内伤你敢拒神 信不信我一拳把你的牙打掉 大哥 别激动 我去给你拿药 给你五分钟 干磨蹭就砸了你的电 好 你先等一下 我去去就来 怎么回事 诊所没有营业 小花又不在 二虎在外面 跟谁吵吵嚷嚷 可恶啊 没想到这个宁清雪 竟然有宝物火蹄 今天真是大意了 这次为了抢弓 擅自行动又失手 这回去 该怎么跟千龙头交代呀 千龙头 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 对付我也罢了 还对我手无寸铁的朋友出事 今天既然被我碰上 那你就别想从这里离开 你 你是叶末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们这些人 从沙漠一直追到这里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 偏来逃 叶首 饶命啊 上面下令火中宁清雪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 啊 师父 你今天不是要去火车站了 怎么还没走啊 在这里动手 恐怕会让二虎受他惊吓 还是先把他带走处理 啊 你来得正好 二虎 你马上关了诊所 带上王小花回家 至于你 跟我出来 是 是 狼哥 刚接到消息 任务失败了 什么 怎么连一个小姑娘都搞不定 年轻雪身边 不但有个身手不错的女子所护卫 还有法器护身 是吗 看来宁家已经有所防备 难怪龙头派我来这里独占 狼哥 那我们要怎么做 明天我亲自出马 一定抓住那个小丫头 不用明天 我现在就来跟你们算账 怎么 才过几天 就忘记我的声音了 叶末 你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那还要多谢你的兄弟 狼哥 原来是你这个叛徒 你们不择手段向宁清雪下手 到底想干什么 嘿嘿嘿 虽然我打不过你 但就算死也不会告诉你我们的计划 你也别想全身而退 是 你 你 这家伙 速度更快了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人才话又多 我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千家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千家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说还是不说 你别白日做梦了 我绝对不会背叛楼头 有种你就动手吧 不错 我是个汉子 那我就成全你 没想到我狼藉英雄一世 竟然要命丧于此 等等 那 我说 只要你放过我们 我全都告诉你 黑蛇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竟敢背叛楼头 人家这叫实时务者为俊杰 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 千龙头计划抓宁清雪之后 嫁祸给宋家 等你和宋家斗得两败俱伤以后 再出手把你们都收拾了 好一个恶毒的计策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手下无情 带我去找他 宁清雪那边怎么样了 还没有消息 这个狼藉真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区区一个丫头 他应该不至于失手 龙头不必担心 什么事 东方大人大事不好了 抓不着我失败了 狼藉也不知所宗 有人看到狼藉被叶末带走了 叶末 他怎么会在绿州 狼藉被抓 肯定会暴露基地的位置 看来千家这条船 已经开始漏水了 我要提前为自己想好后路才行 好 我知道了 你等我消息 有什么情况 是狼藏 是狼藉打来的电话 他说宁清雪身边守卫森严 需要我加排人手 你去安排吧 顺便带话给他 如果拿不下宁清雪 就让他提头来见我 是 属下告退 叶末 前面那栋大厦就是南清的基地了 一会儿我可以不进去吗 被龙头发现我就死定了 你可以不去 但狼藉必须跟我走 我可不会帮你对付龙头 少废话 尿强 刚才那通电话你怎么看 龙头你也有所怀疑吧 平日里狼藉都是直接向您汇报任务 今天怎么会突然给东方军师打电话 你的意思是 东方其心里有鬼 龙头 我刚才看见军师坐着直升机急匆匆地走了 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 马上去查一下 刚才东方其接到的电话是谁打来的 龙头啊 已经查过了 是我们派去丽州的兄弟打的 电话录音的内容显示 狼藉可能被叶末抓走了 他果然骗了我 来人 给我把东方其追回来 什么人 好大的胆子 前龙头 你好啊 我们终于见面了 狼藉 你这是狼心狗肺的东西 唯有我从小养你到大 你就是条丧家之犬 竟然也背叛我 龙头 我没有啊 您听我解释啊 狼藉大人 这个纸条是东方军师留给你的 纸条 什么东西 当年害了你父母的 就是收养你多年的养父 前龙头 什么 这不可能 害我父母的怎么会是龙头 难道当时和龙头的偶遇并不是偶然 你 你是谁 我是你的义父母 以后你就是我的义子 好好替我办事 会有机会帮你亲生父母报仇 龙头 东方七手 当初害我全家的是你 又是东方七 我非宰了他不可 这么说你承认了 为什么 害了我父母 又摆出一副恩人的姿态 让我帮你壮大男青 又是东方七 我非宰了他不可 这么说你承认了 为什么 害了我父母 又摆出一副恩人的姿态 让我帮你壮大男青 看来他们之间有深仇大恨啊 这样看 等诸灭千龙头后 接管男青 倒是有了不错的人选 狼兄 你别激动 李三岛你走开 我今天就要杀了他 替我父母报仇 龙头对我有恩 我不会让你动手的 那你别怪我不认兄弟了 千龙头 咱们也该算总账了 鸟强 扣你了 打败了一抹以后 男青的生意一半都归你 真是没有一天让人审心的 小朋友 你确定要掺和这档子事吗 说不定千龙头也是你的什么杀父仇人呢 那你想多了 我的父母还活得好好的 叶末啊 今天就让我看看 你的实力 不错的速度 消失了 但是 还不够快 该死 这叶末竟然不输我男青的第一高手鸟强 叶佳用了什么方法性培养出如此人物 你们还傻子 站着干什么 快上去干掉叶末 龙头 我们上去恐怕爱了强哥的事 我们还是去外面守着 可恶啊 这群饭桶 这叶末 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富家公子 权力和速度竟然都在我之上 确实厉害 不过 我还有杀手锏 叶末 你敢借我这一脚吗 那我就满足你的遗愿 不得不承认 你是我目前遇到的对手中 腿弓最强的 多谢夸奖 不过 所有人都以为 我鸟强的腿弓是看家本领 但没人知道 我袖中的毒阵才是绝技 这种面对面的距离 我看你怎么躲 什么 乖乖去死吧 躲? 我为什么要躲 溺水树 水? 它竟然在操纵水 这是什么工法 我怎么没见过 你的暗器 全都合给你 糟了 这家伙的实力 居然远在我之上 再这样下去 怕是要折在这里 三十六计 作为商机 叶末 我们后会有期 鸟强 居然连鸟强都打不过他 想不到我弱大男青 竟被一个人逼上绝境 千龙头 看来你的得力战将 已经脚底抹油开溜了 还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兄弟吗 我叶末今天有的是时间 随便你亮出什么牌 我都跟你奉陪到底 我输了 哈哈哈 千老贼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真是报应不爽啊 冷静 我这些年也对你不薄啊 当初看你是个练武的好苗子 才倾尽全力培养你到如今的位置上 放屁 你那是为了利用我 父母之仇 不共戴天 听签的 你追杀我已久 又三番五次对我身边的朋友下手 今天 我们之间的恩怨也是时候了结了 说吧 你还有什么遗言 叶末 不 叶少 是我有言不识泰山 求求你放了我 我愿意献出千家所有资产 南青帮也都归你指挥 南青势力庞大 找灵草 或许还用得上他 眼下不如顺水推舟 送狼姬一个人情 以后也好为我所用 狼姬 姓牵的就交给你处置 要杀要剐你自己看着办 至于南青 以后也由你接管 这 狼姬 姓牵的就交给你处置 要杀要剐你自己看着办 至于南青 以后也由你接管 这 叶末 今日 全仰仗你我才能报仇 我狼姬这条命 以后就是你的了 我不过是拖延一下时间 这两个蠢货就开始白日做梦了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你还真是不死心呢 小心 狼姬 姓牵的你来处理 我来搞定直升机 狂妄的臭小子 给我去死吧 天龙头 你这些东西在我眼里 和玩具没什么差别 什么 快 快 躲开 赖我劲啊 狼姬 你父母的事情是我的错 但是看在我对你又养育之恩的份上 饶我一命吧 做梦 去地狱给我父母道歉吧 叶少 你这么快就走了 南青在总部的残存势力我都已收编完毕 以后就交给你了 南青之前劣迹斑斑 交到你手上 你要好好整治 不要再为非作胆 明白 我一定会打造一个新的南青 对了叶少 你本家叶家 之前一直跟宋家千家互有联络 似乎想对你不利 要不要我帮你教训教训他们 哦 看来叶家是真想把我彻底抛弃 不过记忆里 在叶家还有对我不错的人 哥 这些钱你省着点花 记忆中我在被赶出叶家的那段时间 弟弟叶子峰经常偷偷给我送钱 妹妹叶灵也每次会跟来 远远地站着看我 不知在想什么 送我去叶家 这件事我自己处理 你不要插手了 叶少 请上直升剑 今天叫你们来 是为了青龙头 要我一起抓捕叶末的事 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我觉得可行 叶末已经被叶家出名 抓住他交给南青 这对我们百利而无一害啊 我不同意 叶末好歹也是叶家出去的 我们不能翻脸无形 拿枪指着自家人 自家人 就是因为叶末是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野种 才会被赶出去 如果这次放弃跟南青合作 叶家就要一拳不振了呀 其他人有什么看法 家主 叶末和千甲孰情孰重 我想这是一目了然的事 没错 糟糕 大家都赞成 用叶末哥换取利益 要是连家卓也同意 那就没有亏险余地了 你们的出发点虽然不错 但在座的诸位是否想过 偌大的南青为何要我们联手去对付一个叶末 唯一的答案 就是连南青都没办法搞定如今的叶末了 他早已不是当年的弃子 此事还需从长计 这礼狐是怎么回事 打半天没人接 难道是想赖账 算了 既然找不到他 就先去叶家看看 叶末 你怎么在这儿 叶灵 是你啊 这么巧 想你个单偷鬼 你怎么还敢出现在叶家 你知道你惹出了多大的祸吗 念在你曾经是我哥哥的份上 我劝你赶紧离开这里 找个地方躲起来 那个我这次来 唉 好了好了 我不想听你废话 总之你如果想活命 久离叶家远远的 我还有事 再见 叶灵这丫头 还真和记忆中一样 敲满又不讲理 喂 你还傻站着干什么 别以为我刚才的话是开玩笑 你现在出现在这里 真的会引来杀身之祸 信不信咬你 我话就说到这里 再见 那里是 叶总会 信不信咬你 我话就说到这里 再见 那里是 叶总会 他大晚上一个人去那种地方干什么 送上好久没来了呢 人家想死你了 嘿嘿嘿嘿 哎 这不是一直在处理我那两个倒霉哥哥的事吗 嘿嘿嘿 苏少丑 上次的事情想好了没有 我今天就要答复 呦 这不是叶家的叶灵大小姐吗 你们俩出去 我有事要谈 这 真扫兴 哎 难得叶小姐今天舍得赏光来找我 咱们先喝一杯 啊 少来这套 南青要追杀叶木 我要你暗中派人保护他 你要怎样才肯接这个活 哎呀叶小姐还真是快人快语啊 既然如此 我也直说了 两个条件 第一 把你们叶家老宅供奉的玉如意给我拿来 第二嘛 我想请叶小姐你陪我一晚上 你 夏柳 敢打我 叫你一声叶小姐是给你面子 还知道自己是个人物啊 只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来人把她给我帮起来 是 放开我 你敢等我一个好吗 叶家绝对不会放过你 叶家 别人不知道你们叶家的情况 你自己还不知道 为了争夺继承权 多少人巴不得你死呢 而且 你表面冷酷无情 实际却对叶末这个废物哥哥这么关心 活着不累嘛 这是我的事 用不着你来管 只要你从了我 我保证夜莫平安无事 怎么样 叶末你的脏手碰我 你叫吧 你越叫我越兴奋 谁敢动它 哪个小兔崽子呢 敢扫本大爷的香 你爷爷我 叶末 你怎么会在这里 哟 这不是叶家的废物气少了 没想到 你居然还敢回叶家 叶末 不是叫你走了吗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爸 灵儿 我时日不多了 眼下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你的兄妹三个 爸 你不会有事的 子枫老是木囊 也莫胆想劝我 只有你 最为稳妥聪明 要多照顾两个哥哥 千万要小心你那些叔叔伯伯 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 你要想办法 保护子枫和木耳 护他们周全 尤其是叶末 是我对不起他 和他们 爸 你别知道我 我答应你 一定照顾好他们 那就好 那我就 不放心了 你 千万你这个大傻子 不是叫你离开这里吗 你要是出事 我怎么又连亲亲父亲 好一个兄妹情深哪 阿飞 这小子交给你了 没问题 宋少 遇见我无敌双刀 小阿飞 算这小子倒霉 阿飞 这小子交给你了 没问题 宋少 遇见我无敌双刀 小阿飞 算这小子倒霉 以后记得换个短点的名字 这是什么招数 难道 之前大哥二哥都是被叶末所害的传闻 是真的 宋少 我们来救你了 不怕的就勤管来 宋少 你自己保护好自己吧 喂 叶末 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 好厉害 叶玲 这些年辛苦你了 以后 换我来保护你 这 还是我那个傻哥哥吗 今天算我倒霉 还是先撤吧 不好 宋少尘要跑 放心 没有我的允许 他走不了 我的腿 叶少饶命 饶命啊 叶末 他还不能死 叶家的风水龙珠还在他手里 那是什么东西 是叶家当年花了大力气 才求得到法器 可以凝聚气韵 护佑家族 拿出来 留你一条狗命 这 这么重要的东西 我怎么可能会随身携带 我放家里了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 真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刚打入你腿中的暗器带有剧毒 一小时后 将龙珠送到叶家 我自会给你解药 否则 你就等着截肢吧 好 我马上买 行了叶灵 没别的事情 咱们走吧 等 等一下 怎么了 我腿麻得很 刚才被绑得太久了 还走不动 交给我吧 怎么样 好点了没 能自己走了吗 啊 就这么不想抱我吗 我到了 你要不要上去坐坐 不用了 你自己小心点 对了 你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厉害了 啊 我被赶出叶家之后 掉下悬崖 捡到了绝世武功 你当我傻吗 不想说就算了 行了 早点回去吧 有空喊上紫风 咱们兄妹三人再坐下聊聊 告辞 叶末 叶末好像变了一个人 啊 不过也好 这样父亲在九泉之下 也能放心了 当年那群老东西 拿一份假的鉴定书 就把他赶出叶家 我就算想护他也有心无力 谁 谁 齐鸣 急着找我干什么 刚才少城来电话 说叶末去我们会所闹事 叶末 他还敢回来 我现在就去剁了他 你当他还是以前的叶末吗 我这可听了他不少事情 现在的他 不是我不能对付的 所以 我打算请胡秋的师父出身 为我宋家主持公道 你说的是李明强 据说此人实力深不可测 多少豪门想请他帮忙 都无功而返哪 这就是我找你来的原因 你亲自去一趟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都务必把他请来 叶末 在这里 今晚就随我住基地吧 好 叶末 在这里 今晚就随我住基地吧 好 叶末 介绍一下 这是我同事 卢刚 我说李虎 这就是你天天念叨的神人 看着很普通啊 像个小白脸 你不是在吹牛吧 那我们比试比试 比就比 我卢刚只不有实力的人 说吧 比什么 简单点好了 就比徒手批砖 再给我加三块 你别冲动啊 我们平时训练最多只放八块砖 李虎 韩长官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带来的小朋友 十一块软 如果能一击击碎 定能赢下这一局 鲁个牛啊 碎了十一块 太牛了 小老弟 该你了 你干嘛去啊 该不会是要跑啊 这篮球架 应该是铁的吧 我去 怎么样 我没吹牛吧 此人灵力充沛 宁儿不散 如果能将他纳入爷爷麾下 对我们大有帮助 是啊 只是此人生于世俗 恐怕不会听命于任何势力 不过 试试他倒也无妨 小兄弟 真是伸手不凡呐 你是 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韩长官和他的孙女海燕 你就是帮李狐找回资料的叶末 啊 算不上什么帮助 顺手而已 不必谦虚 那东西对我们十分重要 韩某想请你做我们飞狐队的教练 作为感谢我们疾病库里的宝物 你可以任选一件 疾病库 莫非是传说中存有极品材料和隐门神器的宝库 小兄弟 见识挺广啊 可以先随我去看看东西 再做决定也不晚 好 你带路吧 身份确认 允许通过 紫童金矿石 疾风石 都是难得一见的材料 看来这疾病库确实有点东西 黑月 好东西啊 这个人不赖 这些宝贝都是费了很多心血才得到的 你就这么轻易送给一个外人嘛 舍不得孩子逃不着狼 他这样的人才可是世间难寻哪 小兄弟 怎么样 这里的东西可入你的法眼啊 这块雷玉还不错啊 做教官也不是不行 不过有个条件 我要进入隐门 这个我恐怕做不了主了 隐门不过是个量武修行之地 为何要搞得如此神秘 孤陋寡闻了吧 你以为隐门只是武修之地 这个世界除了俗世还存在无数小世界 每个隐门便是小世界的入口 等等 你说的小世界是什么意思 哎呀 你可真笨 小世界就是独立于现实空间的封闭空间 说的这么玄乎 连你都能加入隐门 我看也不过如此 瞧不起谁呢 我可是万里跳一通过考核才 说了嘴了 考核 听起来很有趣 你 你看我话 有吗 有吗 好了 再说下去 我的傻嫣儿要把家底都透露光了 小兄弟要是答应做教官 以后我们若是得了隐门鄙试的消息 定会第一时间告知你 听起来倒也不错 好 成交 那太好了 一会儿你陪老傅喝几杯 好 我知道了 回头我好好收拾他们 什么事儿 今早叶家子弟撬客 那几个刚好都是我的人 告状到我这儿来了 叶家子弟 基地有叶家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集体撬客 好像是说叶家大小姐偷盗圣物 要回去清理门户 叶家大小姐 难道是叶家子弟 叶家子弟 基地有叶家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集体撬客 好像是说叶家大小姐偷盗圣物 要回去清理门户 叶家大小姐 难道是叶玲 叶家大小姐 韩长官 我有急事先走一步 改日再陪你喝酒 该死 宋少成的家伙 竟然没把龙珠送还给叶家 是我大意吗 叶子枫人哪 怎么还联系不上 不知道 电话已经关机了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妹妹偷东西 叶子枫这个当哥哥的 无视家规不来参会 叶家怎么会出这么两个败类 叶子枫手机向来二十四小时不关机 难道他也像我一样 身陷困境 这叶大小姐犯什么事了 被打得这么惨 听说是偷了祖传的风水龙珠啊 家主 别等了 都已经晚了半小时了 这会议到底还开不开 原本我想子枫若有担当 就把家主之为传给他 可眼下叶林犯错 旁人又咄咄逼人 着实难办 大家静一静 今日召开家族会议的目的 相信大家以我耳闻 叶林偷到龙珠 证据确凿 我身为家主 管教不利 我宣布 本人即日起 辞去家主之位 由叶文琪代理家主 叶林一案 也交由新家主处理 太好了 我们都支持你 文琪啊 以后叶家就交给你了 还有 如今你心愿达成 希望你能放过叶林 她毕竟是你的侄女 您放心 我不是心狠手辣之人 此事我会妥善处理 怎么会这样 家主之位 竟然传给了叶文琪 风水龙珠是我叶家传家之宝 叶林实属罪无可恕 本应家法伺候 但念在她是初犯 且认错态度良好 我宣布 将叶林误出家族 以井效尤 美容 外人只看出 你用家主之位换叶林一名 其实你是另有打算吧 唉 瞒得过众人 瞒不过敬凶你啊 这家主之位还能再争 但人死 就再无机会了 来人 把叶林带下去 送出城去 慢 谁敢动叶林 叶末 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儿没你的事 叶末 这是叶家会议 你个外人也敢来 来人哪 把他轰出去 臭小子 快给我滚蛋 哇 淘汰的身手 这个叶末果然名不虚传 还敢出手伤人 你当我叶家无人哪 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 叶末 你快走 这事你别管 我在跟你说话呢 你聋了 叶末 休得嚣张 谁 在下黑龙 你叫他 可恶 叶家竟有如此高手 叶灵 快躲边下去 黑龙 给我好好教训这种狂毒 奇怪 这人速度明明一般 却全权命中 你的破绽 太多了 这叶末也不过如此啊 真是高看他们 别高兴得太早 封刃 这是什么功夫 无性无伤 却封死刀刃 你 啊 中了 近距离躲得开我的拳道 却避不开这封刃 难道 他是个瞎子 人哪 我要躲躲藏藏的 果然没错 他的眼睛看不到 只要我引去气息 他就无可奈何了 胜负一分 靖兄 黑龙刚才明明占据上风 为何突然就被叶末一拳击倒 你有所不知 黑龙他自幼失明 但其他感官于成人 所以可以快人一步 但如果对手完全隐去气息 黑龙就无法应对了 不过话虽如此 想要完全隐藏气息 也绝非一身 这叶末究竟有多少隐藏的实力啊 好你个叶灵 居然勾结外人破坏家族会议 叶末是我哥哥 不是外人 让开 别挡路 叶灵 你不用替我辩解 这家伙说的没错 我确实不是叶家人 但是在场的所有人都给我记住 叶灵是我妹妹 以后谁敢动她一根毫毛 我叶末定叫她付出代价 叶灵是我妹妹 叶灵是我妹妹 以后谁敢动她一根毫毛 我叶末定叫她付出代价 你小子别太猖狂了 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你一个 不服的话 可以一起上 哥 本来我懒得管你们叶家的事 但如果扯到叶灵 那这笔账就要算清楚了 我想问问各位 叶灵为什么要偷这个龙珠 你们调查清楚了吗 她向来不管家族事宜 怎么会知道龙珠放在那里 是宋少成一直威逼我 如果不把龙珠给她 她就要杀子风和叶末 什么 这样的事 为何不和我汇报 我说了有用吗 叶家上下 有谁会在乎我两个哥哥的生死 而且是叶晃告诉我龙珠位置的 而且那天放龙珠的房间没有上锁 于是我叫 什么 你少许口喷人 叶晃刚告诉你龙珠藏处 你就碰上房间没锁 你不觉得太巧合了吗 你是说 他们故意引我上套 没错 怕是有人早就预备借题发挥 将你逐出叶家 你说是吗 新任家主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别过来 叶末 这些都是你的猜测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证据 这就是证据 龙珠我已拿回 这里还有宋少成的手写证词 如果还不相信 我不介意抓宋少成当面对质 诽谤 这密切是诽谤 都给我上 把叶末拿下 不怕死的 就来呀 哥 他们人多 你还是快走吧 没问题 在边上等着 几分钟就好了 上 都给我上 住手 叶家子弟听令 今日家主传位支持暂缓 叶灵受人胁迫犯下错事 但念在其重情重义 加之风水龙珠 有失而复得 故不再追究 什么 怎么可以就这么放过他们 你给我住口 我知道 我知道你图谋家主之位 没想到 你竟然狠独到 用自家人的命来换 没想到这叶北戎 还挺无事的 叶末 你这个混蛋偏偏要今天来交集 不让你付出代价 我叶皇就不是人 你死吧 找死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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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啊 叶末 住手吧 今天你闹得已经够大了 可以 不过你要告诉我叶子峰人在哪里 我安排他去国外了 我不希望你们这些孩子 全都卷入家族的纷争 儿子 你上哪了 我骨头好像断了 你们这两个小贱种 给我去死吧 你想杀叶灵 怎 怎么会 这么近的距离 居然被挡下了 看来你是把我刚才的话 当儿旁风了 你 你要是敢动我 叶家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你的 哼 我连南青都不惧 还怕你去去叶家 干嘛 你干什么 我要教训教训他 算了吧 他们有没有把我怎么样 他可是想杀你 确定要放了他 确定 我们走吧 我不想留在这里 喂 你怎么又要我呗 哎呀人家受伤了呀 唉 真拿你没办法 但你要抓稳了 叶文琪 这次饶你狗命 我再有下次 定斩不饶 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北荣兄 真是恭喜啊 喜 敬兄此话何意啊 叶末如今本事了得 又有勇有谋 叶家得子如此 兴旺可欺啊 哦 我还是第一次见敬兄如此赞赏他人 只可惜 叶末并非我叶家族人哪 那份亲子鉴定报告并无差错 叶末确实与其父叶文天无血缘关系 哥 你怎么会来得那么其实 还带来了龙珠 这事说来也巧 我去找宋少诚的时候 看到他叫叶文琪的人 就怀疑 他二人勾结串通害你 所以我就抓了宋少诚 只是吓唬了他两句 他就一五一十地交代了 哥你真厉害 对了 你突然一口一个咯的叫 我还是有点不太习惯 那叫你叶末就习惯了是吧 疼疼疼疼疼疼 叶灵 我有事出去一趟 你要去哪啊 哥 让我一起吧 别闹了 我是去给人治病 你乖乖待在这里 我办案室很快回来 我不在的时候 李狐会照顾你 他是我朋友 老妹 还有这两串手链 一串给你 一串给叶子峰 是我亲手制作 记得要随身携带 危急时刻 能保命 知道了 叶兄 可算把你判来了 卓兄客气了 我一直记着跟你的约定呢 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侄女 卓应情 叶叔叔好 叔叔 我有这么老吗 叶兄 天色已晚 我先带你去客房休息 不用 去看看令狼吧 那好 这边行 这就是我儿子 卓华唐 在一场绑架案后 就突然吃傻了 请你想办法救救他 是否需要什么医疗仪器 我马上去准备 不用 我把脉即可 这是 蛊虫 原来如此 他是被人下了蛊虫 才导致痴呆 卓兄 关于令狼被绑架一事 可否具体说说 啊 犬子多年前 曾被不知名的带徒绑架 一起被带走的 还有十几个孩子 救出他们的时候 都没有外伤 但全都变得又吃又傻 原来如此 能同事给如此多的人下苦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还是先救醒这孩子再说 卓兄 病因我已大概了解 我治疗期间 一定要保证绝对安静 没问题 叶兄弟放心 之前在落月大陆 也有一些邪修用古术害人 古虫若意识到自己要死 则会释放毒素来害死宿主 就算侥幸活着 也会变成如废人一般 所以必须通过真理 一瞬间直取古虫要害 有了 就是这里 令狼的病已经治好了 只要恢复一段时间 就无大碍了 叶兄弟你没开玩笑吧 就 就这样一针 扎好了 火腾 你终于醒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听卓剑舍说 凶手早已伏法 但既然能使用如此强力的古术 那这个所谓的凶手 有可能只是被幕后黑手操纵的替罪羊儿呢 罢了 此事告一段落 还是先回洛苍查看下银心草的掌势 叶大哥你总算接电话了 有人在网络诊所付了十万块号费 我和二胡正发愁 怎么给别人治病呢 别着急 你先说说病人情况 说是家里老人不能说话 不能动弹 想请你去一趟凌晨 事成之后三倍报仇 这症状 跟卓化堂一模一样 去了说不定能得到些古虫案的线索 我知道了 你帮我订一张去凌晨的机票 好 没问题 叶兄弟 这就要走啊 有点急事要去趟凌晨 劳烦卓兄送我去趟机场 没问题 我去开车 你稍等一下 叶叔叔 你的医术好厉害啊 一下子就把我弟弟治好了 雕虫小技 合作挂齿 昨晚忙着治病没在意 现在才感觉 这个小姑娘的气息 有点不对劲啊 你最近有接触什么奇怪的人吗 奇怪的人 没有啊 那看来是我多虑了 叶兄弟 咱们出发吧 劳烦卓兄了 叶母叔叔真是个奇人哪 对了 如果我也约朋友一起去凌晨旅游 不知道 会不会再次遇上哪 净无心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无苦即灭到 无智亦无德 为什么 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夜幕 如此这般 我的功法岂不是无法精进 素素 你这可不像是练功 倒像是在自杀 只是入了一次红尘 就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迷惑失去了道心 你还是太年轻了 秦夕师叔 我一定能去除心中杂念 一定可以的 洛颖 洛颖 谁再说话 出来 你到底是谁 洛颖 你的徒弟 你的灭门之仇 难道你全忘了吗 我不是洛颖 你是谁 为什么总是出现在我梦里 不 你就是洛颖 你 就是我 如果我是洛颖 那洛素素又是谁 不 我不是你 我是洛素素 在无量山修行的洛素素 承认吧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不要说了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不要说了 又是这个梦 素素 你又做噩梦了 我看 不是噩梦 谁又梦到那小子了吧 你难道想再像上次一样走火入魔 让掌门耗费修为 替你疗伤吗 师叔 我 如果你实在不舍红尘之事 不如就还俗吧 我 我不要 不还俗也行 我 你眼下心绪难定 不如跟你师父一样 去韩世闭关两年 自然什么心都静得下来 庆熙 你在说什么 当年你师妹 就是在韩世中闭关出了岔子 才撒手人寰 你想让素素 也不他后尘 掌门 我愿意去韩世闭关修炼 请掌门恩准 你可知 以你现在的修为 去韩世恐怕凶多吉少 恳请您成全 罢了罢了 想去就去吧 或许这就是你的命 这是绝云寺送来的法器吊锥 带上它 或许能助你抵御寒气 多谢掌门 你去吧 这老家伙果然藏了一些好东西 各位旅客 本次航班飞往凌晨 请大家携带好行李 抓紧时间登机 这储物戒指真是方便 连行李都不用带了 省事儿 五学民又没派你来 干嘛飞跟着我 这不是跟你关系好吗 这不是跟我在法器大会上 抢空明石的家伙吗 对了我们的埋伏安排好没有 小声点 你生怕别人不知道啊 都安排好了 这次一定让欧绪湖有来无回 嘿嘿嘿嘿 那我就看你表演了 原来他们是铁枪的人 怕是在执行什么任务 洛臣 你在网上联系的那个神医 还没到吗 应该快了 行程信息显示 他已经上了飞机 自从叔叔得了这怪病 便去明医都束手无策 只能看他了 不过是个江湖医生 当真能有办法 他可是绿州城林老爷子推荐的 我相信绝非等先之人 顾前一事吧 等医生来了 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明白 不用通知了 我已经到了 谁 我就是回春诊所的叶末 我的真气一直在探查四周 竟然对他的气息全无察觉 这人 深不可测 然来您是叶神医 这边请 这里气息诡异 还有个内力深厚的女人 先有神识探查下 这是 叶神医 我叔叔得的是什么病啊 你们先出去吧 让我先诊治一下 不行 家主不在场 万一病人有个三长两短 算谁的责任 强威 不得物理 叶神医 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有什么需要今晚叫我 叶神医 我叔叔得的是什么病啊 你们先出去吧 让我先诊治一下 叶神医 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有什么需要今晚叫我 我猜的没错 此人也是被吓了蛊 不过这老人体内的 不是普通蛊虫 而是蛊虫之母 这母虫以人体为潮 吸取精华后 靠周身的丝线 供养周围潜藏的蛊虫 如果随意杀死它 切断丝线 这些子虫定会四散逃窜 危害人间 那样 麻烦就大了 这母虫灵气丝线的气息 倒和刚刚那个女人的气息 十分接近 看来事情 越来越有意思了 既然暂时处理不了母虫 不如把这活死人 叫起来问话 用银针刺激天庭 杨白 晴明 通天几大血位 再灌入真气 就能短暂唤醒患者的意识 你是谁 我在哪里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不必惊慌 我受你侄子所拓前来救你 用真气 暂且唤醒了你的意识 真气 你是隐瞒的人 我的身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的身体里 被人下了蛊虫之母 原来如此 母虫如体 看来 一切都晚了 未必 若你讲出来龙去脉 我说不定能救你一命 我现在这份样子 正是把隐门红武堂和万古门所赐 二十年前 我遇到了初入红尘的下柔 我们一见钟情 不久 就死定终身了 但后来才得知 他是隐门的人 突然有一天 怀着身影的下柔 却消失了 我花了十六年时间进入隐门 总算找到了他 可是彼时 下柔早已嫁给红武堂的张风旨 我们的孩子也不失所踪 我悲痛欲绝 是要查明真相 后来 红武堂联和万古门的人 叫我暗算 之后的事 我就再也不知道了 下柔 那你可知夏强威是谁 她是夏柔的妹妹 我见过一面 你认识她 在你生病这几年 夏强威一直在你身边 我猜她守着你 目的是为了控制分散在此地的蛊虫吧 你的意思是 不可能 强威是夏柔的妹妹 不会如此对我 你不要激动 刚才你说进入过隐门 我想知道 你是用什么方法进去的 五亮山上 有一条进入隐门的路 我就是从那里进去的 知道了 真气差不多该后继 你可以回去了 接下来的事情 我会帮你处理 多谢先生 叶神医 怎么样 我叔叔可还有救 情况有些复杂 我回去想想办法 三日后我会再来 还以为这家伙有多大能耐呢 看样子也就这样 干杯 怎么样双双 这里不错吧 嗯 没想到你会约我到临场来玩 一队搜查包箱 二队守住所有出口 童童 你待在我这边 好 双双 你在看什么 今晚这里有好戏看了 啊 五哥 在包箱找到了四个被绑架的女人 看守的人也被我们拿下了 很好 人赃并获 我看无需也还有什么借口 童童 你马上和总部说明情况 申请拘捕令 神明 神明 你不觉得 有些顺利的过头了吗 哎 武处长 我请你喝酒 你把酒瓶都砸了 怎么不给面子 欧絮叶 你怎么会在这里 哈哈哈哈 你们不是想抓我吗 今天这里全是我的人 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得意的太早了 什么 把人带上来 欧婷婷 欧婷婷 没错 就是你死去大哥欧絮虎的女儿 欧婷婷 然后呢 你把我大哥的女儿带来 是想威胁我吗 你难道不在乎你大哥孩子的死活 吴玄明 你真是太优势了 我凭什么要在乎啊 毕竟 就连我大哥自己都不想认这个女儿呢 你说是吧 大哥 没错 不过是个私生子而已 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欧婷婷 你几年前不是已经死在一门中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 如果我不假死 怎么让你们这些铁匠的狗乖乖送上门呢 欧婷婷婷 你几年前不是已经死在一门中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 如果我不假死 怎么让你们这些铁匠的狗乖乖送上门呢 好 蠢货 先吃我一招 牧哥小心 王春 你们剩下的 想怎么死 欧世虎 我给你没完 铁匠援兵马上走到 今天你们谁也没想走出这个酒吧 你这家伙 为什么 铁匠家给的钱可比铁匠多多了 铁匠家 铁匠家已经在这里布下了天罗帝王 我劝你还是乖乖投降吧 啊 吴贤民 看来 你人缘很差啊 连你自己人都想要你的命啊 我梦 贤民你别动 我给你爆炸 彤彤 等下我用炸弹拖住他们 你找机会离开 不 我不能丢下你 听着 铁匠家的铁匠肯定安插了不止一个间谍 我需要你活着 把消息传递出去 替铁匠清理门户 铁匠 别担心 你只管跑 别回头 我会跟上你的 好吧 那群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事情有点麻烦了 等下这个酒吧可能会爆炸 爆炸 等下听我信号 你往出口跑 我会想办法救那个小女孩 好 侯虚虎 你赢了 我的命给你 放过其他人 哼 你们已经全部都是瓮中之逼 你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 你这混蛋 就是现在 跑 什么 小妹妹跟我走 拿来的小鬼 站在老子面前接人 黑兔 图图 跟他们一起走 快 你自己要小心啊 阿弟 我去搞定那些小兔崽子 我剩下的交给你 蛤 虎虎虎 你的对手是我 我 小小子从这里通过 他想把你当车 滚开 死到零头了你想什么 因为你也活不了了 样头 来生有缘再见吧 跟死 雪民 雪民 要想解决虫母 必须阻止周围的蛊虫四散而逃 只有我一人 根本做不到 爆炸 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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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发生什么事了 那不是叶叔叔吗 叶叔叔 卓映晴 你怎么在这里 这爆炸是怎么回事 刚才里面两队人在打架 突然就爆炸了 我们就带着小朋友跑了出来 这是我朋友聂双双 我和他是来旅游的 没想到遇上这样的事 这个叫逆双双的女孩 身上怎么有邪气 雪民你也不吓我 你也不吓我 妙童 你怎么也在 为什么 聂目 hatred 全民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 吴兄死得壮烈 姐 对了 你刚说的这个欧家 是干什么的 欧家表面是商人 实际在做贩卖人口的黑色产业 听说还有隐瞒的背景 你说的没错 我欧家 可不是你小小铁匠能惹得起的 欧圣虎 你居然没死 玄米呢 玄米在哪里 他早就被炸成粉末了 伯果没事 你们很快就能下去陪他了 我要你们给我弟弟陪葬 你就是害五玄米牺牲的家伙 哦 又冒出来一只蟑螂 身为隐门中人 却坐着龌龌勾当 想必不远处清泉湾的蛊虫 也是你们下的吧 又冒出来一只蟑螂 身为隐门中人 却坐着龌龌勾当 想必不远处清泉湾的蛊虫 也是你们下的吧 是我干的又怎么样 既然你知道这么多 就把命留下来吧 太慢了 是什么 竟能躲开我的拳头 山壁攻击的瞬间回击 这蟑螂神兽不错了 防刃 可恶 居然能将我逼到如此地步 你究竟是何人 你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臭小子 再吃我一招 想用暗器 别白费力气了 对你可能没用 但对别人就不一定了 不好 好 这个距离来不及了 阁下一身好武艺 为何不用在正途上 山峰 你是 闲道人 断权 原来 你是隐门断权堂的人 闲道人 好熟悉的名字 以前听武玄冥提起过 似乎 是铁江的人 不好 这老家伙功力是后 我肯定打不过 还是心足为妙 杀了我铁江的人 还想一走了之 天下哪有如此便宜的事 果然不是敌人 那就暂且不用防范 先追上欧续虎再说 小伙子 你就是叶末吧 你认识我 玄冥曾向我提起过你 小兄弟伸手了得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哪 今日你我合作秦下那贼人 我负责拦剑 你负责杀敌 如何 没问题 那老夫先走一步 好快 他们好像没追上来 终于安全了 往哪儿跑 什么 老东西 你不好好避你的官 为什么非要管我欧家的闲事 我虽然是古武修者 但也算是铁江的一员 如何能算管闲事 铁雷 这老家伙的修为 竟然已经到了如此地步 既然你夺夺逼人 老子今天就和你拼个鱼死网破 给我拿命来 对 你这条鱼肯定会死 但我这张网 却不一定会破 居然被定机的满地了 混蛋 要不是因为刚才的爆炸战 我斩起折损大半 你如何困得住我 我不服 我不服 小兄弟 该你出手了 收到 缝纫 我的腿 说吧 你们欧家为什么要养骨下骨 自然是为了制作一些提升功力的弹药 那清泉湾的骨阵是怎么回事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少给我装傻 今天不把话说清楚 我就挑断你的经脉 让你生不如死 我说 我说 我们欧家之父子提供骨虫做体 真正在背后下骨的人是 这是内力自爆 敢来此人体内被下了禁止 只要想说出特定情报 就会暴体而亡 原来如此 只可惜 我刚得来的线索又断了 莫非小兄弟 也是为骨虫之事而来 是 我来此事为了救治病人 却发现清泉湾被人布下了骨阵 据我观察 要想破除此阵 需有人帮我封锁现场 无骨之术这等阴毒的招式 断不能让它为祸人间 若真是骨阵 再多常人也无用 老夫这就陪你去看看 铁匠守卫听令 把这里收拾干净 是 太上台兴 应变无庭 驱邪妇媚 保命护身 智慧明镜 心神安宁 奇迹如律令 开 这 这是法阵 叶兄弟 动手 阴阳和一地天态 水火极静 气化成 就是这里 好了 古阵一破 诸位可以进去 看望病人了 这老头多半已踏入玄疾 今夜的到底是什么来的 竟找来这道任务 莫平 叔叔 你终于醒了 实在太好了 该死 不但破了古阵 连莫康的毒都解了 夏强威小姐 我很好奇 你蛰伏在莫康身边布下这古阵 是为了什么 没想到你一个小小的赤脚医生 竟然有这本事 是我大意 小卫 你们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小卫 难道 真的是夏柔派你来害我的吗 跟我姐姐没关系 是我自己恨你害了我姐姐 莫康 这次算你命大 但红武堂很快会找上门 你就等死吧 小卫 想跑 叶医生 算了 由他去吧 此事 错在我 若红武堂上门 或许 我还能见上夏柔一面 叶兄弟 还需要老夫出手吗 不用 事情已经解决 多谢前辈相助 既然叶兄弟事情已了 老夫这里 倒有一事相托 前辈但说无妨 听闻叶兄弟喜爱法器 老夫这儿恰好有块材料 想赠予你 这可是炼制飞剑的极品材料 比韩长官所有灵师夹起来都真贵 无功不受禄 前辈有话不必藏医 有什么我能做的 直说即可 此事有关我的徒弟 妙同 武学民在铁江时向来铁腕之下 树敌破多 如今他身故 妙同在铁江的日子 恐怕不会好过 所以我希望叶兄弟 能收留他 前辈放心 妙同留在我这里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他 叶叔叔 你可回来了 这么晚 你俩还在酒店大堂干什么 有个美女姐姐在找你 叶叔叔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叫她 你就是聂双双吧 是啊 怎么了 卓英勤只是个普通女孩 你待在她身边 有什么目的 如果你想你的好姐妹 多活几年 你最好收起你这浑身阴寒之气 离她远一点 我只说一次 你好自为之 叶叔叔 我把美女姐姐带来了 袁墨 真的是你 袁边姐 你怎么在这里 公司安排我到这里出差 原来 路过酒店大堂 恰好听到殷勤他们提起你的名字 原来是这样 你 要和我一起回宁海吗 抱歉 云兵姐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暂时脱不开身 爷爷 这个叶末也太火星火速了 自己跑到临城去大闹一场 要不是我们眼线多 现在还蒙在鼓里 他这一闹 倒往我们扫清了障碍 这是件好事 我跟叶兄弟约好今天见面 相信他一会儿就来 我不管 看见这个叶末我就来气 你一定要好好管管他 我可只答应当教官 其他事情还想管我 韩老 好久不见 叶兄弟啊 别和燕儿一般见识 我有要事要和你商量 韩老直说便是 上次你交给李狐的模型 价值远远超过我们的预估 可是这个模型并不完整 您的意思是 让我去找剩余的模型 不错 你与文东接头过 有经验 而且我会派燕儿和你一同前去 也好互相有个照应 我可以试试 但不保证能成功 若是失败 您可别生气啊 嘿嘿 遇到危险可别求我救你哦 喂 你到底记不记得街头店啊 这丫头体力可以啊 跟了我五个小时还不掉队 对 上次文东就是在这里 取他事先藏好的车 强声是从北边传来的 诶 那辆车好像是北沙会的 北沙会 没错 他们有一流的科技和武装人员 你的那份资料 就是签加从北沙会买来的 奇怪 这个屋子周围好像布了阵 我的神石居然无法探查 可恶 靠打了三天 这臭娘们 还是不敢说出资料的下落 有什么招式 尽管使出来 荒郊野外的 怎么会有人敲门 也许是这女人的同伙 我去门口看看情况 你看好的 我的行踪一向没人知道 这个店谁会找上门来 小子 你找谁 这位大哥 我在云香山林里迷了路 想借口水喝 进来吧 我给你找点吃的喝的 住在深山里生活 应该挺不方便吧 是啊 这个声音是 叶末 叶末 快跑啊 这里危险 是温度 可恶 你们果然是一伙的 现在才反应过来 太晚了 温度 你在哪儿 找到了 空手就敢冲过来 我看你是找死 叶末 快跑 把我的朋友伤成这样 你的路走窄了 温度 你坚持住 我现在就给你治疗 你省点力吧 叶末 整个北沙都在找那份资料 不过你放心 我没套路出你的行踪 别说这些了 快让我看看你的伤势 我的身体 和自己清楚 我这次 没供出你 你可别忘了跟我报仇 谁让我 从来不做 亏本 神 也 温度 温度 你虽然与我萍水相放 却抵死不说出我的下落 这份义气 我叶末灵了 喂 人竟然已经死了 我们就先离开吧 走 温度是因我而死 你要我当作无事发生吗 两个杀他的人都被你干掉了 你还想干嘛 我要将北沙灰连根拔起 你脑袋被驴踢了吧 我们还有任务在身呢 任务比不上我朋友的命 温度的仇 我必须报 好重的杀气 这个叶末简直是疯子 不拦住他 恐怕会真的说到做到 叶末你给我小听会儿 我也许能救他 怎么救 说 你可听说过千年莲子心 据我师父说 这东西能让人七次回生 此物如何去取得 巧了 我这里刚好有一颗 什么 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效果 一试便知 我这次可是把鸭箱底都拿出来了 你要好好补偿我 知道了知道了 他怎么还不醒 别急 应该快了 水 我要喝水 温度 你感觉怎么样 我不是 死了吗 你们怎么也下来陪我了 怎么感觉 脑子没救回来 可能是后遗证 去给他拿点水 喝了说不准会好点 温度 你怎么会被北沙会盯上 还是因为那份资料 那份资料 原来也是千家利用间谍 从北沙会盗取的 那些资料上 记载了一种致死率极高的病毒的培育方法 你给我的 并不是完整的资料吧 没错 我自知逃不出他们的追捕 为了保险 我特意把资料分开保存 我一开始并没有暴露 直到北沙来了一个新的参谋 那个人叫东方契 是南清的前军师 他将我们的事调查的一清二楚 也知道是我将资料从南清带走的 原来是他 他加入北沙 想必也是为了利用北沙 除掉我吧 没错啊 你的仇人可真不少 跟我都有的一拼了 现在剩余的资料在哪里 其他的资料我放在 温东 你和寒烟一起回去 铁江有足够的能力护你安全 燕末 大恩不言谢 保重 不用客气 你们尽快出发吧 叶末 我给你留了份地图 记得看背面 啊 什么东西神神秘秘的 不帮我找到这些东西 我就把文东丢马路边上喽 我只用了一颗莲子线 你真是狮子大开口 走 妈 我说了我现在不想回家 好了吗 我还有事 先不聊了 清雪 你不回家 难不成又想去找叶大哥吧 不 现在的我 只会成为他的累赘 但是我也不想回去继续当您家大小姐 我要去四处游历看看 你想好目的地了吗 选好了 就去浓神山吧 这山还真是陷阱 挺拔 还好寒烟药的东西 和莫康所指的无量山都在这附近 我去 好险 这要是在落叶大陆 谁掉牙摔死 可真要被人笑掉大牙了 好像有说话声 听着是从我脚下云层深处传来 这悬崖峭壁绝非常人之处 莫非也是和我一样的目的 喂 怎么样 还有多久到山顶啊 马上就到了 对了 我总感觉有人盯着我们 你有没有发现其他人 这悬崖峭壁的 除了我们谁会来啊 赶紧爬吧 终于到了 有人 人 不止是那位高人 居然来了 还请出来说话 难道被发现了 都怪这些该死的鸟 本来还想多藏会儿呢 这人好强的内力 我竟然一直没发现他的存在 我说怎么总感觉有人在跟踪 原来是你啊 兵破 明人不说暗话 我们与其斗得两白俱伤 不如合作共赢 得到的东西 五五开如何 就给我一半 少了点吧 你别不是好歹 四破脸 大家都不好过 威胁我 你们有本事的话可以试试 狗东西 你也不要脸 不好 这是残影 下辈子小心点 后面看戏的 还要我请你出来吗 你好 原来是个小鬼 怎么 你也想来分一杯羹 我只是个游客 碰巧路过而已 原来是游客呀 这个说辞很合理 不过 你们当我是傻子吗 既然来了 就跟那两个人一起留下吧 这小鬼竟然能挡住我的攻击 再试试这招如何 好阴毒的招式 你这人出手不干净啊 竟然能在我的连环七次下生还 你还是头一个 报上明来 这招连环七次虽然狠辣 但每一击之间 都有一丝短暂的间隙 这就是击败他的机会 喂小鬼 怎么哑发了 不会是下杀了吧 少说废话 要打便打 那是什么东西啊 这游客 天已经黑了 快回来吧 导游 远处的山上 有两个光影在动来动去 我还没看清 到底是什么 啊 那个声音 好像是夜幕 不 不 就是夜幕 再不结束阵道 我妈要交代在这儿了 宠小鬼 我真是想看你了 过 你也就到此为止了 无警阵 竟然硬扛不得活 什么 你想拉我同归于尽 没想到竟然栽到你 这个小鬼手里 清雪 别看了 我们该回营地了 你们先走吧 我一会儿再回去 我说美女啊 你还没看够呢 这天黑了可不安全 我自己的事 不用你们管 刚才望远镜里的那两个人都消失不见了 我准备过去看看 美女那边可是无人去 你怕不是眼花了吧 你别劝了 人家去意已决 我们还是先回营地修整吧 我的妈呀 你带的这是什么路啊 怎么有大坑 这应该就是龙神山特有的暗坑 基本都是身不见铁 掉下去必死无疑 据我所知 龙神山遍布这样的暗坑 一不小心就会葬身崖底 我真是太天真 去龙神山的无人区 可不是靠勇气就能达到的 可如果那个人真是夜幕 如果他真的掉下悬崖 怎么办 怎么办 决定了 明天一早就去找他 清雪 走吧 好 好 我 我没死 好软的地 看来是这些树枝和烂泥救了我一命 刚才大豆流下的伤口已经基本于和 当午之急 是把丹田之气重新聚起来 从开始的胡秋 闲道人 到现在的边坡 这个世界上的修真者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 他们竟然能将古武修炼到这种地步 话说回来 不知道 天际的高手 会是何等恐怖 谁 跑了 或许是去叫同伴也说不定 这里太空旷 万一有偷袭 别人四面受敌 得换个封闭的地方疗伤才行 你们谁看见凝青雪了 我凌晨好像看见他一个人 背着包下山了 无人区 只要穿过前面这两座山就能到达崖底 好 出发 蜘 蜘蛛 啊 吓死我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蜘蛛 怎么办 回去的路只有那一条 对了 我包里有带防伤的武器 水果刀和静文姐送我的辟邪符 有了这些东西 应该就不怕蜘蛛了 但是总感觉这里的雾气比刚才浓了好多 还是抓紧赶路吧 希望天黑之前能赶到 奇怪 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 啊 什么东西 蜘蛛 蜘蛛怎么突然烧起来了 难道这些东西不是普通的动物 而是什么邪物 别过来 我 我手里有刀 你千万别过来啊 啊 怎么会有这么多只 厌末 哦 小眼睛 那是燕末的主要保护了我 可是 只剩一刻了 就一刻了 燕末没找到 竹子却又被我弄损一刻 我真的没用 » KL 주,我 sigloO plant 这次换我来守护你 来啊 我不怕你们 来啊 跑掉了 是被我吓跑了吗 你们找死 这声音 是叶末 是从那边传来的 他一定在那边 可恶 对付这几道处伤 耗尽了我仅剩的真气 没有真气 也就没办法给自己疗伤 没想到 跳崖没死成 最后却栽到了这些蛇虫手里 真是不甘心 叶末 宁清雪 奇怪 我临死眼前 怎么都是宁清雪的身影 叶末 你果然在这里 醒醒 叶末你怎么了 啊 怎么全是血 怎么办 现在应该怎么办 止血 对 先找个布条绑紧止血 扯到了 没关系 反正这里只有叶末在 叶末在 叶末是练武的人 体质异于常人 应该只是流血过多孕了过去 一定是的 嘴唇好像冻了一下 是不是渴了 对了 狗包里还有饼干和水 啊 破了一个洞 水和饼干一定是掉在半路了 没有水和食物 叶末会死的 不行 我要回去找找 把叶末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危险 嗯 对了 有办法了 快去快回 天黑了就难找了 奇怪 怎么就没有呢 我刚才走的就是这条路啊 果子 看外表和颜色有点像桃子 还差一点 好疼 我就不信今天摘不到你 搞定 这些果子应该够了 叶末 我找到了一些果子 等等 这个果子虽然看着像桃子 但毕竟是野生的 不会有毒吧 我先试一下 没问题再给叶末吃 奇怪 吃了果子后突然觉得很困 是因为 太累了吗 奇怪 吃了果子后突然觉得很困 是因为 太累了吗 奇怪 吃了果子后突然觉得很困 我体内的灵气 怎么渐渐充盈了 心脉和伤口 正在慢慢愈合 奇怪 到底是哪儿来的灵气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好像 还有一团 软绵绵的东西靠着我 嗯 是谁啊 是宁清雪 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在这里 我的伤口 被包扎过了 用的是他裙子的布料 等等 这不是我当初 送给苏靖文的珠子吗 怎么会带在我手上 也多亏这珠子 才有源源不断的灵力 输入我体内 宁清雪这个附加大小姐 怎么会来危险的无人区啊 气息还平稳 应该只是睡着了 嗯 这不是蛇果吗 看牙印 应该是他咬的 这果子有催眠功效 难怪他睡得这么沉 看来他一时半会醒不过来 夜晚阴冷无比 他这单薄的衣服 看他这满身伤痕 他到底是吃了多大苦 才能找到这里 这个世上 除了师父 心里最挂念我 最依赖我 最在乎我的 也许就是他了吧 我怎么睡着了 叶末 叶末 叶 你醒了 叶末 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啊 啊 这里太吓人了 我害怕 啊 啊 清雪 对不起 虽然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可是我想 应该是我连累到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 这是你第一次 这么温柔的和我说话 清雪 你为什么要这样不顾一切的对我 你完全可以找到更出重的男人 我们朝夕相处的那些日子 我不知不觉就爱上了你 哪怕 哪怕你是那个 我也不介意 啊 哪个 没事 我不在乎 只要我跟你在一起就好 哦 你说天尾啊 那是叶家编的 如果当时就知道他是正常人 我怕是不会放心的跟他同去 这样说的话 他是应该感谢叶家造谣的人 他怎么不说话 是因为我误会他生气了吗 他一直在看我 清雪对我一番痴情 我不能这样瞒着他 叶末 我 我很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啊 清雪 其实 我一直有件事瞒着你 瞒着我什么 你这样对我 我很感动 如果没有洛颖 我会选择和你死守一生 可是他为了救我下落不明 我不能背叛他 在找到他之前 我不能给你承诺 洛颖 那是谁 他是我前世的师父 也是我最爱的人 此时 也许在另一个世界 也许和我相聚不远 清雪 你会原谅我吗 以前的我不明白自己的心意 所以才和你错过了那么久 但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的内心很坚定 我喜欢你 与其他无关 谢谢你 不过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你说 只要我能做到 如果有一天你找到洛颖 你会带我去见他吗 我会 你们是我最重要的女人 那就好 求你这句话就够了 对了燕魔 我们多久能出去 现在有清雪在 绝对不能贸然行动 还是先恢复了真气 清雪 我先去找点东西吃 等体力恢复以后 我就带你出去 刚好趁着现在 我教你几句口诀和运气方法 你也能防身用 我能学吗 你有灵该 学起来很快的 你先盘西 你 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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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